第259章 火场逃生 龙烟滚滚 刺激的味道不断散开 火蛇吞噬着墙壁 汹涌的黄光 好似张牙舞爪的怪兽 正对着弱小药物扬威 快跑啊 着火了 起火了起火了 来人啊 救命啊 来人的吼声 女人的哭声 小孩毫不压制的尖叫声 各种声音在电影院响着 突如其来的大火打碎现场的平静 无数人陷入恐慌 四处寻求生路 尖叫声惊醒正在欣赏爱情影片的众人 人群四散 最先被想到的逃生出口是大门 陈洛紧紧牵着苏盼月往门口的方向跑 动作丝毫不敢松懈 第一次面临火灾 平日再怎么冷静自食的人 也早已害怕到脸色惨白 苏盼月瞳孔惊颤 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他们身上 陈洛紧紧攥着他的手 不忘安慰 小月 别怕 我在这里 门被关上了 突得有声音穿透人群传了过来 一时间 场内的气氛陷入更深刻的胶着之中 门 居然关上了 是谁 绝望的哭声响起 我还这么年轻 我不想死啊 到底是哪个龟孙子 是不是故意要我命啊 警察呢 警察怎么还不来 是不是有人想要我们的命去献祭什么东西 故意把我们活活烧死在这里 陈洛心脏狠狠落空 看着在大门前疯狂拍打的人 嘴唇紧密 突发的大火 偏偏在这个时候紧紧锁上的大门 有人想害电影院中的某个人 其他人都是顺态 有强壮点的男人试图用手臂撞开门 慌乱中行事毫无章法 撞声轰隆 门依旧微额不动 陈洛脸色沉得可怕 牵着苏盼月寻找别的出口 门出不去 一楼的每个窗子也高得惊人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梯子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矮点的窗 发现早就上锁了 烟味越来越浓 刺激的气味直往肺管子爬 危险的气息在空气四散 绝望逼人 落过厕所时 陈洛跑进去看了一眼 眼睛顿时一亮 这个窗户是开的 而且比别的地方要矮很多 他按住苏盼月的肩 加重语气让他冷静 小月 等会我把你举起来 你把窗户打开 就能爬出去了 你出去的时候慢一点 手扒拉着窗檐慢慢下去 不要扭到 可是 那你呢 你出去后 我就出去 窗户颇高 饶氏陈洛都得点一下脚 才能把苏盼月送出去 身后 是其他躲进来的人 有女人哭花了妆 哆嗦着 老公 快 把我送出去 好好 老婆别急 两人来到窗边 效仿陈洛刚刚的行为 男人并不算虚 手臂肌肉线条明显 怀里抱着女人 却怎么也举不上去 只能勉强提到 胸腔网上的位置 两人把求救的目光 投向陈洛身上 上来吧 陈洛没多废话 直接摊开手 一把将女人抱在怀里 他伸直手臂 女人很快摸到窗檐 慢慢挪了出去 厕所拒着越来越多的人 有男有女 还有小孩 小小的一个窗 是众人 现在求生的唯一机会 有女人把求救的目光 落在陈洛身上 他冷静道 女生小孩 先逃 我可以搭把手送出去 站在厕所的窗户下 陈洛咬着牙 把一个又一个人送了出去 身体只剩下麻木的机械动作 把人抱着 然后举起 手臂早已酸胀疼痛 在场的人数却不见减少 陈洛不断地 持续着这几个动作 艰难疲惫 汗水顺着额头滑下 掉进眼里 引起火辣辣的疼痛 他根本没空擦 感受到手里没重量 哑声 下一个呢 你能不能拿着毯子 把我包住 再把我送出去 娇滴滴的嗓音 出现在喧闹的环境中 十分突兀 一身红色碎花裙的女孩 长相精致 脸上沾了些灰烬 狼狈中 又带着几人惹人怜惜的味道 你是男的 我是女人 这么接触不太好 累了这么久 陈洛脸都脏了 也看不到本来的样子 女人捏着鼻子 似是在嫌弃她身上的汗丑 听见没有啊 本就疲惫不堪 再听见她的话 陈洛直接气笑了 大姐 这是逃命的时候 你不要命了 一声大姐 让女人怒火生气 你乱喊什么呢 你这个男人 是不是想撑危险开我的油 累到根本没力气和女人说话 陈洛推开她 看向剩下的女生 其他人快过来 喂 我先过来的 你怎么可以先把他们送出去 我都说了 我需要一个毛毯 你是没听见我的话吗 你是不是当兵的呀 我跟你说 你这么不为人民服务 小心我出去之后投诉你 女人被推得差点摔倒在地 一个劲在陈洛耳边嚷嚷 其他人早就看不下去 有协助陈洛的大哥眼神很利 再避避信不信我消你 吵死了 外面接应的人也跟着骂 有大妈语气犀利 赶紧闭嘴吧 现在可是逃命的时候 也不知道你在矫情什么 你以为大家和你一样 很闲吗 想死别带上其他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身上多金贵呢 是金子做的吗 狗屎还差不多 举着一个比较高壮的女生时 现在的指责声全都卡壳了 所有人的脸上 不约而同地出现恐惧 女生卡在那里了 厕所的窗户太小了 对在场剩下的高大男人来说 女人已经足够娇小 连她都卡在那里 其他人怎么可能出得去 陈洛把她拉了回来 女生哭嚷道 怎么办 这里不行 再找别的位置就好了 陈洛冷静道 别哭 会吵 她最后再看了红裙女生一眼 你到底要不要我送你出去 要 要毯子 陈洛转身看向剩余的人 快衡量一下自己的身材 能出去的赶紧过来 不能出去的 我们再想办法 实在是须得没力气的 矮小男生也过来 我把你举出去 等身材矮小的人通通出去 只剩红衣女人后 她仍没有松口 其他人也没劝 赶紧出去找别的逃生通道 第260章 报出去 厕所的门已经有火星子 只是因为卫生间有水 大家不断地用水冲着 才幸免于难 其他人都在往外跑 余下的红衣女人点着脚 不断蹦跳 试图拉住窗檐 试了几下 发现无济于事后 才跟着跑了出来 出了卫生间 她才发现 外面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 天花板和四处的墙壁都是火 形状怪异 好似恶魔张开的爪牙 稍微不注意 全身都会被淹没 女人神色惊恐 裙脚染上火星 她赶紧拿包包打掉 前方 楼顶富丽明艳的吊灯 摇摇欲坠 火焰燃烧下 她终于承受不住 发出啪哒一声 吊灯直直地往下坠落 撞在奔跑的男人身上 啊 痛苦的嘶吼声 在火光中响起 男人头上是淋漓的鲜血 身上还染着火星 她挣扎着爬起 直接上手把火星拍掉 咬牙跟上前方的大部队 刚刚一直在卫生间 女人并没有看见 火焰是如何影响这个建筑 眼下 精神核心里都受到极大的刺激 她发狂地跑到陈洛身边 快 我不要毯子了 你快把我从卫生间送出去 等出去后 我给你钱好不好 我家里很有钱的 只要你想 你想要多少 我都可以给你 女人不断哭嚎 火灾怎么这么可怕 她不要被吊灯砸 她也不想被烧死在这里啊 你听见没有 我说我不要毯子了 你现在把我送我出去 直接抱着我出去 也不是不可以 闭嘴 去未生间的路 已经烧起来了 再扑灭需要时间 等把她送出去 她还怎么找别的出路 陈洛并没有圣母心 对待这个公主病患者 没有别的合适逃生口 众人聚在大堂 一双双眼睛 落在陈洛身上 把她当作主心骨 怎么办 危险降临 他们应该怎么办 前方就是紧闭的大门 陈洛推开前台的柜子 在里面翻找 大家都找找 有没有比较重的锤子 或者狼牙棒之类的东西 我们可以撬锁 正说着 她发现了柜子底下的锤子 她赶紧拿着 奔向门边 往锁上砸 连砸了好几下 锤子直接成了两半 锁也不过是变了形状 有人把自己找到的东西递过来 我这里 翻赏锦池的石头 几乎是六月婴儿大小的石头 抱在怀里十分吃力 很大 很重 应该会有效果 陈洛接过 瞅准方向 用力往下一砸 扑通 门开了 外面的光照了一些进来 眼前终于不是只有汹涌的火光 所有人都看见了希望的曙光 热泪盈眶 陈洛把门推开 带着人迅速往外跑 前方的路却是黑中带红 跑了几步 众人再一次被拦住去路 巨大的铁门出离在门口 阴沉沉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进入电影院门口的那道门 刚刚砸掉锁的 只是进大厅的小门 眼下这个 才是最重要的大门 大门 也是被锁住的 泛着荧光的大铁门 在火舌中 显得十分猙獰 有人惊恐地叫出声 上前 四处翻找门锁 想效仿刚刚的行为 怎么没有锁 门怎么是关着的 是电子锁 陈洛脸色惨败 这个门 他有印象 具体是快拨旗下 哪个子公司生产的 他忘记了 但是这门的质量 他非常清楚 除非现在几辆车过来 不断往铁门上撞 连续撞坏五个车左右 门才会破 不然凭借蛮力 根本不可能打开 陈洛自嘲一声 他是该赞美下属 设计出了质量 这么好的门吗 有人举着顺手的东西 砸门 目自欲裂 别挣扎了 省点力钱 这个门是撞不坏的 他语气低沉 先前的活力 也散了许多 身后 是往前拓展的火光 身前 是高大到打不开的铁门 前后夹击 眼下 就是他们的死期吗 一个个高大的男人 双眼心红 为自己的命运 感到深深难过 有风吹来 带来浓重的烟味 把人烤糊了 也会有焦味吗 隆隆的悲痛之气蔓延 有人已经在脑海响一言 陈洛抬头 看见楼顶时 眼睛一亮 大家别急 我们去楼顶 火焰再前往后烧 后面的墙壁 应该是完好的 我们可以从那里下去 众人改变行经路线 沿着楼梯上去 楼顶 看着下面的高度 陈洛松了口气 眼里迸发出希望的曙光 快把衣服都脱了 我们把衣服打结 做成绳索 一边绑柱子上 一边往下 肯定没问题 一个个操汉脱下 自己身上的短袖 齐心协力绑结 甚至有人直接脱下长裤 也用在绳索上 现在还有几个 较为高壮的女人 见着场景 脸色通得一红 男人挠挠头 语气酣厚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这里可是五楼 大热天的 穿的衣服也不多 不用裤子的话 衣服不够可怎么办 这话非常有道理 最近升温 男人们大多是穿着 短袖沙滩裤出来 长酷的都是少数 文言 其他人应脱尽脱 把衣物全用在绑绳索上 所有人齐心协力时 愁愁的红衣女人 显得十分显眼 有性子级的人 不耐烦道 愣着做什么 没力气的话 把你外套脱下来 给我们绑绳子用 他声音一响 女人反而把衣服拢紧了些 他弱弱道 我的衣服可是高定 可贵了 前不久被火在现场 吓到要死 好不容易来到安全点的地方 他干嘛还要脱掉 昂贵的外套 手心的料子十分丝滑 质地舒爽 想到这是自己最喜欢的 一件小香风外套 女人重复 你们都脱了这么多 衣服肯定够了 如果是平常 他这话一出 已经有人往他身上吐口水 眼下性命相关 他不愿意 也没人再废话 所有人都忙碌地 做着手里的工作 等绳子绑好 几人 把他绑在楼顶的柱子上 陈洛试了试质量 感觉没问题后 才到 你们几个女生先下去吧 慢慢的 别出错了 好 轮到红衣女人 她一脸惊恐 犹豫不决 行不行啊 半路断了怎么办 而且我也没力气 你们能不能抱着我下去 没人打脸 陈洛道 我先下去 你们一个接着一个 慢慢下来 第261章 劫后余生 陈洛离开卫生间的小窗 外面便失去了 和他联系的机会 不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 先前被陈洛送出来的人 各个人心惶惶 不会有事的吧 他们能找到新的出路吗 别乱想 肯定不会有事的 有胆小的女孩子 痛哭出声 我 我好害怕 我要回家 别哭了 那位小哥体力那么好 肯定能想到别的办法 有人在安慰 只是安慰的话语说出来 自己都觉得 没有什么可信度 灾难无情 何况是凶险的火灾 火势越来越大了 还没出来的人 真的有机会出来吗 人群中 苏盼月一张小脸 毫无血色 他紧紧盯着门口 试图看见那个熟悉的影子 骆哥哥呢 骆哥哥哥 为什么还不出来找他 都这么久了 别慌 苏盼月轻声难难 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 骆哥哥那么多次精力危险都没事 这次肯定也没事的 我不能晃 我还要等骆哥哥 周围是各种谈话声 以及消防员手持灭火器的声音 纷乱嘈杂 这样的环境下 他又怎么可能真的安静地下来 骆哥哥 你到底怎么样了 望着前方刺目猙獰的火灾现场 苏盼月哭出了声 大火的消息迅速传开 横电 有歇息的演员们正在上网冲浪 看见新闻后 纷纷出声 什么 春雨露的电影院居然出现火灾了 阵阵紧张的八卦声响起 十分紧凑 里面的人呢 就出来没有 听说有人被困住了 为什么会被困住 现在消防不是抓得特别严吗 逃生通道总没有问题吧 夏初雪走过时 恰巧听见他们的讨论 捕捉到春雨露三个关键字 冷艳的眉头狠狠皱起 他走过去 你们在说什么 几人把新闻讲了一遍 春雨露 真的是春雨露的电影院 夏初雪呼吸一致 他今天给陈洛发消息 问他会不会公司的时候 他说 他要去春雨露看电影 整条路 可就那一家电影院 一家独大 他打开手机 迅速搜索现场的新闻 锦浩经被救人反应 他们从一处卫生间的小窗逃出 但是因为窗子太小 还有数十几名体型较大的人士 被困其中 锦浩 这是新闻的最新播报 还有十几个人 想到陈洛的骨架和身材 夏初雪只觉得眼前天昏地转 连站都站不稳了 他拿着包往外跑 速度飞快 生怕自己慢了一步 夏姐 你要去哪里 远远的 助理声音在背后响起 电影院 衣服结成的绳子垂下 一个个男人有序地 拉着绳子往下落 陈洛在下面接应 指引着下来的人 如何踩一踩空调箱等东西 缓解一下绳子的压力 接下来 是一个壮汉摸索着下来 到了第二楼时 绳子摇摇欲坠地发出 咔嚓一声 索性 楼层已经够低 跌下来时 陈洛帮着缓冲了一下 只受了皮外伤 绳子断裂 自然是不能再用的 陈洛语气沉重 上面还有人吗 还有那个娇气的女人 来人惊疑未定 我说了 我可以抱她 她嫌我脏 说 肯定有别的逃生通道 众人 命都快没了 还纠结那么多东西 有用吗 算了 人各有命 起码 我们是捡回了一条命 背面的墙壁还算完好 但是每一个窗子外 已经有火在往外飘 行事逼人 等它再烧下去 只会连墙壁都坏掉 彻底断绝几人的求生机会 筋疲力竭的众人放下紧绷的情绪 露出苦尽甘来的笑容 一干人往前面走过去 你们放开我 女生的喊声十分熟悉 苏盼月正在尝试扒开 拦住她的消防员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是我男朋友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我需要进去找她 曾经明媚盎然的小脸 现在充满恐慌和无措 苏盼月不断地流着眼泪 让我进去啊 她的落哥哥还在里面 在危难关头 第一时间想到她的落哥哥还在里面 她要去救她 在她真的重开消防员 即将跑进去时 一只手稳稳拉住她的衣领 陈诺的声音是少见的生气 盼月你在做什么 她把她扯回来又急又心疼 我不是在这里吗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能出来 就算我今天真的出不来 你也不应该进去 如果她刚刚晚点过来 她是不是就跑进去了 活灾汹汹 不讲人情 她进去不是送死吗 陈诺气急 手放在她的肩上 因为暗的用力而发白 你听清楚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 你的命都是我想办法救的 我没让你做什么 你通通不 失而复得的情绪 充盈在胸腔间 苏盼月眼里蓄满泪水 望着陈诺的脸 点起脚 直接吻了上去 所有的话她都不想听 她的落哥哥 没事就行 劫后余生 两人的这个吻 比平常都要用力 都要深入 恨不得把对方融进骨血盘 下出血赶来的时候 恰巧看见 两人吻得难舍难分的场景 明明是十分温情的场面 可是心脏处 却有一块地方空空的 产生麻麻的顿痛 眼神不知何时 染上一层失落 她调整呼吸 让自己从剧烈运动中 缓解过来 默默后退 并没上去打扰 幸好 幸好陈诺没事 可是 她心里 为什么会有一点点的空落呢 电影院的大火 被消防扑灭后 现场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各大新闻都在报道这件事 目前 电影院大火 仍不知起因 所幸 此次事件并没有引起人员死亡 各位受伤人士 已经送进医院 其中有一名女子 疑似在火场时 因为不愿配合逃生而毁容 大营目前 王大发的脸色 争鸣的可怕 她把烟灰缸砸在桌子上 双目赤红 你们怎么办事的 为什么没有人员死亡 怎么会只有受伤的 连唯一一个毁容的 还是个女人 你们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她花了那么心思 陈诺居然安然无恙 简直是岂有此脸 第262章 纵火元凶 新闻还在继续播报 据说 众人之所以能够险中逃生 主要是因为 现场有一名少年领导全局 因为窗户过高 她用自己的胳膊 举起在场的女人出去 供他们逃生 她在个人安危 受到威胁之际 不惧 画面闪过陈诺的影子 没有正脸 但是少年肩款腿长 一瞬间的侧颜 向极陈诺 她敢确定 这个人就是陈诺 当前 少年已经因为受伤 进入医院 具体伤情还不知晓 进医院了 王大发的怒火 戛然而止 她松了口气 瘫坐在椅子上 脸上出现满满的快意 那勉强不算是毫无收获 陈诺 你这个混账小子 这就是你 和我作对的下场 你最好给我烧成重度残疾 从此以后 再也不能见人 眼中恶毒的光彩 汹涌生疼 宛如露出凶恶獠牙的毒蛇 阴森策的气息逼人 助理们纷纷后退 避开她冰冷的恶意注视 具体起火原因 还没被调查出来 火灾的热度居高不下 各种社交平台上 全是讨论火灾的信息 王大发不断刷新新闻页面 幻想着从新闻主播的口中 听见陈诺 已经重伤身亡的信息 陈诺的具体信息没听见 倒是先等到了 他助理打来的电话 王总 您好 我是陈总的助理小周 我们陈总乘致邀请 您于今日下午三点 与金信洽谈合作 合作 王大发差点闪到舌头 一时间 脑海思绪万千 陈诺为什么要和他谈合作 他的伤那么容易治好 现在都能出来谈合作了 他语气有些怀疑 你说的是陈诺陈总 是的 心里那股疑虑更甚 放下手机 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 陈诺没事 他不仅活着回来了 还有精力和他谈合作 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王大发暗示来到了 金信地产公司 宽大的会议室 只有陈诺一个人 窗外阳光温柔 蓝天白云 成就一道靓丽风景 在少年身后 趁得他像是青春剧中的男主角 青涩 有活力 尤其是一身休闲装 看起来十分无害 单单纯纯地 像个不懂事的大学生 王总 你来了 随着王大发走近 陈诺嘴角扬起标准化的笑容 快请坐 王大发不动声色 小辰 你找我来做什么 都说了 谈合作 陈诺语气平静 自顾自提起昨日发生的火灾 哎 王总 你应该也看见网上的新闻了吧 我好端端地和女朋友看的电影 居然能遇见火灾 真真凄惨 他开始诉苦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反社会人士 居然做出这么穷凶极恶的事情 那可是几百条人命 他也不怕半夜被人锁命 一边讲 一边暗暗观察王大发的脸色 火灾来的实在是太过蹊跷 绝对是有预谋的 昨天来电影院的人 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 引不起那么大的谋害 其中身份最特殊 仇人最多的 可能得是他自己 王大发眼神躲闪 是吗 那个人可真混账 陈总 需不需要我帮你找凶手 我这里还确实有点线索 你可以帮我一起想想 凶手到底是怎么做案的 一只泛黑的烟头 被放置在透明收纳袋中 因为粘过人的唾液的原因 头部颜色有明显差异 王大发的脸刷得变了 烟头怎么会在这里 王总 你说 会不会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烟头 引起的火灾 陈洛语气疑惑 像是单纯求知 他故意把手中的烟头扬了扬 让王大发看得更清晰 现在会不会还有人的体验 应该能查DNA吧 也不知道行不行 看着陈洛唇一张一合 王大发的脑子都要当机了 是不是 他心里还不清楚吗 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陈总 这么小的东西 怎么可能引起火灾 你肯定是想多了 依我看 你还是把他丢厕所冲掉吧 看着简直晦气 对了 你不是说 要和我谈合作吗 怎么还不开始 陈洛眨眼 似是疑惑 王哥 你这么着急 做什么 他拿出一份文件 诺 这是我的合作说 你看看行不行 后背早已湿透 衣服通过冷汗 紧紧贴在背部 又粘又湿 王大发心神不宁地接过文件 粗粗一看 市场加的50%收购疑心 那可是娱乐圈巨头之一 疑心 王哥 我才刚来快播处理事情 大部分人都不看好我 这份合作对我很重要 你要是觉得哪里不好 可以慢慢谈的 陈洛眼神真诚 哪里都不好 要不是顾及证据在对方手里 他现在只想把桌子掀了 狠狠把陈洛骂一通 王大发咬着牙 抢逼着自己 露出和睦笑容 邦邦邦 我可是你王哥 怎么可以不帮呢 依我看 你把这个烟头先销毁了 那么大的火灾 只会染上晦气 听歌的 你把他销毁 我就把合同签了 陈洛适时扬起笑容 行 你能签下合同 我干什么都行 我这就去把他丢到下水道 转身时 笑容冰冷 挂在脸上 寒意蔓延 呵 对这个烟头这么敏感 那结果也显而易见了 陈洛眼神盛满冰渣子 王大发 你可真是找死 冲水声音响起 王大发信守承诺的签下合同 小周走了进来 表情 陈总 您这是 陈洛轻轻打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 酷似先前 冲进下水道的烟头袋子 嗓音凉的沁人 暴露了呢 眼眸中 有沙翼在不断生腾 为了害他 连整个电影院里面 那么多人都不在乎了吗 草菅人命的家伙 陈洛打开手机 拨通置顶的电话 刘警官 我有怀疑的对象 他很可能是这次纵火的元凶 王大发脚步飘忽地回到家 刚下车 四面八方 迎来许多黑衣执勤的警察 手中黑悠悠的枪口 正对着他 场面冷力肃穆 王大发 你被包围了 第263章S开头 王大发傻眼 满脸疑惑地 看着冒出来的警察 警察怎么会找过来 他偷睡的事情 也用不上刑警啊 王大发 你涉嫌操纵电影院火灾一事 现在和我们回去调查吧 电影院 王大发默得瞪大眼 电影院的事情 怎么会暴露 眼头都毁 陈洛 想到关键点 王大发死死咬牙 压抑胸腔中 喷涌而出的怒火 他居然又骗他 真是岂有此理 警察们步步紧逼 一脸正气 王大发眼神阴暗 他将笑 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怎么可能 和电影院的火灾有关 一边讲话 一边向领头的警察走过去 表情一变 可怜兮兮的 警官 我可是一个老好人 这是所有人都公知的事情 别说伤人 我连动物都不敢杀 他试图拉住警察队长的手 好好竖一下自己的无辜 老眼挂泪 队长侧身躲过 王大发 老实点 你要是真的没犯罪 我们调查一番 就会还你清白 还清白 王大发都要冷笑了 他要是有清白 还在这里装什么装 一番可怜的示弱 许多人内心天平都偏了偏 原先肃穆的氛围 也淡了些许 在身边的警察松懈时 王大发瞅准时机 拔开腿 飞快往别墅里面跑 使出平生最强的力气 从前院跑到后院 王大发迅速拿起院子的铲子 对着树底下飞快一铲 一只手枪状的东西暴露出来 王大发拿起它 对着紧跟过来的警察 就是咔哒一枪 碰 枪机的声音 惊醒树上栖息的鸟 也经到后面几个紧跟着的 差点被打倒的警察 王大发居然有枪 这件事情 对现场所有人来说 都显得那么轰动 这里可是华国 王大发是从哪里搞到枪支的 它背后 又是一条多长的产业链条 除了它以外 还有谁持有枪支 有枪支的产业链在 华国居民的安全 有谁保证 百姓受到伤害了怎么办 一时间 各种想法出现在警察们的脑海中 王大发可没有闲着 他使出吃奶的劲 往山上跑 凭借自己对山地的熟悉 避开几个警察的袭击 王大发的反应 又一次震惊在场的人 有危险物品枪支 被带到的时候 逃得那么顺滑 被地里怕是早就 考虑到了完善的地步 它背后 是不是还藏着别的密码 警察们形成包围圈 上山搜寻王大发的踪迹 王大发蹲在山洞里 神色阴冷 这是一处比较偏僻的山 他当初之所以会买这个别墅 就是看中这块荒山 这些年 他经常来山上溜达 对哪里比较容易躲 哪里一手难攻 清楚得很 毕竟他干过那么多违法的事 总得想点后路 只是没想到 第一次用上的原因 会是因为沉落 他累得直喘气 擦擦脸上的汗 眉眼阴致的可怕 有脚步声响起 王大发定睛一看 一出冷笑 他握着枪 动作极为标准 在其中一个人走进射程时 奔下扳机 哄 子弹打进警察的肩膀 鲜红血液流淌开来 老家 有人惊呼 搜寻的人迅速退出包围圈 抬着受伤的人 开始向上级寻求支援 可恶 有警察双目心红 他枪法要是再准一点 就不只是胸膛了 他不是一个娱乐圈的小老板吗 枪法怎么会这么准 有人不信邪 主动请鹰 我上去搜寻 我就不信了 难道他属兔子的吗 熟悉的枪声 又一次响了起来 男人负伤而归 这一回 再也没有人侵蚀王大发 一群人缩在山脚 属实有点不好看 现在怎么办 有人粗声粗气开口 这 距离太远了 咱们的狙击手瞄不准 只能守住带兔 等王大发按捺不住主动下来 我们再钳制住他 王大发再上 他们再下 王大发熟悉山里的地形 他们不熟悉 眼下能做的 要么是等待王大发 把弹药耗光 几个警察互相看看 显然没想到 这一次会这么难搞 我可以帮你们抓住他 清冷的声音 打破现场的僵局 陈洛是赶过来的 还有些喘气 看着神色挫败的一干人 眼里闪过两分不满 他挤开 举着望远镜的人 轻轻转动 王大发那张老脸 立即出现在眼里 他正缩在石头后面 也拿着枪 不断扫视周围的动静 他居然会枪 想不到王大发 还留着这一手 陈洛脸不绷紧 他朝着最近的 那个警察摊开手 把枪借我 我能打伤他 警察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你是谁啊 小子 虽然你是受害者 在逮捕行动中发挥了作用 但是你也不能网顾法规 还枪 我看你是英雄小说看多了 枪可是他们的命根子 每个警察都会配有一支枪 上面有专门编号 国家对枪的管控十分严格 要是枪发生什么问题 他们都得和自己的工作说白白 陈洛 我这么说 当然是因为我可以射中他 警察的白眼翻得更大 在射击场玩的不算 我们这个枪能出人命的 你有持枪证吗 是国家允许的人士吗 有的话 我还可以考虑借你 陈洛利索的 从裤包掏出持枪证 我有 你看这个盖章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警察擦擦眼 有些不可置信 他接过陈洛的持枪证 左看看右看看 确实是陈洛的脸没有错 右下角 红彤彤的盖章 熟悉异常 你 怎么会真的拥有持枪证 现在能把枪借给我了吗 警察有些愁愁 手里拿着枪 不是很想交给陈洛 他心里不断冒着小九九 要是陈洛拿着 这把枪出点试 他的职业生涯可就完了 犹豫到 距离这么远 我们好不容易锁定他的位置 你要是没击中他 反而打草惊蛇怎么办 陈洛 他深吸一口气 你现在把枪借给我 我一定能打中他 等他回过神跑远了 我才是真的打不中他 两人的动静 早就落在周围人的耳中 警察队长盯着陈洛的持枪证 感受眼熟的紧 那个编号 怎么像是S开头的 第264章 全完了 小警员可能不清楚 但身为一个 还算有权力的警察队长 他知道 持枪证也分为369等 他们拥有的持枪证 都是普通等级 编号通常以ABC等字母开头 独独没有S 以S为开头的编号 各个都是国家精心培养的 特殊人才 用在国际上 处理突发大事的那种 非紧急事情 他们压根不会露面 这个陈洛 不会是 不见不见 你有持枪证 又怎么样 我又没在公安系统里面见过你 谁知道 你枪法到底怎么样 万一等会发生什么事 我可就是罪人了 烦死了 不要在这里妨碍我工作 想了一下 男人还是捂着枪 神色警惕 说话嗓门很大 好像说话声音大一点 他就更有道理 陈洛一向好脾气 眼下都有些不耐 你说我没有持枪证 我给你看了 为什么还不见 一直质疑 他一直答复 陈洛不是脾气差的人 现在都有些收不住脾气 犯罪分子就在那里 只要他有枪 立马就能将人绳之以法 男人模样尴尬 不敢去看陈洛的眼睛 他能说他压根没有想到 陈洛会有持枪症 所以才口出狂言吗 被陈洛这么直白讲出来 脸上开始挂不住 他阴阳道 我就是不借 又怎么了 你一个闲杂人等 老老实实去外面等我们好吗 按理来说 你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甚至直接开始赶人 听见没有 刘队看着这个情况 过来打圆场 行了 小脸 你不愿意借就算了 我借 我愿意 他掏出手里的枪 直视陈洛 鼓励道 年轻人 我相信你 刘队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还相信他 他等会拿着枪出事怎么办 最先迎来的是小李不解的声音 其他观战的人也纷纷开口 刘队 你平常都给我们讲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枪 你怎么还把枪借给他 我们现在正处在关键时刻 要是出岔子怎么办 是啊 陈洛 既然你有持枪症 你把把你任职的部门工作证 给我们看看吗 他的工作证 陈洛摇头 不方便 他们的层级太低 贸然讲出来 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不方便这个字落在刘队耳朵里 更加印证他的猜测 他心里有自己的思量 陈洛身份肯定不简单 要是现在能讨好他 他以后的好处肯定少不了 迎着周围各种不赞同的声音 他斩钉截铁 好了 你们不要再多话 就算出事 我一个人担着就行 不会妨碍你们 他眼神期待 小兄弟 看你的了 等等 王大发转移位置了 他们在底下征讨 王大发在上面也没定在原地 摸索到一棵树旁边 巨大的榕树应该有百年历史 高大繁茂 树叶浓密 肥胖的男人站在树后面 能完全挡住身形 大树枝繁叶叶叶 让人看不真切 王大发蹲在树底下 吐了一把唾沫 妈的 真是晦气 早知道就想着别的法子弄死陈洛 把人一次性弄死 看他还怎么找他麻烦 现在被当成兔子一样 围着 心里都要憋屈死了 狗日的陈洛 老子要是能出去 一定搞死你 他恶狠狠骂出声 下面的警察炸开了锅 王大发的动作 让他们从陈洛的事情中转了个弯 神色慌张 现在怎么办 人都躲没眼了 本来就不容易射击 他一躲 我们还怎么打 操 这个混账 和他们的慌乱不同 陈洛平静到 像是在看小丑舞动 听着他们的话 语气变得十分无语 我不是都说了 我可以吗 甚至有思思疑惑 你们不行的事情 不代表别人也不可以 你们的犹豫 只会拖延解决问题的速度 对解决事情一点用处都没有 少年语气平缓 内容却让在场所有人都表情变了变 先前的小李 更是发出吃笑 你到现在还在说大话 拜托 要点脸吧 小小年纪这么狂妄 真是自负过头 众人侧目 等待少年的动作 陈洛稳重点 扣动扳机 通过望远镜 瞄准王大发的位置 连续找了几个角度后 才找到一个趴在地上 头微微侧着的动作 趴大 下一秒 子弹穿风而过 发出犀利的声音 他穿过层叠的树枝 稳稳避开它们 直射在王大发的右手上 啊 男人痛苦的尖叫声 在山间响起 剧烈的痛感袭来 王大发捂着手 难以置信地 瞪着子弹来原地 痛到哆嗦时 神色仍有明显的震惊 他都躲在树后了 为什么还会被击中 不仅是他 在场的警察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先前开口讥讽陈洛的小李 更是脸色战红 难看地镊如着唇 陈洛 居然真的做到了 这么远的距离 对方躲在树后 还有各种职业做掩盖 他怎么就成功了 不好 他要捡起枪支 望远镜中 王大发的手枪 刚刚被他甩到旁边的灌木丛 此刻 他正艰难地扑过去捡枪 作为他目前保命的家伙 没了他 根本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要是让他拿到枪 众人心中才生起想法 下一秒 少年翻了个身 扣动扳机后 王大发又一次惨叫出声 左手手心出现一个和右手一样的血洞 咕隆咕隆地往外喷着血水 淋漓的血液顺着手往下 染红碧绿的地面 两只手都受到伤 王大发再也支持不住 狼狈地跌在地上 火辣辣的灼烧感 从手心蔓延 整个手臂都是疼痛的麻感 王大发哀哀哀哀哀的叫唤 在地上像一只蛆一样扭曲 尝试着缓解当前的难受 到了现在这种情况 他再傻也明白自己是逃不了了 原先炯炯有神的双眼 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充满悲痛 王大发无力地摊着 等待命运的审判 完了 全完了 他不该这么冲动 只沉落于死地的 第265章 石桌上的少女 王大发双手受伤 艰难在地上扭曲爬行 尝试触碰距离他 还有两米远的枪 警察们飞快冲了上去 三两下将人制服 声音很利 王大发 老师店 银色镣铐亮出 钳支柱王大发的两个手腕 两个警察紧紧压着他 让他再没办法趁机溜走 王大发脸色灰败 任由警察抓住他 连挣扎都放弃了 刚刚一翻在地上爬行 身上沾上草叶和泥土 手上的窟窿眼 鲜血往外喷溅 不断往下躺着鲜红液体 模样尤为狼狈 他的对面 沉落眼神冰亡 同他截然不同的是 他裤脚干干净净 不染尘埃 模样看起来震惊 却是把自己害到 这个田地的罪魁祸首 想到这点 王大发情绪大受刺激 沉落 王大发吼出声 都是因为你 我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要不是你骗我 我怎么可能会违法 我一定会出来报仇的 你给我等着 如果没有沉落 他现在还是娱乐圈 赫赫有名的老总 坐拥万贯家财 享受周边美女环绕的感觉 又怎么可能沦落到现在这样 痛苦的眼里充满无限愤恨 恨不得现在冲上去 从沉落身上咬下一块肉 沉落目光冰冷而锐利 还有浓浓的愤怒 王大发的话 让他眼中冷色更添一层 他神情讥讽 如果你讨厌我 大可以只针对我一个人 电影约那么多人 你为了我 连他们的性命都不顾 你就是一个畜生 要是这里不是华国 他早就让王大发 死无全尸了 哪里还有可能 在这里叽叽歪歪 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你就由自取 和我无关 王大发很快被押走 沉落和一杆警察 坐在另一个警车内 几个警察看着沉落冷意的面容 自信的状态 眼里是怎么掩饰 都盖不住的尊敬和钦佩 他们由衷夸赞 陈先生 你的枪法也太好了 能不能向你讨教一下 你是怎么练出来的 神枪手也不过如此 能见到您使用枪 是我们的荣幸 面对真的有实力的人 他们哪还有最开始的 散漫和轻视 好听的话不断往外貌 实力就是最大的底气 在警局配合警察 处理完王大发的事情 沉落才得以开车回家 已经是凌晨时分 公交系统完全停运 哪怕是华国首府京市 都呈现出几分静谧和安宁 一路回到学校附近的公寓 一看时间 竟然已经快凌晨一点 这个点 小月都睡着了吧 沉落内心轻叹 今天又是没和女朋友 一起入睡的一天呢 六楼走廊处 少女正坐在石凳上 楼梯口温暖的橘黄色灯光 打照在她的脸上 暖色调为她整个人 增添一分朦朦胧的意境 她趴在石桌上 露出一节侧颜 双眸紧和 呼吸匀衬 看样子是睡着了 小小一个人趴在那里 是在等她吗 沉落的心 瞬间软得一塌糊涂 她走过去 站在她面前 遮住走廊的光 似是感应到周围有点不一样 少女线长的睫毛轻颤 恍若蝶语晃动 沉落长臂一揽 稳稳把她抱在怀里 少女有些不适地 扭动了一下身体 调整角度 脑袋靠在她的胸膛上 沉沉睡过去 极度的熟悉感下 整个过程连醒都没醒 时间一会儿过 天空泛起雨堵白 金色的光芒 渐渐从东方升起 光线温暖却不刺眼 笼罩着整片大地 苏盼月悠悠转醒 目光触及到窗帘缝隙的阳光 有些不适的眯起眼 等等 她不是在门外的石凳上吗 为什么会突然进来 难道她还会梦游 她什么时候 还有这个习惯 滋滋 食材和热油接触发生的声响 让她回神 空气中 传来阵阵熟食的香味 循着声音走过去 厨房中 有一道忙碌的身影 高大的男人 系着一件小小的粉色围裙 手里拿着平底锅 熟练的翻动里面的牛排 做饭的时候 眉眼认真 连门外多了一个人 都没第一时间注意到 洛哥 苏盼月轻手轻脚走过去 站在她身后 伸出手还住她的腰 洛哥 早上好 少女把脸贴在她的背上 轻柔的嗓音缓缓流淌 好似一对新婚夫妻 生活充满浪漫和美好 早上好 小月 陈洛一只手揽住她 放在她腹部的两只小手 另一只手稳重地拿着锅 将锅中香气肆意的牛排 倒进瓷盘中 该吃饭了 苏盼月脸一红 随着饭菜被端上桌 苏盼月还有思思回不过神 她感慨 洛哥 早上一睁眼 就能见到你的感觉真好 你哪天是见不到我的 苏盼月俏皮地笑出了声 那我想 以后的每一天都能见到你 可以吗 当然 吃完饭 陈洛送苏盼月来到学校 正想开车出去半点事 一辆蓝白相间的汽车 闪着光 拦在他前方 陈先生 依旧是昨天的刘队 只是表情更加严肃 有什么事 陈洛态度冷淡 案情还有一点不清楚 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调查 哦 陈洛点点头 走吧 他启动汽车 又一次被拦住 陈先生 不好意思 麻烦您乘坐我们的车吧 您不适合自己开车过去 陈洛眉头轻皱 心里生起疑惑 照做的把车停好 上了警车 他看向刘队 昨天不是已经把事情都了解好了吗 但是有突发情况 需要核对一下 刘队一板一眼 麻烦伸手 下一秒 手腕被烤上了一个银色的东西 手铐 他居然拿手铐靠他 刘队脸上的瓷河不见 举之而带的是 不尽人情的严肃 陈洛 老实点 你被逮捕了 怕陈洛伸手太好 他刚刚专门让人放松警惕 等给他戴上手铐后 才说明来的目的 陈洛阴谋犀利 下一秒 双手扬起 往对方的肩颈处袭击 刘队猝不及防被击 发出一声闷哼 他回过神 手握成拳 试图把陈洛制服 双手都是镣铐 但陈洛的动作 不见一点慌乱 两人在警车内打斗 刘队刚掏出枪 陈洛就已经稳稳钳制住他 银色镣铐套在手腕上 禁锢着刘队的胳膊 让他动弹不得 说 你想做什么 第266章 扶琴青 哎呦 年轻人 你慢点 刘队哎呦叫唤 啊 不说明缘由 就给他人套上镣铐 你们警察就是这样执法的 下一步 是不是要对我驱打成招 王大发给了你什么好处 想不到他还有这层本事 居然能发动你们来对付我 关王大发什么事 刘队也有些动物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不清楚吗 现在都惊动上面的人了 我告诉你 你遇到大麻烦了 他昨天还在底下人面前 大夸特夸陈洛 说他年少英才 枪法标准 结果今天上面 就来人 指明道姓的说陈洛违法 是一个犯罪分子 他脸面全都丢没了 我犯事了 陈洛表情有一瞬间滑稽 饿了 你不是在骗我吧 我骗你做什么 就是你 你自己赶紧想想 你到底是 做了什么事 让人家大佬怒气冲冲的来找你吧 陈洛 他 能犯什么事 难不成是哪个不长眼的 又想趁机对付他 跟随着警车 一路到达警局 陈洛下车 迎面就是披头盖眼的谩骂 你这个混账 你居然敢欺负我的女儿 他还那么年轻 陈洛上来就要往陈洛脸上招呼 身旁两个警察紧紧拦着他 不断劝说他 放松心情 我对你女儿做了什么 陈洛仔细看了男人几眼 确定自己不认识他后 与气疑惑 我认识他吗 你还问 你故意谋害我女儿 害得他毁容 你还好意思说 你不认识他 都放开我 我要和这个混账拼命 男人真的气狠了 双目心红 因为警察的限制 还踢了他们两人几脚 力道之大 隔了几步的陈洛 都听见喷喷声 滚开 我要杀了他 毁容 陈洛头顶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父亲的情绪不像作假 确实是发自真心的愤怒 可关键是 他压根就不认识他女儿 陈洛 你把我害得好惨 幽怨的女生插了进来 一身长裙 脸戴口罩的女生站了出来 他义愤填膺 你为了自己 能够逃出火场 居然把我往火堆里退 你简直不是人 是之前在电影院里 那个逃命的时候 还挑三拣四的红裙女生 今天换了身衣服 陈洛看了两眼 才勉强确认她的身份 爸爸 就是她 就是她欺负我 你一定要我做主 佛琴琴委屈得很 声泪俱下 要不是她故意推我 我怎么可能会倒在活海里 爸爸 你一定不能让犯人逍遥法外 我见游怜的语气 要落不落的眼泪 每一分 都刚刚好 娇小的女生一番哭诉 周围人心里生出怜惜 不约而同地对着陈洛 露出谴责目光 真过分 一个大男人 为了逃命 居然欺负小姑娘 令人不耻 琴琴 爸爸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佛琴心疼得要滴血 把女儿搂在怀里 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你是爸的小心肝 爸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不会让人这么欺负你 佛家也算是从政世家 向来只有她女儿 欺负别人的份 这还是第一次 见到琴琴被人这般轻贱 还被人冻伤了脸 想到这点 佛琴看向陈洛的眼神 充满憎恶 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 谢谢爸爸 扶琴琴呜呜直哭 只是在他人看不见的时候 眼里却满是恶意 右脸现在还有争鸣疤痕 医生说 就算再怎么医治 最多也只能做到淡化 不能完全消除 这些全都是因为陈洛 不就是让她帮忙找一个毯子吗 她要是愿意做 她怎么可能会受伤呢 两人的反应落在陈洛眼里 惹得她阵阵无语 得 一个大家族的小姐 还有她有权有势 没脑子的父亲 陈洛忍住情绪 耐心道 这位先生 我觉得 你可能应该去了解一下 当时电影院的具体情况 这位小姐 我真的有把你推到火坑里吗 新闻里应该有播吧 我明明是那个在卫生间 举着所有人逃生的人 当时我是可以举着你 让你出去的 可你说了什么 你说男女瘦瘦不轻 你说 让我在那个紧张的时间点 去找个毯子 不能直接触碰你尊贵的身体 不然 你就不让我抱你 后来 我们从顶楼用绳子逃生的时候 你说你衣服昂贵 不能用来做逃生绳 我们用自己的衣服做好后 你又要人抱着 说你害怕 那种情况 谁会帮你 到最后 明明那个人看你的狼狈样子 都看得心软了 愿意抱你 结果你又嫌他脏 这些事情 经过你都有告诉你父亲吗 你这么颠倒黑白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一字字一句句 陈洛从初始的愤怒 到后面 语气越发沉重 看着蛮不讲理的女人 心中生出一股酸涩 她救人的时候 是真的想拯救那些被困的生命 没有奢求过任何回报 不感谢就算了 为什么还会倒打一耙 故意诬陷他 好人 就那么难做吗 陈洛的质问 让扶青青心虚地颤了颤 扶盛只觉得他在害怕 更加心疼了 他冷哼一声 小子 到了现在这个情况 你还在信口雌黄 爸爸 等一等 我有话要单独和他说 扶青青推了推身旁的父亲 柔弱又坚定 我有些话 想单独问一下他 我想和他去会议室 单独和他讲谈一下 可 爸爸 求你了 女儿一红眼 扶盛哪里还有不同意的 他点头 行 我们先去外面 你有任何问题 就马上喊我 周围的人一走 扶青青娇滴滴的表情 立马消失不见 他冷眼瞪着沉落 挖苦 现在感受怎么样 要是你当初愿意顺着本小姐 又怎么可能会遭遇现在这种情况 接下球的滋味 不好受吧 眉头高高挑起 戴着口罩 也掩盖不住 浑身散发的跋扈气息 和刚刚的柔弱无一对比 非常明显 现在跪下给我道歉 我可以考虑 让我爸爸原谅你 第267章 一个电话 乖青青 你们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扶胜敲了敲门 语气紧张 他自己的宝贵闺女 在里面被陈洛给欺负了 直接推开门走进来 扶青青调整语气 爸爸 我没事 没事也不能和他多待 爸爸要进来了 冷眼逆着沉落 扶胜厌恶到极致 爸爸真是搞不懂 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多废话 反正他是一个杀人犯 咱们按照规定 把他送进去改造不就可以了 说到杀人犯三个字时 语气森冷 自己的女儿 差点被陈洛害死 扶胜恨不得把陈洛千刀万剐 罪魁祸首 陈洛饶有趣味地 看着同仇敌开的父女俩 颠倒黑白 可算是让他们玩明白了 他敲敲桌子 这位先生 我先不纠正你的错误用词 麻烦你把手机借给我打个电话 我现在非常需要联系一个人 联系人 扶胜嗓门极大 跳脚 你以为到了现在这个情况 还有人能够保你 欺负我女儿 还指望我借你手机 扶先生 我觉得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最好先考虑一下 我要联系谁 你就是联系 天王老子也没用 是吗 联系福国豪也没有用吗 陈洛语气散漫 内容却一下子让扶胜晋升 表情一个不可弧度扭曲 男人诧异 你认识我父亲 前脚说到天王老子 后脚怎么就提到了他的老子 扶胜心脏狠狠提起 浓浓的不可置信充斥在其中 这个年轻人 怎么会认识自己的父亲 下一秒 他直接笑出声 年轻人 你平常是不是经常关注新闻 居然还知道我父亲他老人家的名字 看来你了解挺多 不过 就算知道又怎么样 你欺负我福家人 还指望向我父亲求情取得原谅 真是脑子傻了 福胜眼神轻蔑 父亲 没有更加生气 都是这小子幸运 陈洛似笑非笑 是不是 你把手机给我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半天不给我 是怕被父亲知道了 要揍你 哼 简直是笑话 男人把手机递过去 来来来 你别看我的通讯录 你有本事 打出我父亲的电话 陈洛恍若未闻 手指轻敲 很快敲下一串号码 喂 小盛 什么事 电话那边 老人声音磁合 福先生 你好 许久不见 我是陈洛 陈洛语气悠然自得 仿佛正在和一个年轻的朋友闲聊 一点都不像是面对一个历经世事 饱含权威的老人 对面 福老语气沉了沉 你是谁 年轻人 我儿子呢 福家 听见陌生的声音 福老坐直身子 陈洛是谁 他的名字和声音 为什么这么耳熟 福先生 看来你记不清我的身份了 如我带你回忆一下 你还记得一年前 曾经救过你的人吗 下一秒 手机中传来水杯打翻的惊响 福老的傲慢消失不见 取之而带的是 满满的尊敬 和不可思议 饱经风波的老人 声音发颤 是 是您 那个年纪轻轻 以一己之力 救了他的年轻人 那个年龄只是他孙辈 但是职位 比他还高的年轻人 他怎么会给自己打电话 怎么还会用儿子的手机 给自己打电话 福老斟酌着语气 陈先生 请问 你和孽子 是发生什么纠纷了吗 此时的他 心惊肉跳 陈洛会找他 肯定是有什么要警示 不会是他的孽障儿子 把人得罪了吧 你可能得先了解一下 你儿子具体都做了些什么 陈洛语气玩味 我现在都被他弄进警局来了 开口闭口就说 我毁了你福家千金的脸 好大一口锅啊 好人没好报 这句古话 用在现在的他身上 可谓是十分合适 他真的把福青青踹火坑里 说不定就没现在的事情了 陈洛轻飘飘的语气落在福老口中 苍老的身躯都跟着颤抖 福尚 他这个儿子 在外面做了什么蠢事 陈先生 他被我宠坏了 不是很懂事 如果他冒犯了您 还请您千万不要和他计较 我一定会狠狠教训他的 陈先生 请您相信我 现在是他要欺负我 福老先生 我可什么都没对他和他的好女儿做 陈洛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末了 疑惑 福先生 你真的有认真教育 你儿子和孙女吗 换句话说 你福家家教真的没问题吗 一把年纪面对这句话 无异于于在打福老的脸 他表情都僵了 陈先生 我替我儿子向你道歉 福盛和福晴卿 像是欣赏动物园的猴子一般 看着陈洛 每一句话 都让两人嘴角的嘲讽笑意 更深一层 装得这么像 怎么不当演员呢 我把电话给他 你和他仔细聊聊 陈洛伸手 把电话递到福盛面前去 撇了电话号码一眼 福盛笑出声来 这根本就不是我父亲的电话 你糊弄三岁小孩呢 他接过 手指利落的挂断电话 一双眼冰冷地注视着陈洛 骂道 到了现在这个关头 你居然还敢自导自演来骗我 陈洛 我会让你知道 得罪福家的下场 另一边 福老准备好的置画 通通卡在嘴边 电话已经被挂断 联想起自家儿子的话 他气到眉毛 几乎都要飞起来 陈洛联系他的时候 用的并不是他和儿子之间 联系的电话号码 这个孽障 连他的声音都不听一下 看了一眼 就觉得陈洛在撒谎吗 无知 福青青在一边搭枪 陈洛 你是不是傻 我爷爷是什么人 也是你这种人 能联系到的吗 找办法 也不找个实际的 你可真是光长脑子不长个 是个十足十的蠢货 哼 不管他怎么找 欺负我的女儿 谁来都不好使 福盛霸气发声 父女两人一唱一和 把陈洛 贬到了泥里 情绪太愤慨 以至于福盛看见 手机屏幕正在显示的来电时 都整整晚了十几秒 福老的笑意一瞬间凝固 不懈的情绪上不来下去步 积压在胸腔 狠狠堵住 他擦擦眼 确认来电人和来电号码后 好半天才按下接听键 第268章 惹不起 福盛 你在外面干些什么 老人暴怒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没开免提的情况下 都能在小小的会议室中 清晰响起 福盛被吼得一愣 吓一秒 惊恐地瞪大眼 真的是他爸 说话呀 你哑巴了吗 说 你到底是怎么得罪陈洛的 连我都要理让三分的人 你怎么这么放肆 福老的怒火 毫不压制 血脉压制下 福盛心脏狂颤 抢笑 父 父亲 您真的没有认错人吗 这个陈洛 可是害得勤勤 我不管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女儿 和她发生了什么 福盛 你只需要知道 得罪了她 我们整个福家都晚了 经历过世事风雨 福老的嗓音 不怒自威 说出的话 更是让人不敢怀疑其中的真假 他说福家会玩 是真的会玩 一番话 福盛心脏剧烈颤抖 在看陈洛时 先前的轻蔑 悉数消失不见 四面不透光的会议室 少年坐在椅子上 懒散地敲着二郎腿 剑眉斜飞 下面是一双不羁的眼眸 没有任何畏惧 身处在警局的会议室 对他而言 更像是在玩体验游戏 先前被怒气冲昏头脑 眼下再看 福盛才意识到 陈洛周身气度有多不凡 你 他斟酌着 在脑海想说辞 陈洛双腿一收 抬起下巴 你父亲都给你讲清楚了吧 福盛隐约听见他的声音 忙敲打道 我不管你怎么做 必须得把他给我哄好了 连我都要尊敬对待的人 谁给你的胆子对付他的 现在立刻马上 给我仔细地把他送回去 你要是敢让他不满意 休想我再认你 爸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福盛憋着一口气 回答 福盛亲眼珠子转了转 虽然没听清楚 自家爷爷具体说了什么 但是照现在这个情况 陈洛是不能动了吗 他扯扯福盛的袖子 娇气道 爸爸 眼里一刹那涌出泪水 委屈巴巴的 你和爷爷说了什么 你们现在都不为我做主了吗 勤勤乖 福盛心在滴血 这是你爷爷的命令 他强忍内心不甘 将笑着面对陈洛 陈先生 我现在就安排车送你回去 看起来再人母狗样又怎么样 居然敢欺负他的女儿 现在他还不能把他怎么样 车 陈洛挑眉 嫌弃道 那玩意儿 谁喜欢做 转来转去 头都要给转晕了 本少爷从前出门 可都是坐直升飞机的 凭你们福家的本事 给我找一架直升飞机 应该不算什么难事吧 虽然不算什么难事 但是调动一台直升飞机 过程可也有一番繁琐 何况宋陈洛 顶多只送个十来公里的距离 福盛深吸一口气 把打他一顿的心情压下去 不算难题 我这就想办法 爸爸 福晴晴傻眼 都破阴了 你现在要给这个欺负我的小人 找直升飞机吗 他差点害了我的命啊 你和爷爷就这么放任 别人欺负我吗 闭嘴 福盛呵斥道 你还让我闭嘴 福晴晴这回是真伤心了 他跺跺脚 委屈道 我讨厌你们 说完 直接跑了出去 福家 福晴晴一回来 直奔老爷子书房 嗓门跟机关枪一样 声音突突突的 爷爷 你知不知道 我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 你要放任欺负我的人 逍遥法外 你居然还让爸爸礼貌对待他 他可是害我毁容的罪人啊 你不是说 我是福家的小公主吗 这就是你对待我的方法 爷爷 我讨厌你 福晴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双眼委屈又可怜 福盛搭的是直升机 中途送了陈洛一趟 紧跟在福晴晴后面回到家 刚进别墅 就听见二楼传来的 撕心裂肺的质问 他赶紧走了上去 晴晴 怎么说话呢 瞥见福老铁青的脸 他连忙训斥 把女儿拉到一边 又装模作样的训了两句 爷爷是长辈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 我都是怎么教你的 福晴晴一个劲地呜呜哭 可是陈洛那么对我 你们都不为我做主 他生得漂亮 即使半张脸上的伤口还未结痂 现在眼眸蓄泪 打湿睫毛的状态 仍显得楚楚可怜 福盛心疼不已 附和了两句 爸爸 晴晴说的也有道理 那个陈洛属实是太过分了 晴晴可是咱们家的千金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福盛哼了一声 把目光落在自己孙女身上 福晴晴 你最好给我说清楚 陈洛到底有没有 想来只有自己不成器的孙女会撒谎 向来慈爱有家的老人 语气冷沉 记得福晴晴一个哆嗦 他眼神飘忽 爷爷 商场有监控 就算有火灾 我也能让专门的技术人员恢复 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 准备好的借口卡在嘴边 迎着福老犀利的目光 福晴晴心理素质属实 没有好到敢当面撒谎 他哭出声来 他没骗人又怎么样 我当时都说了 只要他愿意给我找一个毯子 我就能让他抱出去 可是他不干 要不是他 我的脸怎么会毁掉 事情真相被讲出来 福晴猛地转头 盯着女儿 差点气昏过去 你居然在骗我 福晴晴 你是疯了吗 那种危急情况 你不顾着你的小命 在那种细节上纠结 他千辛万苦养出来的女儿 怎么会这么傻 福晴缓了好久 才觉得自己气稍微顺了点 看着福晴晴那副样子 恨恨地转头 怕自己再给气过头 等年走福晴晴 房间只剩两人 福晴才开口 爸 你还没告诉我 那个陈洛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什么人能让您这么惊小身为 身为福家人 从小在权力颠端长大 他心目中 伟岸的父亲 怎么会如此在意一个年轻人 这个问题 让福老有些出神 浑浊的老眼 露出几分怅然的情绪 他啊 可是跺跺脚 今世的地都得震一震的人 随着福老讲完 福晴后辈 已经出了一层冷汗 他惊恐不已 止不住地拍胸口 还好有父亲这层关系在 不然 他今天非得把陈洛给得罪死 第268章 只有他能救他 福晴晴毁容的消息 在圈子里不进而走 作为福家大小姐 关注他的人不算少数 一时间 聚会讨论的热门话题 都变成福大小姐的脸 能不能恢复 福家 引来一个不速之客 福爷爷 我个人是非常崇敬您的 当初 我想和晴晴结婚 也是奔着离您更近的心思 但现在 晴晴已经毁容 不适合王家当家夫人的位置 所以 我是来退婚的 大厅 容貌俊雅的男人 语气温润 内容却是和外形两相静听的绝情 福晴晴躲在二楼一角 听着未婚夫的话 眼泪哗啦啦躺下 他难堪地捂着嘴 他自己哭出声来 这个未婚夫 他是很喜欢的 长得好 学历高 各方面都是一等一的好 能和他联姻 他高兴了好久 可现在 因为他的脸 他居然 福爷爷 麻烦您 同友的请求 晴晴是一个好姑娘 只是不再适合我 一句又一句 像是炖刀子割肉 全身上下撕裂般的痛 福晴晴双眼绝望 陈洛 都怪他 要是他愿意救他 他怎么可能毁容 眼里极恨翻滚 脑子里光想着 要怎么从陈洛身上报复回来 福晴晴连身边站着人都不知道 福晴叹息一口气 晴晴 那孩子都走了 你还蹲在这里做什么 别怪他 我们这种家族 确实是不能 福晴欲言又止 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 可他空有长相 没有别的才能 连姻也还算容易 现在连皮囊都坏了 还有哪个门当户对的家族 愿意娶他 豪门也是注意形象的 福晴晴丝毫不掩盖眼里恨意 爸爸 我没怪他 我知道他别无选择 可是陈洛不是 明明他可以救我的 要不是他 住口 福晴声音一下子冷了下来 他盯着他 目光是少有的严肃和警告 晴晴 以后不准再说他的坏话 爸爸 福晴晴不可置信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 地位比你爷爷还高 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招惹的 望着女儿失神的脸 福晴心里也在纠通 晴晴 你的脸已经这样 再想找到合适的联姻对象 恐怕不容易 你 等待你的 可能只有和小家族的人联姻了 和小家族的人联姻 福晴晴美眸眸的瞪大 充斥着不可置信 玫瑰色的唇 僵硬的扯了扯 他指着自己 声音尖锐 爸爸 你要我去和小家族的人联姻 去和那些我根本看不上的人联姻 爸爸 我是福家大小姐 你明明说过 好男人我挑选的 福晴晴盯着他 想从他脸上 找到他在说笑的痕迹 可是没有 福晴的脸色 无比认真 甚至因为女儿的注视 心虚的偏头不敢直视 他说的话 是真的 巨大的刺激下 福晴晴身子摇摇欲坠 情界 你别急啊 福晴心急 忙道 我不是说了 陈洛比你爷爷还厉害吗 只要你去找他 让他去给爷爷说情 你爷爷一定不会不听的 通过各种联系 福晴晴最终找到了 陈洛现在的住址 他站在公寓的大门口 蹲了好久 他立马拦住 陈洛 我有事要和你讲 他紧紧地扒住车门 怕他不给机会 不会打扰你很久的 给我一个机会吧 双手合十 眼神祈求 瓜子大的小脸 一双秋波动人的狐狸眼 皮肤白皙 若不是脸上的痕迹 绝对是个可人的美女 没有之前的跋扈 呈现出几分清纯 福晴姐 你这是 陈洛 求求你帮帮我 除了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能找谁了 福晴晴说着 心中生起浓浓的哀痛 双眼瞬间引起泪水 顺着脸颊滑下 陈洛一惊 福小姐 你注意一下你的表情 别人看见你这样 还以为我欺负你 给碎嘴的人 传到叛月尔中去 指不定又在小月心里 留下一个疙瘩 好好 我烧 福晴晴忙不迭点头 狠狠地把鼻涕吸回去 强忍着不掉泪 等他讲完福家发生的事情 眼巴巴望着陈洛 绝望痛苦 陈洛 我认识到我的错误了 当时我也不是真的想把你送进橘子里去 我其实只是想吓吓你 想让你给我道歉 当然 你完全不需要道歉 是我太大小姐脾气 居然想欺负你 你能不能原谅我 帮帮我 我不想被爷爷随便安排一个联姻对象 一番话 倒也算真挚 陈洛望着他 眼神晦暗不明 他悠悠道 福小姐 如果你是爱道歉的 我接受 如果你想让我改变你爷爷想法 那我爱莫能助 你是一个成年人 只要你不想嫁 谁能逼你 我严禁于此 再见 福晴晴联姻与否 是福家的家务事 人家长辈要决定的是 和他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位给他留下过心寒印象的大小姐 陈洛并没有那么多怜悯 福晴晴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庸人们正在慌慌张张地找什么东西 见到他都激动起来 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姐在这里 福晴晴一愣 下一秒 立即有庸人过来 缠着他往前走 大小姐 快去梳妆打扮吧 老爷子已经给你找好联姻对象 马上就要见面了 联姻对象 他剧烈挣扎起来 带去了本事最大的会所 西装革履的男人正在抽烟 有黑的手夹着烟头 一下又一下地送到口中 伴随着瞬息动作 眼角皱纹明显弯起 老男人 看起来像是四十岁了 这是福晴晴的第一印象 他一脸屈辱地走了进去 耿着脖子偏头不说话 是福小姐吧 方建国抖了抖手里的烟灰 见他一脸不甘 心下了然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心里有数 我有一个办法 只有你按照我说的做 我就主动去你家退婚 不让你跟着我 福晴晴眼睛亮了亮 什么办法 你认识陈洛吧 听说你们在火灾现场 发生了摩擦 所以他没救你出去 导致你脸不受伤 只要你去告诉媒体说 陈洛在火灾现场轻薄你 我就退婚 如何 方建国一脸自信 从容地注视着他 第270章 意外之喜 方建国的话 对福晴晴来说 有着十足的吸引力 他不想嫁给他 从头到脚 方建国没有一点配得上他的 可是 让他去诬陷陈洛 如果是前几天的他 可能真的会立马答应 可现在 他清醒了 爸爸和爷爷都说 陈洛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他就算去诬陷他 又能怎么样 说不定 还会让整个家族跟着陪葬 而且 他当初到底是想救他的 福晴晴摇头 轻声道 不要 方建国淡然的神色一变 瞪着面前看起来柔弱的女人 滔滔耳朵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不要 福晴晴吼了回去 我不想诬陷他 操 给脸不要脸 方建国被吼得一愣 气性上来 扬起手一巴掌招呼过去 脸上涂着的厚粉 被打掉一层 里面的疤痕暴露在空气中 猙獰可怕 方建国嫌恶地插手 你以为你是谁 长得一副衰样 有什么资格挑三减四 老子给你选择的余地你不要 就别怪老子折腾思念 福晴晴捂着脸 眼神惊诧又恐惧 千娇万宠地被养大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打 还是他的 相亲对象 福晴晴心里一凉 无边的苍凉感 席卷全身 没了那层美貌 他的结婚对象 只能是这种人了吗 福家发生的事情 和陈洛没有半毛钱关系 福晴晴有多心酸和无奈 他更不在乎 忙碌着公司的事情 每天处理各种文件 洽谈各种合作 生活充实的不得了 陈兴发展越来越好 曾经冉冉升起的星星 已经可以和月亮争议争光辉 公司也有了越来越多艺人 长兵哥哥 出来见一见我吧 我千里迢迢过来 就是想看看你 求求你了 长兵哥哥 有狂热的女粉丝 在楼下拉了个横幅 上面写着自家爱豆的名字 正在声嘶力竭地呼喊 保安们在一边拦着他们 真的不能进 他今天不在公司 艺人们行程那么忙 经常不在公司的 那我们就在门口等 他总会回来的 哎呦 这也不可以啊 这是公司大门口 哪里允许你们一直逗留 保安和他们正在发生拉锯战 陈洛路过时 眉头微不可查地骤起 大部分的艺人 都会有一些狂热的粉丝 人一旦聚集起来 这些天天葛优堂的保安 应付得了吗 陈洛心里 产生一股浓浓的危机感 宫地 一个身材较为矮小的男人 正推着满车的水泥 慢慢地往前走 等他送完这一车水泥 疲惫地垂垂右腿 脸上闪过痛色 赵阳 你怎么又停下了 一道不满的声音响起 包工头模样的男人叼着烟 眼里十分不满 一天天就知道休息 活都干了吗你 冯公 我已经干了半天了 这才来谢谢久来 赵阳讨好的笑笑 是吗 男人横眉竖眼 你瞅瞅你这样 能不能上点线 小心我扣你工钱 工钱 提到这个 他小心翼翼地 打亮着面前的包工头 斟酌语气 冯公 上个月的工资 还没有结给我呢 一月工资七千 按理来说 应该八号发的 眼下 已经十八号了 赵阳搓搓手 哥 我妈年纪大了 毛病又多 每个月光吃药 就要花上好大一笔钱 能不能求你行行好 先把工钱结给我 钱钱钱 你脑子就只有钱吗 就你这点工作效率 像什么话 赵阳被骂得一愣 哥 我承认我走得慢 可是我力气大 别人要花两三次 才能推过来的东西 我一次都可以了 算下来 我比他们效率还高 包工头眼里闪过心虚 我年底才能拿到钱 到时候一病给你 别给我做出这副 要死不活的样子 不行啊 我妈还病着呢 赵阳拦着他 急得脸上全是汗 你话怎么那么多 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吵死了 男人扶过他的手 眼神凶横 说完 就要跨过他往另一边走 赵阳拦着他 心里着急 哥 行行好 年底年底 你是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包工头也冒了火 直接叫人过来 把赵阳拉开 哥 打一顿丢出去 吵死了 赵阳恐有力气 腿却不灵敏 一群人围着他 即使有不错的格斗技术 仍然狼狈地挨了好几拳 他被人丢出工地 钱还没拿到 身上还多了几处伤 赵阳迷茫地站在原地 心口空得厉害 浑身隐满悲凉 妈 对不起 他抱着头 难过地哭出声来 眼下没钱 他该怎么办 陈洛路过时 恰巧看见男人 男子汉大丈夫 哭什么哭 陈洛恰巧路过 见他哭得伤心 走了过来 少年轻飘飘的话语 落在赵阳耳中 他只觉刺耳至极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没有工作 没有钱的感觉吗 他都过得这么苦了 陈洛看着他 发出邀请 我最近要成立一个安保公司 你有没有兴趣 男人一愣 都不哭了 你说什么 我要成立安保公司 刚刚看见你打斗 感觉你力道还不错 要不是人多 肯定能打过他们 来我公司吧 给你一万二一月的工资 陈洛刚刚一直在观察男人 如果不是腿有问题 男人绝对能解决那十来个公投 眼下诚心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怕保安应付不了粉丝 成立一个安保公司 心里才有保障 男人双眼发亮 好 我干 他站起身 看着陈洛有些局促 其实 我之前是个当兵的 实力还不错 可惜 后来腿里卡了蛋片 是吗 陈洛眼睛一亮 想不到还有这等意外之喜 我等会 就给你找个医生 陈洛效率飞快 第二天就安排好医生 来给赵洋查看腿伤 医生长相平平无奇 乍一看 普普通通 赵洋却差点从椅子上跳下来 他腿伤后 自己也在四处寻找名医 自然清楚 现在身前这位 可是传说中的骨科 胜手欧阳涛 享誉国际 名声极大 说是神医也不为过 连他的徒弟 出场费都是百万起步 第二百七十一章 绝无二星 手术的时间 比赵洋以为的 要快上许多 在睁开眼时 腿部阵阵火热 和曾经那种提不起劲 美丽的感觉 明显不同 赵洋伸出手 颤抖地 抚摸着左腿的膝盖 不知幻想过多少次的场景 终于化为现实 赵洋整个人处于极度兴奋中 一时竟不知 该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为了这双腿 他求了那么多人 花了那么多钱 如今 可算是好了 怎么样 感觉还好吗 陈洋的声音 在他耳旁响起 少年看着赵洋 眼里生出笑意 很是感激 他专门调查了一下 赵洋的为人和过去 说实话 是一个不得多得的人才 如果不是腿受伤 绝对是一个优秀的特种兵 因为看中他的实力 他在找医生这方面 也毫不含糊 直接请来骨科胜手欧阳涛 赵洋激动地点头 好多了 谢谢陈总 如果不是遇见陈洋 他现在恐怕还在和那个包工头 苦苦纠缠 哀求他给自己工资吧 是陈总给了他心声 赵洋激目地看着陈洋 语气赤诚 陈总 您放心 我赵洋绝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 我一定会跟着你好好干的 这话 发自肺腑 现在的感恩 全都发自内心 不掺一点水分 可陈洋要的 不止如此 他笑意深长 既然你好了 不如我们挑个空 出去比试一下 我也很想领教一下特种兵的身手 陈总 赵洋一惊 慌忙道 我是一个粗人 怎么能和你比试 他力气大 几百斤大水泥说杯就杯 要是把面前这个 丝丝纹纹的恩人给撂倒了 他可就变成了大大的罪人 不瞒您说 我以前在军营 树叶有专攻 动脑子的事情 我可能不太擅长 但是 陈总 你以后让我上刀山下火海 我定不会推辞 陈洋摇头 我知道你实力强 但我也不弱 放心好了 就算出事 我也不会怪在你身上 陈洋眼神极为认真 打量着面前这个充满感激的年轻人 他并没有完全相信他对方的话 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确实是真心的 可是之后呢 随着他在自己手底下干得越来越久 他面临的世界越来越广阔 那点感恩 也会随着时间渐渐消散 尤其是他实力还不弱 心中自有一番傲己 如果他不能让他幸福 他心中自然不会有足够的臣服感 干活的时候 难免轻视他这个老板 既如此 还不如趁开始 就让对方心服口服 这这 赵阳还想继续推辞 在陈洛认真的眼神下 最终点了点头 拳击管 两人相对站 时间不过半日 赵阳的精神面貌已经截然不同 先前脸上的沧桑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朝气 浑身洋溢着对未来的期待 站在陈洛对面 感受到腿部传来的有力感 赵阳心里感激的同时 也在思考等会要怎么做 才能控制好自己的力道 让自己等会既能赢了陈洛 让他看见自己的实力 也能不伤到对方 陈洛摆好姿势 来吧 好的 陈总 赵阳举起拳头 眼神认真 他仰起手 试图牵制住陈洛的两个手腕 陈洛侧身一躲 速度极快 恍若鬼魅 赵阳稍愣 这个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他的老板 全是练甲子嘛 走神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陈洛语气悠悠 下一秒 一个肘鸡鸡在他腹部 赵阳捂住肚子 被连连击退两步 双眼发猛 这怎么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他不敢继续漫步惊心 开始认真起来 拳击手套落在人身上的声音 十分清晰 两人你来我往 都认真起来 等陈洛摸清了赵阳的套路 便已能预判他的行为 不过十个回合 赵阳直接被陈洛甩倒在地上 陈洛的拳头 在即将落在他脸上时 稳稳停下 陈洛松手 马里起身 实力不错 不过还是得再练练 赵阳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陈总居然这么厉害 抬头仰望着面前的年轻人 脸上的神色 是比先前还要真挚的认真 他绝无二心 成功收到团队的 第一个得力干将 陈洛都多了几分活力 想不到路过施工区 还有这样的发现 那现在 他应该去哪里挖掘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人才 人才市场 人来人往 都是拿着简历 寻找工作的年轻人 和摊位上西装革履的人士 各种交谈声音不断 热闹得好像菜市场一般 陈洛漫步在其中 寻着记忆 往右前方的地方走 他记得 有个赫赫有名的雇佣兵 身体受伤后 在这个人才市场沉浮了好久 才遇见慧眼识珠的贵人 眼下 应该能让他遇见吧 越往那个方向走 交谈的内容 逐渐趋于一致 那个独眼龙又来了 拿着上次那个牌子呢 哈哈 他又来了吗 说起来也是好笑 一个扮瞎的人 想去应聘保安类工作就算了 居然还妄图要十万的月薪 这不是傻吗 谁不知道 打工人的普遍月薪 是五千呢 还十万 痴人说梦 顺着人群 指指点点的目光看过去 一个黑衣男人 坐在小板凳上 肥大的帽子遮住头 眼住他的脸 看不清具体模样 他的正前面 摆着一个木牌子 能当保镖 十万一月 少了不干 够简洁 怪异的是 男人一只眼戴着眼罩 只剩另一只好眼 他正垂头看着手机 看起来有几分阴郁 陈洛直奔他的方向走过去 怎么回事 那个人不会要去雇佣独眼吧 我觉得他是去看笑话的还差不多 这年头遇见这种奇葩 谁都会上去看两眼吧 随着一道阴影挡在身前 独眼才漫不经心地抬头 是想雇佣我吗 看你面膳 八万一个月好了 嗓音有些沙哑 与其漫不经心 目光清明 和阴遇到气质并不相同 可见 是有自己思考的 第272章 挑人的眼光 独眼说完就低下了头 继续浏览手机页面 手指一点一点 页面的五彩斑斓 看内容 正是潇潇乐 独眼自暴自弃地想着 反正这个人 估计也只是过来问一问过个嘴影的 先都得考虑一下吧 说实话 我一直觉得 他有精神病 天天来人才市场坐两个钟 又没人顾他 价格还那么奇葩 那你可得小声点 精神病杀人不算犯法的 四周 各种讨论的声音不断响着 对于独眼男人的行为 每个人都表示不理解 觉得他异想天开 就在众人以为陈洛要走开时 少年轻飘飘的嗓音 却犹如平地惊雷 八万太少了 你这样的人才 十万我还是付得起 于霄猛地抬头 震惊地看着陈洛 你说的是真的 因为激动 说话甚至还有些结巴 自然是真的 陈洛点头 想遇国际的雇佣兵 就算是没了一只眼 实力也比普通人要强吧 一百万一个月都算是他赚 何况只是十万 起来吧 我带你去我的公司 于霄和赵阳两人身边 也认识不少兄弟 个个都有着相似的遭遇 明明实力不弱 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在最底层奔波 陈洛问他们 有没有推荐的人 他们立即将自己的这些兄弟介绍出来 陈洛将他们全部收入囊下 带回快播 他要组建一个小安保团队的消息散开 在快播引起不小的轰动 随着安保团队的众人 早上在楼下集合 探头看热闹的众人都傻眼了 有人走路不是特别利索 有人手骨形状奇怪 看起来像是骨头有毛病 引起错误 甚至还有人眼瞎了一个 最关键的是 一个个长得还凶 一点都不和善 谁家安保团队是这个样子的 一时间 集团内部议论纷纷 就连快播的几个股东 看见这场景都集体撇嘴 陈总 你要是想组一个质量不错的安保团队 我认识安保公司的人 叫他们给你派一个不就好了 就是 这些人看起来歪瓜裂枣的 还特别像贫民窟那些 无所事事的混混 哪里像是能保护公司的样子 就是 陈洛从办公室走出来时 两个股东凑过来 在他耳边叽叽喳喳地说着 前面的话 陈洛不是不能理解 到了后面 他脸色一正 又怎么样 你不能因为这个 看不起人 哎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 话没讲完完 陈洛已经从他身边走开 安保团队不需要陈洛亲自打理 赵阳和于霄两人都是一把好手 管着各自带来的弟兄 给他们进行专业的训练 随着他们的训练开始 众人眼里的散漫 才开始收起 于霄等人 全是练家子 力气大 实力强 一用力 浑身肌肉膨胀 尤为显眼 比那些健身房练出来的 不知道仅至多少倍 尤其是那个独眼的 居然能举起相当他身体一半粗的木头 简直就是大力士 我去 他们这么猛的吗 帅啊 一时间 八卦的众人看陈洛的眼神 又不一样了 他们小陈总 这哪里是眼光不行 这分泌是太行了 一堆看起来那么不正经的人 实力居然这么凶悍 他们陈总挑人的眼光 真是嘎嘎好 尤其是那个涉及安保公司的股东 最为惊讶 他不是没见过厉害的保镖 可是 和陈洛找出来的这个团队 简直是天差地别 小小保镖 真的能有这个实力吗 生活有了动力后 于潇等人热血沸腾 训练的时候 停都不带停 尤其是赵阳 恨不得立马让身体素质 重回巅峰时刻 陈洛走过去 看见现场热火朝天的场面 眼里生气满意 嗯 不错 他小小自恋了一把 不愧是他找出来的人 以后做大做强 直接开一家安保公司 不仅能用去晨星 还能和其他娱乐公司 和一人洽谈生意 让这批元老当教练 一定能给他带来新的商机 于潇注意到他 连忙停下手里的动作 他激动道 兄弟们 陈总来了 一时间 训练场所有人都停止 手中正在进行的动作 好奇地打量着他们的新老板 长得挺小白脸的 这是他们的第一想法 虽然陈洛并不算白 但是一身西装 看起来温文尔雅 这副样子 看起来肩不能扛 和他们 简直是两个极差 陈洛冲他们扬起笑容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新老板 陈洛 刚刚我看了你们的训练 很精彩 很厉害 给你们每人先发个五万 当做新人礼物如何 和 五万 这笔数 绝不算是小钱 尤其是赵阳这些 在底层苦苦挣扎的人 他们或多或少 身上有点小毛病 所以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能干苦力 可是干苦力多辛苦啊 常常面临被包工头欺压 钱还来的不稳定的困境 吃够了钱带来的苦难 才知道 有钱是多么重要的东西 也知道 对于资本家们来说 宁愿自己拿去扔了 也不见得愿意给底下员工 眼下 他们的新老板 居然一上来就说 愿意给五万块钱 当即 就有人热泪盈眶 这一刻 他们心里最后一点 犹豫也消失了 能跟着一个这么好的老板 就算没有工资 他们也心甘情愿 陈总 我一定好好跟着你干 我也是 陈总 我一定会快步 安钱马后 赵阳也难掩激动 说实话 他家正缺钱 老母亲生病 还需要吃药 他是想找陈诺 预支工资的 但陈诺 已经帮他治好腿 他实在是开不下那个口 眼下 他的困境也解除了 陈诺真是他的恩人 陈诺满意地看着他们的反应 肯定道 只要你们跟着我好好干 以后挣钱的机会只会更多 我说话算数 一定不会骗人 第273章 麻烦 王大发被抓进监狱 宜兴集团被陈诺半价收购 和王大发连新密切的公司 都受到不小波及 作为王大发的好兄弟 方建国这几天暴躁不堪 他的好兄弟都进局子了 陈诺为什么还过得这么好 可恶 他一拳砸在桌上 双眼凶狠 该死的陈诺 该死的贱人 不仅陈诺该死 那个拒绝 他提议的扶琴镜 也该死 脸都烂了的贱火 居然不听他的话 一起对付陈诺 要是娶了他 他一定把他往死里搞 方建国愤怒的声音 让一边站着的助理腿都颤了颤 方 方总 什么事 您不是让我关注快播吗 听说他们公司 最近要成立一个安保团队 以加强集团的安全情况 这这 我也不知道 算不算是快播集团的新消息 安保公司吗 方建国脸上闪过一抹狐疑 随即 神色渐渐放松起来 嘴角疼的出现争鸣笑诣 光想着靠舆论对付陈诺 他怎么忘了一些土方法呢 小方 我不是有个保镖团队吗 随便让队长挑几个实力一般的 去快播门口挑衅 和王大发一样 他也特别惜命 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方建国专门聘请了一个保镖团队 贴身保护他的安全 正好让他们去快播挑衅 快播 几个街溜子打扮的男人 悠悠地往门口方向走去 喂 你们是谁 想做什么 保安神色一紧 连忙走出保安亭 为首的人语气轻慢 听说你们快播 最近有了一个新的安保团队 我们兄弟几个 当然是想来见见世面 讨教切磋的 做派像极了曾经的黑社会混混 谁和你们切磋 赶紧滚 不然我就报警了 来都来了 还不应 这可是道上的规矩 你们快播居然搞特殊 连道上的规矩都不顾了 安保团队之间相互切磋的事情 确实是个不成文的规矩 保安脸色铁青 自知今天的事情 不会轻易结束 他深吸一口气 你们想做什么 当然 适合你切磋 彪子 你上 被叫做彪子的男人 鼠颜瞟了瞟保安 不屑道 就你这种老货 我两秒钟就撂倒了 你 保安怒了 握拳上前 常年训练的保镖 和葛优唐的保安 压根没有可比性 前后不过十几秒 就以保安倒倒下作为结尾 保安扭动了一下 痛得呲牙咧嘴 暗处 方建国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他乐的鼓掌 笑死我了 早该想到这个办法的 文明社会中待太久 居然忘了靠暴力 也能恶心对方 听说陈洛钊的保安团 对质量堪忧 光保安都这么好笑了 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会有多么滑稽 几人夸张地笑出声 哈哈哈哈 区区快播 不过如此吗 老货 你骨头没断吧 你们快播不会没人了吧 赶紧的 叫两个人能打得出来 陈总 顶楼的办公室 保安队队长气喘吁吁 有人来挑衅 我们保安都被打了 我已经让所有兄弟们集合 包括宁星招的那些人 今天来挑衅的 一看就是练家子 各个实力都不弱 不是他们普通保安 能够相比较的 只能靠陈洛星招来的那些人 可是 保安队长 语气有些担忧 陈总 宁星招的人伸手是不错 可是他们之前 都没有当过保安马 业务熟不熟啊 楼下好多人 他们又是星组的团队 我担心他们应付不了 你急什么 陈洛正站在窗口 威风轻浮 撩动他的发丝 像是处在一幅 眷勇悠长的画卷中 整个人宁静非常 不见一丝慌张 文言 陈洛转头白了他一眼 都四十来岁的人了 放轻松点 他去拍拍保安队长的肩 让兄弟们在后面待命 赵阳一个人上场就行 啥 保安队长瞪大眼 怀疑自己耳朵 是不是出问题了 让赵阳一个人上场 那么多人呢 让赵阳一个人上场 真的假的 陈总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陈洛不容置疑地打断 按我说的做 他不会输的 楼下的动静 他又不是没注意到 看那几个人的动作 实力并没有有多高 如果是保安 确实应付不了他们 但是赵阳 身为曾经军营中的一匹狼 实力绝对能碾压 他们所有人 注视着陈洛笃定的眼神 保安队长艰难点头 得 谁让人家是老板 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照做就是 你们快播 怎么还没来人啊 哎呦呦 不会是都太菜了 不好意思上场吧 真是羞人 这么大一个公司 连个能打的人都没有吗 亏你们快播 还好意思打广告说 只生产高级货 依我看 你们分明都是些垃圾货色 楼下 几个人不断蹦打 难听话不断输出 连路人 都有好奇看过来的 在标自己人闹腾的正雀跃时 一道魂厚的声音 插了进来 哪个小别孙在喷粪 赵阳走出来 灵力的眼神扫视过去 刀剑一般 让人战惊 经历过刀山血海的犀利眼神 视如山海 含着无限威压 赵阳不谢 原来是你们几个小别孙呢 呸 来 都上场 爷爷一个人 就能把你们打到满地找牙 说话的气势是足的 如果现在的赵阳 是鼎盛时期的他 一定能让人感到恐惧 可是 经过几年蹉跎 他的外形 已经不负曾经那么雄壮 被勾楼了些 脸在工地风吹日晒 也显得有几分苍老 给人的威慑力 自然就淡了许多 几人炸得被他的气势吓了一下 回过神来 都只觉搞笑 大爷 就你这样的 能有什么劲 就是你们快播是没人了吗 受不了 方建国注意着这里的一举一动 随着赵阳上场 毫不客气地吃笑 想不到还有这种好戏看 快播的脑残 你还是叫得能打的吧 为首的刀疤男冷嘲着 拿鼻孔对着赵阳 不然 赢了 你都胜之不武 第274章 碾压 孙子 你狗飞了这么久 是怕爷爷了吗 赵阳皮笑若不笑 来 爷爷该教训一下你了 他冲上前 一拳挥了出去 凌厉的拳头斜着风 呼呼地声响 叫人心脏发颤 他的拳头 直直地往人身上袭来 刀疤男赶紧伸手应对 碰 拳头和骨骼相互接触的声音 是那么清晰 骨头断裂的声音 更是清脆异常 男人被一股大力甩到 往后甩了鸡尼 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你 脸上的嚣张消失 浓浓的震惊和恐惧 笼罩在脸上 刀疤男震惊地盯着赵阳 收起眼中的清脉 刚刚那股力道 居然能把他震得这么远 这个男人还是人吗 光是蛮力 就已经如此强悍 而且 这个男人 还不止是有蛮力的样子 突发的场景 让现场静静了十几秒 兄弟们上 居然敢偷袭老大 弄死他 在场剩下的七人 训练有素地上前 围绕赵阳身体的薄弱地带 开始各种攻击 赵阳以一己之力 面对几人的攻击 全打肘击 每一招都十分具有攻击性 不过几下 在场的人 就已经七倒八歪 变得不成样子 哼 你们这些狗崽子 继续喷粪啊 咋的 怎么不说了 怕了吗 赵阳拍拍衣角 一番热身运动下来 身体内股消失许久的冲净 也冒了出来 他眼中 桀骜的色彩生腾着 汹涌热烈 这是属于他的战场 来啊 还有人要来 地上扭动的几人 脸上都戴上巨翼 文言 往后扭了扭 太强悍了 尤其是那个手镜 像是 能把人的脖子扭断一样 怎么会有那么恐怖的力道 这还是人吗 方建国也慌了 他是让人来对付快波的 不是让快波的人来 对付他的人的 现在成了这个情况 还搞个鬼 他赶紧拿出手机 喂 老黄 赶紧的 把你和兄弟们 带到快波来 是他的另一波保镖 也是他养着的王牌 个个都是他通过各种渠道 找来的好手 普通保镖不行 这些好手总能成功 盯着赵阳 方建国眼神极恨 想不到 陈洛居然能找到 这么有实力的人 他妈的 他当初为了凑齐 自己的保镖队伍 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 怎么陈洛 筹集他的队伍 就只需要花费这么几分钟 其貌不扬的男人 居然还这么厉害 地上几个人缓了几分钟 终于有力气爬起来 赵阳活动手腕 怎么样 你们还要不要再来一次 刀疤男脸色铁青 捂着肚子后退两步 他刚刚被一拳放倒 只挨了一拳 受的伤 算是几个人里面最轻的 面对赵阳的脸色 肚子仿佛更加痛了 嘟嘟 手机里有消息弹了出来 看了一眼内容 立即多了几分底气 直起腰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哼 有本事就在这里等等 我还有弟兄要来呢 有 那我拭目以待 赵阳不置可否 没等多久 一辆法拉利快速开了过来 为首的男人打开车门 压迫力极高 几乎一米九几 鹰鼻挺翘 应该是北方血统 男人一双眼冷沉沉地撇过去 见到自己这边几人的狼狈模样 先骂了一句 废物 嫌弃到极致 刀疤男被骂得脸色一僵 黄哥 我们 废物 高个男人重复一句 只是这一句 是正对着刀疤男说的 他眼睛朝天 连这个老东西都打不过 你们对得起老板给的工钱吗 方建国养了两拨人 一拨 是他们几个平常跟在身边当保镖的 另一拨 则是以高个男人为首的更精壮的队伍 用于进行某些特殊工作 比刀疤男等高了一个层次 所以 他看不起刀疤男这些小保镖 真是一群酒囊饭带 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高个男人眼神不屑 转身看向赵阳 他撇嘴 虽然 你能一个人打败他们 还算有两分本事 但是 我可不是他们这些废物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他身高还比赵阳要高一截 外形也更能打些 赵阳回忆冷笑 是吗 拭目以待 自信的高个男上场 两人对战开始 这一回 赵阳明显有些吃力 高个男脸色凶狠 见赵阳不像以为的那么好对付 加快手上的动作 不要命事地开始动手 赵阳表情变了变 这个应该是国外雇佣兵出身 不过 那又怎样 他实力也不弱 双方你来我往 赵阳那股血性 被狠狠激起 回忆着在军营穴道的东西 他下手丝毫不见手软 碰 高个男像刚刚到刀疤男一样 被狠狠甩出鸡蜜院 一招得胜 赵阳哈哈大笑 这就是你们的实力吗 就这点实力 也好意思说来踢管 我呸 我看你们真是有够不要脸的 高个男擦擦嘴角的血迹 被击败的现实 让他脸色乌青 想着周围那么多人 气到牙齿咬的鸽之响 兄弟们 一起上 四人训练有素 上前攻击着赵阳 都是一等一的实力 不像刚刚几人那么弱鸡 赵阳一开始轻松的脸色 也渐渐凝重起来 有人踢中他的腿 他微不可查地闷哼一声 是才取出弹药的那只腿 他的腿有问题 这个发现 让高个男几人 跟狗见到肉一样 一个个兴奋起来 几人交换眼色 开始指望他的腿部袭击 赵阳赤手空拳 在几个人的围攻下 变得硬接不暇 在其他人的掩护下 高个男背后偷袭 一脚踹在赵阳后腿上 力道很大 能听见骨头咔嚓的声音 他的腿 赵阳痛苦地叫了一声 捂着伤腿 难受地弯下腰 几人趁机 要继续打下去 一道充满怒意的声音 冷冷响起 住手 陈洛是赶下来的 一脚翻飞 盯着几个男人 脸上生出一抹争鸣笑意 我和你们打 他的出场 显然比赵阳还让人震惊 看起来像是 常坐在办公室的手 不能提的小白脸 居然主动上场 要和他们打 陈洛把赵阳扶到一边 见着自家下属脸上的痛苦之色 心中那股气氛越发浓郁 他死死地盯着在场的人 显然动了杀气 你们 一起上 我要和你们这些菜鸡一起打 居然敢欺负他的下属 还卑鄙得以多七手 他一定会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第275章 绑架 陈洛的话一出 赵阳眼眶立即就热了 他保持着先前的姿势 狼狈地瘫倒在地上 腿部的追星的 藤正告诉着他 刚刚经历了什么 可是看着自家老大站在身前 心口热热的 连那股疼都淡了许多 匆匆赶过来的于潇 听着陈洛的话 心脏一跳 忙道 陈总 就这么几个小楼了 怎么配得上 让你亲自出手 还是让我们来吧 他听赵阳说过 陈洛伸手了得 可是了得归了得 现在这群人可不像是手道义的 要是伤到了他们老板 可怎么办 就算是伤到手 也会影响老板给文件签名 于潇担心的话一出 赵阳也从感动的心情中 回过神来 他也开口劝说 是啊 陈总 就一群小楼了 怎么配得上您亲自出手 让我们安保团的人来就可以了 对面 高个男兵冷地注视着前方的一幕 冷笑 那个男的 你底下的人都说了 叫你下去 你就下去吧 就你这几斤肉 把你打瘸了 我们还负不起这个责呢 话一出 身旁几人适时发出夸张的爆笑 因为他们的讽刺 赵阳几人皆是怒目原睁 恨不得从他们身上撕下一层肉 被讽刺的当事人 却远比他们几人平静 少年眉眼锋利 是吗 那我就来讨教一下 你们几个 给我老老实实在一边站着 他吩咐下去 于小几人不敢轻举妄动 只敢在心里默默盘算等会陈洛 要是招架不住 他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上去 方建国呼吸灼热 一双眼死死盯着人群中的少年 他赶紧拿出手机给高个男发消息 弄死了 我负责 他的好哥们还在监狱 他即将到手的几百个亿突然就飞了 要不是因为陈洛 他怎么会有现在的狼狈 死了才好 看见消息后 高个男在看陈洛的眼神 杀气更浓 他给几个小弟使了个眼神 几人瞬间明白 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陈洛 陈洛准备好动作 迎接几人的袭击 陈洛招式精准 每一下都往几人的痛处袭击 现场的动静极快 随着拳头和肉的相互碰撞声 几人的动作不断变换 每一下都带着残影 看得人眼花缭乱 等陈洛停手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了一片 少年扶了扶一脚 狠踢了一脚 原先最为猖狂的高个男 刚刚就是他 往赵阳的腿踢了一脚 全场震惊 方建国的几个手下 被打傻了 还在哀悠叫唤疼痛 于小几人 第一次看见陈洛大显神通 感受到绝对实力带来的威压 太快了 也太强了 他们甚至都没有看清楚 具体的动作是什么样的 这些人就已经挨个躺在地上 动作那么精准 能一拳撂倒的 就绝不会再用第二拳 这是什么样的实力 帅啊 于小都在暗暗心惊 他也是经历过那么多心风血雨的 就算是鼎盛时期的他 和陈洛对打 超不过十个回合 就会被被打成肉泥吧 不 也许只需要五个回合 以为自己找到靠山 郑小人得知的刀疤男 也傻眼了 他还等着这几个人来为他报仇呢 怎么也被打趴下了 不是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吗 陈洛看向几个苟延残喘的人时 他们集体心脏发颤 一双犹如利剑般 散发森森寒气的眼神 直直地看向他们 灭道 怎么还不把你们老板请出来 陈洛招手 把对面那条街上的黑色路虎车车主 请过来 于小领命 方建国是被半压半逼的 请过来的 一张老脸 生出讨好笑意 哎哟 陈总 你怎么知道我在对面呢 好久不见啊 你刚刚不是一直在看我吗 陈洛懒得和他客套 直接开口讥讽 方总 你也该提升一下自己的眼光 把之前的地皮卖出去就算了 怎么连这么弱的人都招 你刚也看到了吧 两下就被我打得没还手之力 泽泽也太弱了 非常有灵性的 泽泽两声 陈洛还是最开始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平平静静说出这些话的效果 远比愤怒更有用 冷静自持的样子 好像在场的所有人 在他眼里都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 方建国的脸刷得黑了 他深吸一口气 陈总 我 知道 每一字都咬得极重 足以彰显他心里现在的怒火和难堪 他脸色难看异常 狠狠瞪了一眼底下 躺着的几个人 饶是陈洛还在场 他都是再是控制不住心里生疼的火气 愤愤骂出声 废物 他花了上千万养出来的东西 居然还比不上陈洛一个人 真是岂有此脸 他的心情 陈洛并不在意 只是淡淡地吩咐 方总 还是把你的人都带走吧 毕竟挺丢人的 方建国的脸 黑如锅底 经历过方建国这么一闹 陈洛对于手里这个安保团队 更加重视起来 本想着让于霄两人训练他们就好 可是连赵阳都抵不住那几人的联合攻击 总归是训了一筹 所幸 他自己制定了训练方式 什么 每天负重十公里 还要去专门的训练场 还要上格斗课程 一群人拿着手里的具体训练日程表 都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陈总 这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是啊 每天要做这么多东西吗 我们的身体 也不能一蹴而就 完成这么多任务啊 就连于霄都表情紧了紧 陈总 我们不是怕苦 只是 不能循序渐进吗 他应该是能适应的 可是其他兄弟就不一定了 训练也是禁忌拔苗助长的 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每个人训练方式都不同 针对你们的不同情况 我有做微调 从今天开始 就按照这个新的训练方式 开始训练 敢偷懒的 通通开除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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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一天训练下来 有人开始吃不消 各种抱怨的声音络绎不绝 第276章 熟人 但是随着众人严格按照计划表训练 不过一周的时间 都开始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变化 原先总是会迟缓一点的反应力变快了 速度和耐力比之前有了明显提升 甚至有些暗病都没那么折磨人 觉得陈洛训练方式不合理的人 统统闭上嘴 又一次对陈洛的实力感到深深震惊 不仅自己实力高强 连给别人培训都做得这么好 还有什么是他们陈总做不出来的吗 江洪是下出血的经纪人 陪着他来到片场拍戏 结果自家一人说是去上厕所 却一个钟还没回来 正急到处找人时 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喂 初雪 你在哪里 对面很安静 只有素素的怪异声音 江洪皱眉 心下觉得奇怪 正想再问问他 女人惊恐的尖叫声先一步响起 洪姐 救我 是下出血 洪姐 救救我 我好害怕 此时距离片场几公里的郊区 一个阴暗的农家小屋里 女人双臂被绳子紧紧绑住 白皙的皮肤被勒得通红 下出血双眼蓄着泪水 哭得楚楚可怜 迎面 一把刀子还在他面前比划 寒光闪烁 再贴近点就能划破他的皮肤 下出血真的好绝望 他只是在拍戏途中上了一个厕所 只是刚好助理有事没有陪他 就被这些人拐到这里来了 面前的男人戴着口罩 把手机从他嘴边挪开 阴侧侧的声音响起 听见这个小美人的声音了吗 嘖嘖 哭得好可怜啊 要是想救他 一个人带着一千万现金过来 不然我就把他的头 寄到你们片场去 男人冷冷的威胁 语气中的杀意如有实质 下出血身体哆嗦 在男人看过来时 往后面缩了缩 雪白的小脸上满是金句 一双眼像是受惊的小鹿 惊恐又无助 已经有男人开始咽唾沫 老大 能不能让我们先享受一下 我们还没玩过所谓的大明星呢 色眯眯的眼神落在下出血身上 充满不怀好意的打量 下出血眼中金句更甚 多了一层浓重的悲观 他不会交代在这里了吧 为首的男人露出同款眼神 要是没人来的话就先玩了再杀掉 好嘞 江红他还没来得及回话 对面就直接挂断 娇滴滴的下出血 正落在几个壮汉手里 江红的心中生起各种担忧 六神无主之际 直接把电话打到陈诺那里 老大 这都一个钟了 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啊 是啊 要不我们还是先玩玩这个女人吧 几人不满的嘟囊 为首的男人也有些犹豫 下出血不安又慌乱 你们冷静一点 我经纪人筹钱也是需要时间的 再等等 他要是看我被你们睡过 觉得我没价值 不属我了怎么办 嗓音发颤 不安到极致 下出血都快哭出来了 红剑 你怎么还不来啊 再不来 我就要完了 男人往他身边逼近 斜着一股臭味 充满逼迫感 下出血闭上眼 誓死如归 拖的 门口 汽车的引擎声响起 几人赶紧出门 少年高挑瘦靴 长得丝丝纹纹 看起来像是常待在办公室待的白脸 陈诺直奔主题 下出血呢 你们把它怎么样了 小子 钱带来了吗 要是少了 我们可不会让你把人带走 陈诺推推手里的行李箱 声线冷沉 带来了 按照你们说的 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 放了下出血 哼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听着陈诺的声音 下出血心里无限的惊恐 终于淡了血 是陈诺 诺总居然亲自来救他 呜呜 陈诺又来救他于危难了 龙家小屋地狱偏僻 四周没有其他物舍 前是荒田 后是大山 陈诺往屋里看 只能看见下出血被绑在角落一处 旁边还有几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守着他 见下出血身体没出什么事 陈诺稍微松了口气 不是说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吗 现在该把人放了吧 看在钱的份上 男人脸上扬起笑意 行 行 我放 为首的男人主动进去把下出血提出来 谨慎地注视着陈诺 目光在看见陈诺手腕上的金色手表上 脑子里某根筋突然就灵敏了 你戴的是卡蒂亚 手腕上水蓝色的表颜色梦幻 像是一望无垠的海洋 泛着盈盈的光 陈诺动作一顿 这个表价值一千万 这个绑匪居然识货的吗 看来老子还是收敛了呀 对你们这些有钱人来说 区区一千万算得了什么 我该要一个亿的 男人冷笑一声 眼里贪婪光彩涌动 看着陈诺手里的表垂涎三尺 陈诺果断地把手表取下 如果你想要 我也可以把手表留下 我呸 谁他妈稀罕这么一块破表 我要你和这个女人互换 现在你给我当人质 我要一个亿才能放人 下出血一惊 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 老子只认钱 我削了你 小子 你干不干不干的话 我现在就把他傻了 让他换下出血吗 对于这点 陈诺嘴角生起诡异的弧度 他佯装为难 既然你非要这么做 我可以 只是你必须放了他 有陈诺在前 谁还愿意继续绑着下出血 三两下就把他放了 陈总 不要 下出血哭花了脸 为了我不值得的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员工 怎么值得骆总以身犯险 陈诺被绑着站在浓屋里 正在打量内部的构造 见没有藏着别的人 心里更轻松了些 他耐心地看着下出血 你现在赶紧去快拨 告诉于潇 我被绑了 让他想办法 快去 见下出血犹豫 陈诺加重语气 不然 你想害我死在这里吗 下出血被吼得一击零 当即上了陈诺的车 往快拨开去 喂 那娘们 我们这回要一个亿才成 男人大吼着 第275章 担心 碰 眼见下出血把车开远 陈诺一拳 砸在男人鼻梁鼓上 啊 老子给你脸了是吧 青年语气暴躁 打了一拳不够尽性 又一脚踹了过去 突然的变故 让现场的气氛 都僵制了几秒 下出血已经安全离开 不用担心 他在打斗途中 被几个绑匪捉住 陈诺下手便没了顾忌 挥一拳往男人身上砸去 很是暴力 还敢威胁老子 谁给你的脸 碰碰碰 陈诺心里积着一股玉气 把他们当成沙包般 一拳接着一拳坐过去 几人应接不暇 抵不住陈诺的攻击 挨又求饶 英雄 饶命啊 救命 快拨 下出血是一路飙车来的 气喘吁吁 你好 你们公司的余霄在吗 陈诺让我来找他 保安见他交集 带着他去了旁边的训练场 余霄 他以来 所有人都暂时停下手里的动作 好奇打量地看着他 下出血心里着急 余霄是哪位 陈诺等着我和你救命呢 啥 啥救命 余霄听见自己的名字 着急地走过来 猝不及防听见他的话 心里一咯噔 你说清楚 陈诺为什么等着我们去救命 你和我们陈总又是什么关系 下出血 简单地把事情解释一番 拉着余霄 急得额头全是汗 快 快和我去吧 那些绑匪简直不是人 要了一次钱 又要第二次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骆总的 他让我来找你 我们现在是拿钱过去 还是怎么办 听明白事情的全部经过 余霄和赵阳对视一眼 眼里出现同样的紧张 陈总的性格 绝对不会委屈求全 万一他和现场的绑匪打起来 就算陈总本领高强 但是万一 那些人手上有武器 或者其他东西呢 而且这个女人这么着急的样子 两人一左一右的 跟在下出血身边 紧急赶往现场 说 你们这伙人是怎么凑在一起的 干过多少次违法的事情 陈诺蹲在一个男人身前 手上揪着对方的衣领子 语气凶狠 角色直接调转 男人哀忧叫唤 就干过那么几次啊 不多的 我们也是没办法 要是有别的选择 肯定不会来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男人叫得可怜 真的 求求你相信我 别打了别打了 我刚刚也没对那个女人做什么的 苦苦哀求的声音 好像她才是那个被欺负的人 下出血惊魂未定 紧赶慢赶 生怕陈诺受到伤害 结果刚到 就看见这副酷似霸凌的场景 她呆呆地看着陈诺 紧张的心情秃得放松下来 各种情绪一下子堵在胸腔 上不来下不去 青年蹲在昏暗的农家小屋 明明是脏乱的环境 她却不染尘埃 连做出这种凶狠表情的时候 都显得优雅淡然 不见一丝粗鲁 见门口等动静 陈诺偏头 望见几人 终于松开手里的衣领 任由男人的脑袋 砰地砸在地上 居然来得这么快 陈诺有些意外 她还想给夏出雪发个短信 让她别着急了呢 结果下一秒 人家就出现在她面前 夏姐 你怎么还想哭啊 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陈诺有些鱿鱼 怎么 关心我啊 夏出雪撑了她一眼 慌忙擦泪 一路担心陈诺出事 她开车直接开到最高速度 现在那骨径没了 回忆刚当的速度 腿都是软的 你真的吓死我了 陈诺感到好笑 这有什么好笑的 是啊 这有什么好笑的 夏出雪吸吸鼻子 表情忧怨 她真傻 居然猜不到陆总那么说 只是为了让她赶紧走 不要耽搁他 陈诺转头看向另外两人 你们两个呢 你们不是知道我武力还不错吗 难道也担心我吗 于霄两人 不好意思的对视一眼 可 骆总 你是不知道 这位女士赶过来的时候 有多着急 我都忘了 你实力比我们强 对付几个绑匪 跟在不在话下 是啊 对了 报警没 哦 我这就报 夏出雪说道 正想在原地等待警察到来 风风火火的轰鸣声 先一步响起 一杆人手持狼牙棒等物件冲下来 小王 我们来支援你了 整整三辆车 十个男人走了下来 甚至有人手里持着枪支 危险肃母 看见异类的陈诺几人 站在最前面的人表情凶恶 妈的 敢欺负我们兄弟 弄死你 原先在地上瘫倒的几个绑匪 见到帮手终于来了 从地上爬起来 一个个指着陈诺 愤怒地开口 哥 打他 就是这个刚刚最窜 打他打他 弄死他 几人激动地叫嚣 一时连身体的疼痛都忘记了 恨不得现在就看见陈诺被打的样子 赶过来的几个绑匪团伙 不负众望地往陈诺那里袭击 不过 还没碰到陈诺的衣服 赵阳两人就在他身边 把每一双试图碰到陈诺的手脚 统统挡开 有人见情况不对 打算使用枪支 被猛冲上前的陈诺 夺走手里的武器 几拳打晕过去 剩下的 不用陈诺动手 赵瑜两人配合完美 不过须逾于 现场七七八八倒下一整片 下出雪 目瞪口呆 他拍过武打戏 看过武术演员强劲的功法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现实里 看到有人这么生猛 面对这么多人毫不怯场 动手狠辣 等停止时 他还呆呆回不过神 于霄两人 近乎妖功般望着陈诺 陈总 我们表现怎么样 好 非常好 陈诺急于肯定 刚刚观察他们的手法 和前几天比起来 是有一番进步的 看来他给他们设计的训练方式 还算有用 警察赶过来时 看到的就是满地 没什么生息的绑匪 以及站得笔直的陈诺等人 双方完全不一样的对比 直接让人以为 站着的人才是那个绑匪 黑油油的手枪正对着他们 怒道 蹲下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说你们绑架了谁 陈诺 下出雪 余霄 在场四人 同时沉默了 下出雪举起手 是我抱的警 警官 他们不是坏人 这几个躺在地上的 才是真的坏人 第276章 身份 地方的绑匪 刚刚被打怕了 现在身体都还在痛 见到警察 跟见到家人一样 连忙爬过去 警察 救命啊 要打死人了 救命啊 他们打人打得好痛 一群人一压鬼叫 看起来可怜极了 警察眼里的蜜色浓了两分 举起手里的枪 你们还想欺负我华国的公民 陈诺 下出雪莲芒道 搞错了 搞错了 几位警官 大家搞错了 他们不是绑匪 躺在地上的人才是绑匪 他解释了好一番 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几个警察的眼神 从怀疑到震惊 再到佩服 年轻人 你们三人可真厉害 为首的警官竖起大拇指 感叹 打得好 这些败类 活该被打 光天化日 居然敢绑架他人 啊 当我们警察吃白饭的呀 他亮出手铐 把离他最近的绑匪烤住 立声 现在就跟我回警局 绑匪替四横流 去 我要去警局 去警局 也总比在这里被打强 警察一走 四人相视一笑 颇有些无奈 他们上了车 慢悠悠开回去 回想刚刚的几个绑匪 赵阳提议 陈总 我们是不是也该准备一些武器 手里没点衬手的东西 总觉得缺点什么 而且我们也容易受伤 于霄刚刚被打了一棍 虽然只是皮外伤 还是疼得难受 要是我手上有个东西 非得把他们打趴下 武器吗 陈诺眼神忧深 不知道想到些什么东西 半赏点头 行 他们要武器 下出雪来了精神 忙到 骆总 你们要是需要武器的话 我有一个叔叔 他有武器的渠道 你们要是想要的话 我可以把他联系方式推荐给你们 骆总帮了他这么多 他也想帮一帮他 要是叔叔给陈诺卖武器 他就去帮忙压架 下出雪跃跃欲试 陈诺摇了摇头 不用 下姐 我自己有办法 下出雪点头 不再多言 虽然自己没帮到陈诺 但是他能联系到的人 肯定比自己推荐的要更好 陈诺打开手机 发了个消息 对方很快回应 他直接道 去光明路吧 我们去那边把东西拿回去 啊 赵阳震惊 这么快的吗 他本来就在光明路有个仓库 我们现在自己过去提 还快一点 哦 等东西被抬上车 赵阳伸长了脖子瞅着 骆总 你买的是什么 那么多箱 是电机器 还是坚韧的长棍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陈诺拿出小刀 直接划开纸箱子的透明胶带 诺 这个你们应该喜欢 圆柱形的黑肠的东西 暴露在众人眼前 等全貌展现在众人眼前 现场发出各种惊呼声 枪 居然有枪 赵阳和都是在军营 或者雇佣兵训练营待过的人 对于这东西自然熟悉 可是他们的陈总 居然能给他们搞来枪 就连跟过来的下出雪 眼皮子都跳了跳 这么多枪支 如果是叔叔的话 肯定得谈两三天才 愿意给对方发过去 可 陈诺只是发了个消息 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 就有人愿意 让他来拿枪了吗 他的这个老板 到底有多少身份 等等 枪的底端 有一圈英语和数字 混在一起的编码 铜枪支是一个颜色 只是更深一些 看不太真切 可怎么像是以A为结尾的 陈总 我能拍一下吗 当然可以 下出雪走过去 拿起一起枪 细细端向了一回 越看越觉得熟悉 他打开手机 拍了张照片后 点开微信 发送在一个聊天框里 叔叔 这个枪支是哪里来的 看起来好熟悉 夏启明正谈完一个合作 疲惫地在车上闭目眼神 手机嘟嘟两声 看见是侄女发来的消息 他不太在意地点开 看清楚下出雪 发来的具体内容时 夏启明混沌的脑子 都清醒了几分 他坐直身子 小雪 你怎么拿着这个东西 里面有没有弹药 你小心点 夏出雪 叔叔 里面没弹药 我就是觉得他很熟悉 我之前不是给你看过 一批枪支的图片吗 里面就有他 是漂亮国的人设计的 设成很远 我这里有的货都不算多 你上哪里遇到的 很难拿 叔叔有的都不多 两句话 足够彰显这笔枪支的价值 手里的东西 瞬间变得更有重量 沉甸甸的 不仅之前 还稀有 他看了一眼陈洛 倒吸一口凉气 被震撼太多次 这次居然没有那么强的震惊感 洛总 真真不是普通人 安保团 赵阳两人 已经提前将陈洛 要带回一批武器的信息 告诉他们 一群小伙子吃过午饭 巴巴的望着门口 听说还是枪呢 他们都好久没有摸过真枪了 也不知道能有个几支 能不能轮到我摸一下 有人感叹一声 其他人纷纷附和 是啊 在华国搞把枪 实在是太难了 就算有证 都拿不到枪 也不知道 我们陈总能搞来什么样的 能有个三把真枪 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 毕竟 这里可是华国 管控那么严 想搞把枪 难度极高 几人互相讨论着 终于 等待已久的人 开着车回来 陈总 于哥 赵哥 一杆小伙子激动上前 个个伸长脖子 往他们身后看 看出他们的迫不及待 陈洛让人 把枪支分发下去 每个人都能分到一支后 还剩下几支 数量之多 一时间竟让人觉得 手里拿的不是珍贵的枪支 而是商店常见的玩具 再扣动两下 左看看右看看 看清楚手中枪支的编号后 现场跟炸开了锅一般 陈总 你怎么拿到它的 这可是漂亮国的 我之前有个兄弟 搞到了这把枪 还找我炫耀了好久 陈总 这些 得花多少钱啊 不仅要钱 想搞来这些东西 还需要钱 面前的年轻人 真的只是一个公司的老总吗 他们洛总给人的惊喜 未免太多了 第279章 送上岛 众人拿着新枪 一个个激动澎湃 恨不得现在 就是一世手里的新玩意 赵阳心里那股挑战欲 也升了起来 拿着手里的枪支 陈总会的东西那么多 想必枪支也不在话下吧 他之前在军营里面 也算是一个神枪手 要不要上去和洛总 比一比谁更厉害 旁边的眼神 实在是太狂热 于潇一眼看出他的想法 他好心道 老赵 你不会是 还想和陈总 比一比谁更厉害吧 我觉得 为了我们的自信心 还是不去比较好 赵阳固执道 我知道我武力没有陈总好 但是枪可说不一定了 好歹 他也是被战友称呼为 神枪手的人 你 于潇眼神无奈 你 祝你好运 反正丢脸的人不是他 也不知道 赵阳为什么这么执着于 去和陈总比试 依他看 陈总的实力 肯定超出他加上赵阳两人 赵阳直接冲上前 陈总 我们比一比谁的枪法更精准吧 语气非常激动 恨不得现在就开始上前 和陈洛开始比赛一番 四周 众人也因为他的声音侧目 比枪法吗 陈洛笑容莫变 好啊 射击管 一群人浩浩荡荡走过来 赵哥 你都那么久 没摸枪了 真的行吗 有和赵阳关系好的 好奇地问道 手里触感有些凉 圆滚的枪支被握在手心 赵阳整个人都精神两分 摸着枪 那股激荡的心情 就控制不住地出现在心头 自从沦落到工地 他手里握的东西 就只剩下三轮车的杆 哪里还有握枪的机会 眼下心里的激动 是任何东西都没办法媲美的 他重重地点头 我当然行 他可是他的朋友 他的伙伴 赵阳准备好 直接上阵 陈总 我要开始了 摆好姿势 赵阳准确地瞄准靶子 扣动扳机 子弹立即发射出去 碰碰碰 连续五声结束 现场响起机械播放声 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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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五个十环 现场 气氛轰动 都是知道射击含金量的人 赵阳的表现 属实让人感到震惊 这 四舍五入 算是神枪手级别的人物 迎着四周或羡慕 或惊叹的目光 赵阳骄傲的羊头 像是斗胜的攻击 陈诺眼中的欣赏 也没有丝毫掩饰 看来他还算是没有收错人 他拍拍对方的肩 以后 其他兄弟的射击训练 就交给你了 最好让他们都练得像你这么好 赵阳被夸得脸一红 他挠挠脑袋 骆总 没问题 话说 陈总都这么说了 是不是说明 陈总其实是不擅长设计的 那他主动找陈总比这个 不是仗着自己优势欺负人吗 赵阳心里生起几分心虚 正想着找话 让陈诺不用再用枪 青年已经举起了手枪 他站在那里 有风吹来 发丝都痒了痒 身上穿的 还是早上匆匆赶去营救下出雪的时候 穿的那件白衬衣 明明斯文儒雅的打扮 现在却多了许多杀气 举起枪的那一刻 商场上算无一策的年轻商业总裁 便为了凌厉果断的枪手 赵阳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目不转睛地盯着陈诺 随着陈诺机枪 现场发出同样的播报声 十环 同样也是五个十环 陈诺收起手 俊秀的脸有些意犹未尽 掂量着手里的枪 感觉不太衬手 这个枪的配置 还不是特别好 差了点什么 现场静谨了两秒 看见陈诺刚刚的表现 炸开了锅 陈总 你是怎么做到的 您怎么连射击都这么精准的 会做生意 武力之高 现在连射枪都这么帅 还让不让他们这些普通人火 也有人疑惑 既然都是五个十环 那不是说明 您和赵哥打成平手了吗 平手 陈诺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 是吗 你上去看看 我和他是不是设计在同样的地方 手下照做 冲上前去看 两个靶子 都是十环 但是 一个靶子有五个洞 另一个 只有一个洞 一个洞 过去看的那个人 呼吸灼热 您能不能教教我们 是怎么做的 您到底是怎么做到 拳打在一个洞里面的 陈总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偶像 两人的话一出 其他人也轰动了 其大家都拥上去 查看这个所谓的一个洞 赵阳挤开人群 凑上去 看清楚两个靶子的区别后 脸颊火辣辣地开始发痛 同时 比先前更深刻地 钦佩在心中生气 陈总 实非凡人 他心服口服 枪法的比拼结束 陈诺饶有趣味 赵阳 要不要后比点别的 啊 赵阳一愣 这 这就不需要了吧 打斗 打不过陈总 射击 也射不过陈总 再比别的 不是在给自己找点难堪吗 陈诺可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他 来吧 陪我去搏击馆 正好 让其他人也看看他的实力 免得生出不该有的疑心 赵阳 他一脸憋屈 搏击馆 换下白色衬衣 陈诺的身姿 这才完整地展现在众人眼前 被烈阳晒过的皮肤 呈现偏黑的颜色 风吹雨淋 有几分操感 又因为常年运动 他的身体肌肉饱满 上面还有几条纵横的吧 就算是站在一群肌肉男里 除去一张脸 陈诺和他们 也没有别的大差别 上一次单方面 被打的记忆还没忘记 赵阳觉得全身都痛得慌 他搓搓胳膊 陈总 要不你还是找于霄吧 于霄还没开口 赵阳带来的好兄弟 大咧咧道 赵哥 你不是说你体力嘎嘎好 一个人面对一个黑帮团体 都不在话下吗 于霄 是啊 你这么猛 当然应该你来和陈总比 赵阳 是啊 赵阳 看不起我 不想和我打吗 陈诺笑盈盈的 暗里藏着玄机 赵阳欲哭无泪 陈总 你这不是折杀我吗 你 接招吧 不给他继续废话的机会 陈诺直接出拳 赵阳狼狈迎接 下一秒 还没看清楚陈诺的动作 腿上就挨了一击 啊 赵阳熬得叫出声 陈诺下手不见手软 往他其他地方攻击过去 他像是逗弄小猫小狗一般 各种招式层出不穷 赵阳被打得东躲西跳 每回想认输 陈诺偏偏不给他机会 陈总 你饶了我吧 他再也不嘴见 去挑战陈诺了 其他人看着 心脏都颤了颤 则 惹谁都不能惹陈总啊 不然被打的人就是他们了 第280章 魔鬼训练 最终 以赵阳鼻青脸肿的下台结束 于霄幸灾乐祸 小猪生 让你非要证明自己 还要不要继续嘚瑟了 一天天对自己实力 没点清晰认知 非要去招惹陈总 被打了吧 滚 赵阳眼神忧怨 其他也凑上来 各个语气欠打 故意道 哎呦 赵哥 你可是我们这里 所有人和陈总接触最多的 这次陈总肯定记住你了 你应该高兴啊 就是 我们和陈辰总说话 都没来得及多说几句 但是你们都肉体接触了 赵阳一脚踩过去 气得脖子都红了 滚滚滚 一个个的 看他都这个样子了 居然还来嘲笑他 太欺负人了 陈诺身边也围着不少人 一个个虚心讨教着 陈总 你刚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能不能教一下我 有人请教 刚刚的出招问题 陈诺放慢动作 细心地掩饰了一番 对方悟性高 很快就看懂 其他人也有好奇的 陈总 我也想学 宁初招出的真快 是怎么练出来的 在生死关头突破极限 这就会成为你们的本能反应 陈诺解释 说完 他愣了愣 是啊 每一次突破极限 都是因为 他在生死关头中 面临生命威胁 千军一发的关头 才绝境风生 虽然让普通的训练 也能练出好的身体素质 但是和实战中 磨练出的本能反应 总归不太一样吧 陈诺眼睛 刷得亮了 所有人集合 他直接吩咐道 下午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进行秘密训练 小岛 一干人在陈诺的带领 下下了船 蔚蓝色天空一望无际 朵朵白云飘荡在天空中 松软的像是小孩手里的 岛屿上 树木繁密 虽然有些杂乱 盛在空气清新 陈总 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突然来到岛屿上 有人一边捡沙滩的贝壳 一边好奇发问 这些人神色平常 还没有预感即将到来的挑战 当然是想训练你们的应变能力 陈总 我们在岛屿上 这里又没有训练场 怎么训练 陈诺轻笑 双眼稍稍眯起 带着一些恶趣味 他指着前方一望无际的海洋 跨过海洋 游回去 画一出 享受空气的 捡贝壳的 拖鞋在地上乱踩的 全都安静了 他们刚刚从港口坐船过来 整整花了一个小时 陈总 要让他们游回去 陈总 使不得呀 会死人的 这里距离岸边那么远 杨流海域我们都不清楚 怎么游得回去 陈总 您是不是在开玩笑 陈诺摇头 淡定道 我从不开玩笑 你们今天的训练 就是想办法从这里回去 游泳也好 在这里 等别的船舶经过 让他们营救也好 总之 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语气非常随意 光看他的表情 不知情的人 恐怕只以为 今天的训练室 跑个五千米 陈诺说完 回到船上 冲着众人挥挥手 大家加油 加油 加个鬼的油 一双双眼睛 落在为首的赵鱼二人身上 赵哥 鱼哥 我们怎么办 游泳是不可能游的 从这里游回去 体力支撑不住 海域情况也不了解 稍不注意 人就没命 至于路过的船舶 也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里压根 就不是航线 刚刚来的时候 连一辆船都没见到过 赵阳挠挠脑袋 一根筋的分析 老板不会是觉得 我们花了 他太多钱 想把我们丢在这里 自生自灭吧 鱼霄 他柔柔眉心 陈总不是还给我们 留了一个包吗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几人打开登山包 里面是一些常见的斧头 刀棍之类的玩意 于霄送了口气 看来老板还有点人性 这里有斧头 我们现在去砍树 自己坐船回去 应该也能行 啥 砍树造船 有人惊呼 能行吗 难不成你有别的办法 于霄一个眼神过去 男人立马惊声 于霄开始给人分工 有人去拿着斧头砍树 有人去找坚固的藤条 充当绳子 有人去把砍好的树干排列整理 等待接下来的工序 每个人都分到了火 整整两个钟 一拨人才做出个 勉强能用的木板船 非常原始 有十几根棍子搭配在一起 这 坐得下 咱们这么多人吗 实在不行的话 一半人游泳 一半人乘船 轮着来 木头坐的船摇摇晃晃 上去的途中 又由于受力不均 好几人差点落水落进去 众人拿着轻薄的木片 充当江 开始前进 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 行驶到半路上 一只黑色的巨雾 突然在海面冒出头 鲨 鲨鱼 白色的獠牙 暴露在空气中 鲜红的嘴大张 直奔几人而来 一干人魂 都快吓飞了 怎么会有鲨鱼 遇见活人 鲨鱼往他们的方向冲过去 手里的桨都快摇出花了 海浪翻飞 众人使出全身力气 飞快往旁边的方向滑 可惜鲨鱼速度太快 直直地冲了过来 木船哐当一声发声侧翻 鲨鱼在鲨鱼的嘴上 鲨鱼一口咬住他木棍 咔嚓一声 直接把他咬成两半 草 赵阳骂了一声 刷得往前飞快游 鲨鱼跟在他身上 张嘴 试图咬住他 其他人赶紧上前支援 老赵 我来帮你 鱼鱼在鲨鱼后面 从后面偷袭 一闷棍敲过去 鲨鱼吃痛 转头追着鱼鱼跑 其他人也没闲着 这个丢个棍子过去 那个游得快地 在底下偷袭一下 鲨鱼被激怒 疯狂地在水里游 也不管其他方向 还有没有人挑衅他 带着最近的一个人直奔过去 危险近在咫尺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枪射中鲨鱼 一辆游艇游远即近 看着现场的狼狈样 陈骆气笑了 怎么连个鲨鱼都对付不了 都滚上来写险 一群人爬上去 感动到流泪 陈总 你果然是在乎我们的 陈总 可算见到你了 陈骆甩出医药包 闭嘴 自己包扎 等他们感激涕零的包扎完毕 一个个大男人 泪眼滂沱 正当他们想再一次 向陈骆表达感动时 青年冷笑一声 提起脚 把人挨个踹下去 下汤圆似的 掉下去时 还会发出咕咚一声 都给我自己游回去 第281章 捣乱 陈总 你不是说 让我们歇歇吗 于霄哀好了一声 陈骆不客气地 也给了他一脚 已经休息了十分钟 还不够吗 连游回基地的体能都没有 以后还好意思说是我的人 其他人本来还想喊累 听到陈骆这么说 也纷纷闭上了嘴 主动跳下了游艇 一起游回基地 陈骆就开着游艇 不紧不慢地 跟在众人的后面 遇到真有人体力 不知要溺水的 他也会马上把人捞上来 但是只要休息时间 超过十分钟 陈骆就会立即 再把人丢下去 历经千辛万苦 众人终于赶回了训练基地 我不行了 我要去躺坏 我也是 我手脚都要断了 好想休息 赵阳虽然没有喊累 但脸上的疲惫 却也遮掩不住 陈骆一脸轻松地下了船 你们真的想休息 陈总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 你看大家都没什么体力了 赵阳也提议道 是吗 本来我还为你们准备了 特殊训练内容呢 既然你们没兴趣就算了 陈骆微微一笑 颇为遗憾地道 不管是什么特殊训练 也等明天吧 兄弟们应该都练不下去了 于霄赶紧求饶 你确定 陈骆凝视着他 脸上带着轻松地笑 于霄证了证 瞬间就有些不敢去休息了 只不过没等他给出回答 陈骆就转头 看向了正在休息的众人 你们哪些人想休息 现在就可以回基地里休息了 觉得自己还有毅力 能继续训练的 就留下来 他的语气十分温和 但是整个队伍 却没有一个人 真的准备去基地休息 这时候走了 不就等于 承认自己没有毅力吗 说什么也要撑住了 见无一人离开 陈骆的眼神中 露出几分满意 他掏出对讲机到了一句 开过来吧 不久之后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 轰隆隆的响声 众人循着声音 齐刷刷地抬头看去 两架直升飞机 在众人的头顶缓缓旋停 投落下一片阴影 直升机螺旋桨转动的声音 让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接下来的训练项目 就是学习操纵直升飞机 陈骆微微一笑 我很高兴 你们都自己选择了 留下来继续训练 顽强的意志力 也是我的队员应该具备的 原本还无精打采的众人 瞬间欢呼出声 激动地上蹿下跳 于霄 你留下 陈骆拍了拍于霄的肩膀 对方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 为什么啊 他苦着脸问道 陈骆没有解释 而是抬手点了 队伍中几人的名字 你们几个先留下休息 其他人先上飞机 等他们训练完了 你们再上 被他点中的几人面面相去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回了基地 于霄 你照顾好他们 陈骆安排到 赵阳和于霄对视一眼 看出了陈骆的用意 之前的训练内容里 这几人的体能都是最差的 原来陈总一直在暗中观察记录 他们每个人的情况 并不是盲目训练折磨他们 现在这几人的体力 明显已经到了极限 连注意力都没有办法有效集中 休息一段时间在训练 是最合适的 在陈骆的安排下 赵阳很快带着剩下的人上了直升机 众人都兴奋不已 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开始轮流操作直升飞机 赵阳是最后一个实操的 大家才开始学开飞机 只要平稳起落就可以了 不要追求速度 尤其是急速模式 千万不要随意尝试 教练一脸严肃地提醒道 为什么不能开急速模式啊 有人好奇地问道 急速模式对直升机损耗很大 我们现在开的这种型号的直升机 只要开上一次急速模式 可能就会直接报废 教练解释道 教练你放心好了 现在就是让我开急速 我也不敢啊 赵阳乐呵呵地道 众人也被他的话逗笑 一片轻松的气氛当中 陈洛的对讲机忽然响了 陈总 不好了 有人来故意袭击训练基地 我们好几个兄弟都受伤了 我快要抵挡不住了 于霄的声音传来 还伴随着激烈的打斗声 什么 赵阳把飞机开回基地 立刻 陈洛毫不犹豫递下了命令 赵阳正愣了一瞬 立即照办 可陈洛还是不满 咒着没命令到 开急速模式 什么 陈总 要是开急速模式 这机器可救 让你开你就开 是机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陈洛打断了他 言语中染上了一抹戾气 我来吧 教练接过了他的话 迅速地打开了急速模式 三分钟后 直升机就回到了基地门口 一伙雇佣兵果然带着武器围着外边 于霄给老子冲出来干他们 陈洛抓起对讲机 大声地喊道 就在他喊出这一声的同时 赵阳也带着兄弟们跳下了直升机 两方人里应外合 直接将这群来袭击的雇佣兵包夹住 等到对方发现情况不对 想要逃跑的时候 已经根本没有任何退路 有陈洛坐镇 很快这群来路不明的雇佣兵 就全被绑了起来 于霄和留守在基地里的那些队员 也没有什么大碍 你们怎么会回来得这么快 雇佣兵头领是个刀疤脸 被赵阳按着跪倒在地 难以置信地望着陈洛问道 我们陈总直接报废了一架直升机 能不快吗 赵阳吃笑了一声 一脚踩在了他的背后上 我不认识你 陈洛走到刀疤脸面前 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的脸 做出了结论 有人派你来对付我 是谁 你既然知道我是雇佣兵 就知道我们雇佣兵的规矩 就算你今天杀了我 我也不可能说出雇主 刀疤脸冷笑一声 一副汗不去死的模样 妈的 那么想死 老子成全你 于霄揉了揉拳头 骂骂咧咧地上前 陈洛微微一抬手 拦住了于霄 想死很简单 但敢对我的人动手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他扫了赵阳一眼 放开他 第282章 纸条 赵阳一松手 刀疤脸就嘶吼着 挥着拳头 朝着陈洛冲了过去 陈洛后退半步 侧身抬手 直接抓住了他的拳头 刀疤脸吃了一惊 没想到面前的男人看着文弱 实际上握力却惊人的强悍 他用尽浑泻数 居然都挣不开陈洛的手掌 情急之下 他只能嘶吼着 抬起另一只拳头 朝着陈洛胡乱挥打过去 然而 他的拳头还没靠近陈洛 人就被直接甩飞了出去 咕噜噜地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他踉枪着想要爬起来 却发现自己 刚刚被握住的那只手的骨头 已经全碎了 只能狼狈地跪倒在地 陈洛缓步走到他面前 低沉的嗓音里 散发骇人的威压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是谁派你来的 刀疤脸瞬间冷汗沉沉 但出于职业道德 还是咬着牙道 有本事 你就杀了你 我不会杀了你 陈洛冷笑一声 俯身抓住了他的小臂 在对方的惨叫声中 硬生生地捏碎了他的小臂骨头 既然你这么有骨气 那我就废了你的手脚 让你往后一生 都只能在地上爬着生活 如果你敢自杀 第二天 我就会杀了你的家人 一个不留 刀疤脸忍着剧痛 抬起头来对上陈洛的脸 此刻这个看起来文弱的男人 在他眼里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 是 是方建国 他让我错一错你的锐气 他咽了口口水 供出了幕后主使 出卖了雇主 日后他们肯定做不成雇佣兵了 但比起不当雇佣兵 还是一辈子像调狗一样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地活着 更加恐怖 得到这个名字 陈洛倒是一点也不奇怪 果然是他 他松开刀疤脸 淡然道 你们可以滚了 刀疤脸松了口气 在手下的搀扶下 狼狈地离开了训练基地 当天晚上 方建国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处理工作 他派出去的雇佣兵 一直毫无消息 这让他大为恼火 一群高级雇佣兵 难道连陈洛那一只 还在训练的新手 都解决不掉 他拿起手机 不满地给雇佣兵队长 发消息询问 后脑勺却忽然一凉 算计我 方建国 你本事不晓 陈洛声音冰冷 在一片寂静的深夜当中 比来索命的死神还要恐怖 方建国顿时浑身紧绷 抵在他后脑勺上的是一把枪 这 这不可能 陈洛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方建国 之前我不跟你计较 今晚只是给你一个警告 我想杀你 不过一念之间的是 陈洛冷笑着握紧了手中的枪 抵紧了对方的后脑勺 你 你想干什么 方建国浑身直冒冷汗 强装出一副镇定模样 可说话的声音 已经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陈洛不是开玩笑的 他心里有种强烈的感觉 现在只要他一句话说错 陈洛真的会立马开枪 今天袭击我训练基地的雇佣兵 是你派来的 对吧 陈洛嗓音低沉 什么雇佣兵 我不知道 他咬着牙 开始装糊涂 我数到三 一 二 陈洛的手扣在了扳机上 在夜晚 一切细小的声音都会被放大 方建国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背后 也很清楚陈洛的动作 他瞬间耸了 是我 是我行了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他精神崩溃地问道 陈洛这才露出笑容 语气轻松地道 好说 为了救我的队员 我报废了一架直升飞机 你赔我两架 这事就过去了 两架 你不是只坏了一架 方建国下意识地反问道 怎么 你的命不值一架直升机 陈洛用手枪 又顶了他的后脑勺一下 方建国彻底没了脾气 只能带着陈洛去了自己的基地 这里的直升机 你自己挑吧 方建国满是肉疼地 对陈洛伸了伸手 陈洛挑好飞机 心情愉快地出了方建国的基地 却不想和一道有些狼狈的身影 差点撞上 不好意思 对方赶紧道歉 陈洛低头一看 差点被对方的脸给吓到 居然是福晴庆 只不过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嘴角也轻肿了一大片 你怎么来了 冒冒失失的 故意来丢我的脸是吗 方建国立即不满地 对着他呵斥道 福晴庆缩了缩脖子 望向方建国的眼神中 充满了恐惧 我 他张了张嘴 悄悄对陈洛 投过一个求助的眼神 方建国气得 一把薅住了他的头发 骂骂咧咧地道 妈的 看到你就来气 别打我了 求求你 别打我了 福晴庆苦苦哀求着 拼了命地挣扎 本就被打得十分不堪的面部 瞬间更加恐怖 甚至看上去有些惊悚 陈洛望着福晴庆的哀嚎 心中也有几分出于人道主义的不忍 但福晴庆现在是方建国的妻子 他没道理帮他 犹豫了一番后 还是决定转身离开 不要 福晴庆尖叫一声 猛地挣脱了方建国的前置 抓住了陈洛的手 求你救救我 不要让建国再打我了 求求你了 我会被他打死的 方建国恼怒地冲过来 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你这个贱娘们 到了我手上 还指望有人帮你 你找死 福晴庆还没来得及从地上爬起来 方建国就啪啪两个大嘴巴子 抽到了他的脸上 他那本就亲子交加的脸 瞬间肿起 他承受不住 痛苦地哀嚎起来 不停地求饶 可方建国不但没有停下 反而越打越生气 直接往他脸上吐了口唾沫 你他妈就是我养的一条母狗 老子让你往东你就不准潮吸 听到没有 他一边踹着福晴庆的小腹 一边狠辣地骂道 敢胳膊肘往外拐 老子废了你的腿 陈洛神情复杂地看了一眼 蜷缩在地上的福晴庆 悄悄握紧了拳头 转身离开 他的手心里有一个纸条 这是刚刚福晴庆抓住他的手时 悄悄塞在他手心里的 他到底要说什么 宁愿冒着被方建国暴打的风险 也要把这个纸条递出来 陈洛带着不好的预感 打开了纸条 第283章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方建国刚刚偷偷给手下打了手势 让他们给你的直升飞机做了手脚 我救你一次 求求你也救救我 陈洛暮色沉了沉 收起了纸条 一个小时之后 方建国刚从福晴庆的身上出了一顿气 拖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像扔垃圾一样 把他扔在了角落里 怎么样 陈洛是不是死定了 助理立即报告 就在刚刚 那架飞机在基地附近坠毁了 机身损毁严重 里面的人绝对不可能活下来 听到这个消息 方建国才终于开怀大笑 长舒了一口气 这个小杂种 跟我斗 我倒想看看 你有几条命 他哈哈大笑 立即让助理 把自己珍藏的红酒取了出来 你赶紧去 就算陈洛 已经烧得只剩残渣了 也要把他的尸体 拿到我面前 他一边开红酒 一边美滋滋地 吩咐起了自己的手下 等到手下离开 方建国就想起了 被他扔在角落的浮情情 他一脸 兴奋地走了过去 捏住了对方的脸 你不是想让陈洛救你吗 看到没有 他已经死了 这辈子你都 只能是我的人 谁也就不了你 福晴清浑身一颤 连和方建国的对视的勇气 都没有 只能怯懦地道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知道错了就好 老子今天心情好 来给我倒酒 方建国满意地笑了笑 福晴清忍着痛从地上爬了起来 颤抖着手端起了酒瓶 方建国一脸享受地端过酒杯 挟了福晴清一眼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点过来 伤住了眼中的不甘 他可是冒死给陈洛递了消息 难道陈洛没相信 他纸条上的内容 还是说 陈洛根本就没有打开那个纸条 要是陈洛真的死了 恐怕这个世界上 就真的没有人能帮他脱离苦海了 一想到这辈子 都要继续在方建国手里受折磨 他的心就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一般 站立不止 心情大好的方建国 完全感觉不到福晴清的情绪 很快就喝得有些上头 脸上泛起一层微醺的红韵 他直接站了起来 拉住了福晴清的手 福晴清以为方建国喝醉了酒 又要打他 吓得浑身紧缩 没想到方建国却倾笑出声 你躲什么 我又不吃人 去放手鸽 咱俩跳个舞 开心开心 跳舞 他大脑都差点当机了 没想到方建国居然还有这个闲心 但为了不惹方建国生气 他还是立马放了一首舞曲 方建国拉着他的手 在办公室里跳起了舞 可他根本不会跳舞 加上醉酒 一连踩了他好几脚 痛得他眉头紧皱 却不敢喊出声 怎么样 今天是不是很开心 一首曲子跳完 方建国满意的 刮了刮福晴清的鼻子 语气轻易地倒 这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之间 很平常的交流 对福晴清来说 却无比恶心恐怖 他强忍住内心的恐惧 才没有躲掉方建国的手 因为他不敢躲 每次方建国打他的时候 他要是躲 只会被打得更惨 乖乖挨打 还能少吃点苦头 就在这时 他的手下在外面敲了敲门 不好了 老大 陈洛好像没死 什么 方建国瞬间清醒过来 一把甩开了福晴清 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飞机都坠毁了 陈洛怎么可能还活着 难道他长了翅膀 会飞不成 不是会飞 手下也无比惶恐 出事的那架飞机上面 坐着的不是陈洛 是我们的一支精锐小队 他们已经全部牺牲了 方建国瞬间浑身冰冷 后退几步 跌坐在了办公椅上 情不自禁地喃喃出声 怎么会这样 半晌过后 他的眼中才迸发出强烈的恨意 追问起了手下 查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吗 已经查过了 手下点点头 是一个小时之前 有人调换了直升飞机 我们的精锐小队 要使用的直升飞机 被调换成了 原本应该给陈洛的那一架 方建国脸色阴沉 思索了许久之后 才重重一锤桌子 浑身爆发出无比狠毒的气场 陈洛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福晴清蜷缩在角落里 心脏狂跳不止 生怕方建国注意到自己 可惜怕什么来什么 下一秒 方建国就已经恶狠狠地看向了他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不敢想象 接下来自己将面临怎么样的灵虑 就在方建国的拳头 即将挥到他脸上的时候 一道进风忽然袭来 挡在了他的前面 他正愣着睁开眼睛 才发现来人竟然是陈洛 陈洛 你还敢回来 方建国咬牙切齿地问道 为什么不敢 陈洛轻笑一声 面色平静地反问道 方建国气不打一处来 你害死了我一个精锐小队 还好意思出现在我面前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你的精锐小队出事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这个人一向心地善良 无缘无故地 怎么会害人 陈洛说话的同时 不动声色地将浮晴青护在身后 此时的浮晴青才反应过来 陈洛应该是看了他地出的纸条 躲过了一截 现在专门回来救他的 他那如同死灰一般的心 重新亮起了一抹希望之光 陈洛 你少装傻 肯定是你动了 我的直升飞机 否则我的精锐也不会出事 方建国的注意力 都在陈洛的身上 没有注意到 浮晴青脸上的那一抹庆幸 他紧紧地盯着陈洛骂道 方先生 这是你的基地 飞机也是你的飞机 我就一个人 你说 我动了你的直升飞机 这可能吗 陈洛嗤笑一声 你这是对我赤裸裸的污蔑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方建国一阵语色 他这回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可陈洛是怎么发现直升机的问题的 方建国的目光 猛然落到了浮晴青的身上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顿时牙刺欲裂 你这个贱人 浮晴青尖叫一声 抓住了陈洛的胳膊 第284章 帮他 陈洛当场掏出手枪 速度飞快地抵在了方建国的额头上 不好意思啊 我是来带他走的 他轻笑一声 他是我老婆 你说带走就带走 陈洛 你别太得寸进尺了 方建国脸色铁青 因为过于愤怒 对陈洛手中那把枪的恐惧感 都降低了许多 你老婆要是再不去医院 应该就挂了 我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回来带他走 陈洛说得十分轻松 你要是不同意 可以考虑给他陪葬 他眼神阴冷 直接拉着服轻轻离开 方建国心里虽然快要气炸了 但对上他 那双骨颈无波的瞳孔 就莫名地没了脾气 真是见了鬼了 陈洛不过是个臭小子 他在道上混的时候 这小子都不知道有没有出生 可就是这么个臭小子 眼神却如同暴风雪中 匍匐着等待猎物的狼王一般 充满了威慑力 甚至比那漆黑的枪口 还要恐怖许多 方建国纵横这么多年 从来不曾在陈洛 这个年纪的青年身上 看到那样的眼神 陈洛顺利地 带着服轻轻去了医院 见到服轻轻 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惨样 医院的医生都吓了一跳 患者的内脏 都因为遭受重击而破损了 要是再迟一点来医院 估计就性命不保了 你们也太胡来了 陈洛陪着服轻轻 处理好了外伤之后 就要起身离开 服轻轻慌乱地 抓住了他的手哀求道 求求你 不要走 要是你走了 方建国一定会来 把我抓回去打死的 他说着 忍不住哭出了声 浑身也站立不止 放心好了 既然你救我一命 你这条命 我肯定会保 陈洛拍了拍他的手 轻声细语地安慰道 真的 服轻轻仰起头望着陈洛 原本阴郁的内心 仿佛忽然出现了一道光亮 比严冬里的阳光还要和煦 比韩剑里的篝火 还要温暖的一束光 飞机害了他一个精锐小队 他本来也不会放过我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帮你对付方建国 也是在帮我自己 陈洛说得头头是道 服轻轻心中的担忧 也一点点地退去 他不由自主地 露出了一个安心的表情 松开了抓着苏琪的手 低声难难道 那就好 那就好 第二天下午 服轻轻刚做完内脏手术 方建国就带着人 冲进了他病房 服轻轻根本没有力气起身 只能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方建国 你 你想干什么 笑得十分慎人 他一抬手 招呼起了自己的手下 你们两个去把他丢捆了 不行 不要过来 服轻轻立即惊呼出声 陈洛在一片混乱当中 冲了进来 三两下 推开了要架走 服轻轻的两个手下 陈洛 他是我的人 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昨天我是给你面子 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 真以为我怕了你了 方建国恼怒不已地 指着陈洛的鼻子骂道 他不是你的人 只是你的妻子 而且 他马上就要和你离婚了 陈洛扶着服轻轻躺下 对上方建国恼怒的眼神 语气平静地道 离婚 方建国嗤笑一声 他有什么胆子跟我离婚 就他这样的女人 谁会啊 别忘了 他当初是怎么嫁给我 服轻轻也吃了一惊 他是恨不得方建国立马去死 可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方建国势力那么大 要是他提出离婚 一定会被方建国逼着 还回他当初给的那些彩礼 他根本拿不出那么钱 就算他能拿出钱 方建国也一定不会同意离婚 当初福轻轻嫁给我 可是签了协议的 现在想离婚就离婚 哪有这么容易 方建国冷笑一声 不以为异地道 陈洛我劝你 还是少动我老婆的脑筋 一道沉稳的女声 忽然自门外响起 陈先生知道 想让您离婚不容易 所以特地请了我来 门外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 大波浪卷的长发 一双美眸上 夹着金色边半矿眼镜 女人的眉心 还恰好有一颗小小的黑质 让她原本看起来 冰冷的面庞上 多了一丝温和的佛性 她穿着干练清爽 步履从容地走到了 福秦卿的病床前 自我介绍道 福小姐你好 我是负责您离婚案件的 律师荣思英 荣律师 福秦卿吃了一惊 这可是国际知名的离婚律师 上流圈子里 凡是有想要离婚的豪门 都会想尽办法地请到她 据说 只要是离婚的官司 没有荣率打不赢的 别说是成功离婚分割财产了 她甚至能经常 让对方净身出户 可也因为她的业务水平太厉害 想要请她的人 简直不计其数 福秦卿根本没想到 陈洛居然在一天时间内 就能请这位金牌律师 亲自过来 方建国自然也认识荣思英 她诧异不已 想到荣思英曾经的那些战绩 只能一脸不爽地道 哼 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 老子不要了 离就离 反正福秦卿 也不过是个毁了荣的丑八怪 留着也不过让她犯恶心 福秦卿顿时开心不已 对她来说 只要方建国能同意离婚 她就已经别无所求了 好的 既然您同意离婚 那就现在 签好离婚协议 和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吧 荣思英 顺势从自己的文件夹里 取出了两份文件 财产分割协议 方建国愣住了 一脸的莫名其妙 老子没要他钱都不错了 他还想分割什么财产 看来您这是不愿意了 那就没办法了 我会以蓄意谋杀未遂的罪名起诉你 麻烦您请好律师 准备出庭吧 荣思英脸上 依旧是客客气气的笑容 谋杀未遂 你这不是胡扯 方建国占红了脸 福小姐身上有多处致命伤 并且您曾经在福小姐严重受伤后 阻止福小姐就医 这足以证明 您是想要故意杀害福小姐 如果您想要申辩 我们可以法庭上谈 荣思英神色从容 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您不愿意现在离婚 和福小姐平分财产 我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帮福小姐争取最大的利益了 就是不知道 要是您没打赢官司 会不会在监狱里 度过后半生了 第285章 有我在 方建国面色冰冷 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冷哼在荣思英 拿出的合同上签了字 荣思英这女人实在是厉害 和她打官司十有九叔 她可不想去坐牢 而且 这件娘们帮许多大佬打赢过官司 她根本没办法报复到她头上 说到底 还是福晴清和陈诺请来了荣思英 这两个狗杂种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勾搭到一起的 竟然让她吃了这么大的亏 福晴剑 陈诺 两个杂种 她一定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病房里 福晴清眼睁睁看着方建国 起冲冲冲地离开 一时半会 还没有回过神来 半生 她才在荣思英的提醒下 意识到 自己不仅成功离了婚 还拥有了方建国一半的财产 方建国会不会报复我呀 她激动的同时 心里也隐隐地担忧 不用担心 有我在 陈诺淡定地道 等你出了院 我就带你回我的训练基地 半个月后 陈诺带着福晴清回了基地 见到陈诺 赵阳等人都兴奋不已 一起冲到了陈诺的面前 陈总 你终于回来了 这段时间 我们几个训练都可认真了 是吗 陈诺轻笑了一声 注意到所有人的体格 都健壮了不少 当然了 陈总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咱们一起比划比划 于霄也凑了过来 主动提议道 对呀对呀 训练格斗术可勤奋了 陈总 你检验一下呗 陈总 我现在可以单手拍断一块砖 不信你看 一个队员说着 一掌就拍碎了一块砖 福晴清站在陈诺身后 都被吓得浑身一正 还有我 我现在一脚能踢断三块木板 我的枪法也长进了 所有人都激动地 向苏琪汇报着自己这些天的进步 福晴清见到这基地里的所有队员 都这么厉害 不由得为陈诺担心起来 悄悄抓住了陈诺的袖口 你真的要跟他们比啊 会不会太危险了啊 直到此时 众人才发现福晴清的存在 瞬间对这个陈诺带回来的女人 产生了好奇 见到福晴清戴着口罩和帽子 众人瞬间更加好奇 陈总 这位是谁啊 还能是谁 陈总的女人呗 于潇吹了口口哨 福晴清连忙摆手 想要解释 陈诺却先倾笑出声 一个个的都疲痒了是吧 不是要比吗 那就来吧 众人立即收敛了笑意 一起围住了陈诺 你退后吧 陈诺回头 扫了福晴清一眼 轻声道 福晴清犹豫了一瞬 还是退到了一边 心里却为陈诺捏了把汗 几人对视了一眼 一起上前冲向了陈诺 陈诺冷笑一声 直接抓住了 最先冲上来的一个队员的胳膊 顺势将他横扫出去 推到了另一个队员的身上 两人一起叫唤着 跌倒在地 原本还准备往前冲的 其他队员都停了下来 你看我 我看你 都不敢再贸然上前 一起上吧 这就耸了 陈诺语气轻松地道 众人点点头 再次冲向了他 不过这次明显有章法了许多 和陈诺打起了车轮战 但打了半天 有些队员都累得开始喘不上气了 陈诺却还是游刃有余 一点也看不出来嘞 福晴清站在一旁 也有些惊讶 之前从陈诺和方建国的交手之中 他已经看出陈诺确实有些伸手 却没想到 陈诺居然能这么厉害 见到众人都打不动了 陈诺才主动出击 三下五除二 就将所有人都打倒在地 赵阳和于霄一直没上场 见到众人合力 都没从陈诺手上 讨到一点便宜 他们两人才对视了一眼 决定上场 于霄悄悄地走到了陈诺的身后 赵阳则走到了他的前面 嬉笑着道 陈总 他们都是一群小菜 我单独和你比划比划 好啊 有骨气 陈诺揉了揉手腕 仿佛丝毫没有注意到 悄悄移动到他身后的于霄 于霄朝着赵阳点了点头 悄悄握紧了手中的木棍 这就是他们之前 悄悄商量好的计策 赵阳在前面吸引陈诺的注意力 于霄则找准机会 今天一定要从陈诺的身手 讨到一点便宜 不然这半个月的训练 不就白练了 扶琴轻在旁边看着 刚想要出声提醒陈诺小心点 不要受伤 原本和赵阳缠斗在一起的陈诺 忽然冷笑一声 在于霄手中的木棍 即将轮到他头顶的时候 将赵阳扔在了于霄的面前 于霄被杀了得措手不及 手中的木棍来不及收回 直接 砰的一下 敲在了赵阳的头顶 啊 赵阳捂住了脑袋 惨叫了一声 脚下一颤 直接跪了下去 于霄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我想打的 也不是你啊 于霄无奈地看向陈诺 这你得怪陈总 就你们这两下子 还想暗算我 陈诺轻笑一声 拉起了赵阳 不客气地嘲讽道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了 你的身手太厉害了 要不是这样 我们根本打不赢你啊 陈诺哭笑不得 行了 现在都比完了 也应该服气了吧 扶琴轻望着 其他瘫倒在地的队员 和依旧精神抖擞的陈诺 陈诺陷入了深深的震惊当中 这些人分明都是有身手的 尤其是最后一前一后 攻击陈诺的那两人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没想到 居然也拿陈诺一点办法 也没有 他实在想象不出 陈诺到底有多强 回想起他 曾经对陈诺做过的那些事 他的心里就无比的后悔 还好陈诺不计前嫌 否则即便他没嫁给方建国 只要陈诺有心报复他 他的下场 也一定会比现在还惨 陈诺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他走上前 低着头小声地赞叹道 赵阳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有些好奇地问道 陈总 嫂子好端端地捂得这么严实 干什么啊 这还用问 肯定是女孩子害羞呗 没等陈诺解释 一个坐在边上休息的队员 就接起了下查 陈总 你让嫂子把口罩摘了 让我们看看呗 这话 扶琴琴的心里一紧 这群人现在把她当成了 陈诺的女朋友 才会对她如此客气 要是他们见到她的样子 一定会把她当成怪物吧 嫂子这是害羞了吗 于霄注意到 扶琴琴传紧的手 愈发好奇 三两步就要凑到她的面前 陈诺威一抬脚 踹在了于霄的膝盖上 于霄 扑通 一下子跪倒在了地上 呲牙咧嘴地巴拉着赵阳 才站起来 陈总 不给看就不看嘛 您这怎么还急眼了呢 这是我朋友 接下来会在基地住一段时间 你们保护好她 要是她有任何问题 别怪我收拾你们 陈诺说的和煦 却让众人对扶琴琴的兴趣更浓 朋友 陈总 你这是 还没泡到手吗 没想到 居然还有女人是陈总你搞不定的呢 就算没追到手 给我们看看 还不行啊 陈总 你这也太宝贝了吧 众人说着 就哄笑成了一片 扶琴琴张了张口 刚要解释 一阵大风忽然刮过 将她戴着的帽子 直接吹飞了出去 她着急去接自己的帽子 没想到 却一不小心 将口罩勾连了下来 众人见到扶琴琴的真容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他们都以为 扶琴琴肯定是一个绝世大美人 没想到 居然会是这样一张面目全非的脸 扶琴琴回过神来 正对上众人诧异又尴尬的目光 即便看在陈诺的面子上 众人都极力压抑住了内心的恐惧和嫌恶 可他们的眼神 还是像一根根钢针一样 刺痛着伏琴琴的心 她知道自己的这张脸有多恐怖 现在的她 就是一个怪物 陈总 我 我们还有训练 就先走了哈 赵阳有些结巴的 先开了口 任凭谁都知道这个 毁了容的女人 肯定不会是陈诺的女朋友 或是什么暧昧对象 其他人听到赵阳的话 也跟着离开 不一会的功夫 刚刚还热热闹闹起哄的一群队员 就全都跑得没了综艺 你别放在心上 现在的容貌只是 她回过头想要安慰伏琴琴几句 她低着头 哭着转身跑开了 原本她觉得 只要能逃出方建国的魔肘 就算她一辈子 都是这张脸 也无所谓了 可人都是贪心的 她以为自己 已经习惯了 别人鄙视嫌弃的目光 可陈诺的温柔安慰 却让她无地自容 如果可以的话 她也想变回原来 那个漂漂亮亮的样子 望着扶琴琴伤心离开的背影 陈诺的心情 也有些复杂 这种时候 还是让她一个人静一静吧 她心里这么想着 转身走进了基地 赵阳和于霄等人见到她近来 立即开始装模作样的训练 陈诺轻笑一声 语气平淡地道 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训练量加倍 啊 众人顿时一片哀嚎 怎么 有意见 陈诺微一挑眉 一群人在我手上过不了三招 难道还觉得自己的训练量足够了 原本还想要抗议的众人 听到这话 立即消停了 于霄悄悄用胳膊肘 捅了赵阳一下 该不会 是咱们让陈总的朋友失了面子 陈总这事 再帮他朋友出气吧 你少说两句吧 赵阳挟了他一眼 心里却也长叹了一声 早知道他们就不瞎起哄了 真是好奇害死猫啊 安排好了所有队员 接下来的训练内容后 陈诺在基地里转了一圈 才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福晴清 他微微一笑 去给福晴清 买了一大杯甜桶 听说女孩子伤心的时候 都喜欢吃这个 回来的时候 福晴清正好在打电话 电话那头 似乎是方建国的声音 陈诺神色一宁 悄悄躲在了福晴清的座位后面 我不会帮你的 你别再发消息给我了 福晴清的声音有些发抖 老婆 咱们可是一家人 只要你给我透露陈诺的消息 做好内应 我保证会让你的脸恢复如初 方建国在电话那头蛊惑道 不 我已经不是你老婆了 你就是个魔鬼 福晴清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管你提出任何条件诱惑我 我都不会帮你对付陈诺 你死了这条心吧 真的 你可想清楚 我可是为你请了国际上 最知名的整容医生 这医生可是你有钱也请不来的 除了他 别的医生可都没本事 让你恢复容貌 难道你想当一辈子丑八怪 方建国的话语中 已经染上了几分不满 福晴清正愣了一瞬 竟然不自觉地冷笑出声 方建国 我只是毁容了 不是脑子坏了 你别打给我了 我不会帮你的 说完 他就挂掉了电话 他话说的坚定 但脸上却还是一副 惊魂未定的样子 显然方建国的长期虐待 还是让他产生了 极大的心理阴影 你还好吗 陈洛温柔的出声 还处于惊恐当中的福晴清 顿时惊呼一声 手一抖 将手机甩了出去 陈洛眼几手快地接住了手机 给你买的 他将手机和甜筒 一并交到福晴清手上 刚刚我的话 你都听见了 福晴清回过神来 小心翼翼地看着他问道 嗯 陈洛也不避讳 点了点头 福晴清有些慌乱地解释起来 你相信我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会 我知道 我相信你 陈洛打断了他的话 自然地切换了话题 你又没有受虐情节 怎么会愿意回到方建国身边 不过 其实方建国说错了 能让你恢复容貌的医生 我就认识一位 真的 福晴清心中一喜 连灰暗的眼神都亮了几分 是啊 在带你来基地之前 我已经联系他了 陈洛看了一下时间 微笑着道 他现在已经到了 话音刚落 餐厅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白江涛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了他们两人的面前坐下 陈总 这位就是你说的那位 需要做整容手术的女士吧 白江涛眼神和睦地 望着福晴清 第287章 准备手术 福晴清毁容之后 认识了很多整容医生 可面前这位医生 他却从来没听说过 他也不知道 白江涛曾经为赵阳治疗好了 所有医生都认定了 无法治愈的腿伤 心里有些犯嘀咕 你好 白江涛不知福晴清心中所想 主动伸手自我介绍的 我叫白江涛 福晴清 两人的手在半空中 轻轻交叠了一瞬 福晴清又将对方的名字 放在心里默念了两遍 也没在国际知名的 整容医生里找到这名字 倒是好像在什么 别的地方听到过 不过 既然这人是陈洛找来的 他还是决定相信 白江涛的医术 白医生 我不祈求我的容貌 能恢复如初 只要能看就行了 他小声地说道 他之前咨询过很多医生 都说 他脸上的伤疤 就算手术了 也会留下痕迹 不可能完全消除 现在的他 已经不敢有太多的奢求了 是吗 福小姐 我看您的眉眼 想必您在遭遇变故之前 一定是个一等一的大美人呢 白江涛说得十分实诚 福晴清的心里 闪过几分落寞 那都是从前的事了 白医生 就拜托你让福小姐的容貌 恢复如初了 陈洛忽然开口 微笑着道 那是自然 白江涛自信地点了点头 福晴清正了正 重新打量了一番 面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 要是他的医术 真的如此高超 为什么至今还毫无名气呢 不过陈总 基地里的医疗设备 肯定是支持不了福小姐 做这么大的修复手术的 白江涛有些苦恼 这个 陈洛笑了笑 看向福晴清 办事调侃地道 钱和设备的事情不用担心 咱们这位福小姐 刚刚离婚分了 她那富豪前夫的一半家产 有的是钱 福晴清被这话逗笑 原本还有些沉重的心情 也放松了下来 几天之后 白江涛就为福晴清 准备好了手术方案 在进手术室之前 福晴清忽忽然又接到了 方建国的电话 方建国 我说过了 我不会和你合作 你就算换一万个电话号码打给我 我也不会帮你 福晴清听到方建国的声音 立即斩钉截铁地骂道 你就是个畜生 我恨不得你马上去死 电话那头 方建国的声音音冷得很 你不相信我 难道就能相信 陈洛给你找的那个野鸡医生了吗 你知道 为什么白江涛在医疗界 查无此人吗 因为他之前出过很严重的医疗事故 给一个美女整容 整得人家面部溃烂 直接变成了丑八怪 福晴清浑身一震 经过方建国的提醒 他才猛然 想起来在哪里听过白江涛的名字 当时那个毁容的女生 将白江涛告上了法庭 还请了很多媒体来报道 事情闹得很大 他也看过那个新闻 那个女生整容失败后的样子 确实惨不忍睹 看着她的脸 都会觉得很恶心 福晴清 陈洛找这样的医生给你手术 难道你还要帮她 回到我身边吧 我保证一定会让你重新变美 毕竟哪个男人 不希望自己的老婆 漂漂亮亮的呢 方建国低声蛊惑道 福晴清心烦意乱 浑身都起了一大片鸡皮疙瘩 直接挂断了电话 犹豫了一番后 他还是决定相信陈洛 如果陈洛想要害他 根本就没有必要救他 还为他请到那么好的律师 而且就算白江涛的手术不成功 他的脸再烂 还能烂到哪里去呢 与此同时 白江涛也正在和陈洛打电话 陈总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 关于我的那个新闻 我曾经 你是说那个你整容失败的假新闻是吧 陈洛淡定地打断了他 我早就知道 那场医疗是不是假的了 是那个女人说了别人的好处 故意诬陷你 白江涛浑身一震 半赏才回过神来 原来您早就查到了 当初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求了那个女生很久 但都无济于事 你放心吧 等福晴晴的脸彻底恢复 我会找机会帮你证明的 陈洛说得极其自然 白江涛一阵感动 您能相信我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至于帮我证明 他苦笑了一下 要是他能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不至于过了这么久还没澄清 时过境迁 当时都找不到证明 现在就能难找了 他早已不抱希望 好在他医术精湛 即便被诬陷 也还能靠医术混口饭吃 为了回报陈洛的这一份信任 白江涛给福晴晴手术的时候 更加上心 将自己的毕生所学 全都用上了 完成手术之后 福晴晴就一直在住院 等着拆纱布 就在他住院的这段时间 一部新剧开始在各大平台做起了宣传 那就是江可威拍的《明月传2》 因为《明月传》第一部播出的时候 全网爆火 很多观众都十分期待这部续作 但得知第二部的女主角 换成了江可威后 不少第一部的剧粉都很失望 为什么要换人啊 夏初雪第一部演得很好啊 第一部拍火了 第二部不应该继续让夏初雪演吗 可能是夏初雪没荡期吧 我觉得江可威长得也还不错呢 就是不知道演技怎么样 拉倒吧 江可威哪有我女神的清冷气质 她去演傻白甜还差不多 这种王国公主的人设不适合她 一群网友争论不休 直到《明月传2》正式播出 江可威立即让自己的团队 给自己上了好几个吹捧她演技的热搜 但仅仅过了两个小时 就有一个专门做影视剧吐槽的博主发了视频 对她的演技大家吐槽 还吐槽她在剧中跳的舞像是大鹏展翅 这视频的热度很快盖过了她买的那些热搜 网友们更是激烈吐槽 江可威演技也太尴尬了吧 以前没发现 和第一部的女主义对比 简直惨不忍赌啊 夏初雪才是明月公主本主 江可威只是一个套着明月公主名字的空壳子 完全没有明月的灵魂 天哪 她演的是王国公主吗 这个拽得要死的表情是什么啊 人家王国公主是有自尊 不是爱装笔啊 她到底有没有揣夺人物啊 第288章 群巢 江可威一觉睡醒 就发现自己被群巢上了热搜第一 她翻了半天 才找到最初吐槽她演技差的 那个博主发的视频 仅仅过了一夜 这个博主就直接涨粉一百多万 显然这些新粉丝 都很认同她对江可威演技的犀利点评 因为她吐槽江可威跳舞向大鹏展翅 还有看热闹不嫌失大的网友 直接给她起了个 展翅姐的黑称 她气得赶紧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把她的视频给下架了 可威 这个人视频热度太高了 现在下架她的视频也来不及了 已经有好多博主跟风出了黑你演技的视频 经纪人有些头疼的 和江可威说明了情况 而且剧方那边 好像也不想撤你的热度 什么意思 江可威愣住了 经纪人小心翼翼地道 因为那些博主的吐槽 明月撞二的 开播收视率 直接比预估收视率高了足足三倍 剧方那边的意思是 不管你的风评如何 只要能拉高这部剧的收视率 就是好事 江可威简直要气疯了 那我的声誉和路人员怎么办 喂喂 你别着急 我马上找博主发视频 吐槽明月撞二的剧本 只要把锅都推到剧本的问题上 你的演技就不会被骂了 江可威美好气地道 要是他写的角色和台词 能有第一步那么好 我会比不过夏出雪 那个贱人吗 是是是 经纪人立即跟着附和 很快 网上就起了一波新的节奏 不停地说 明月撰的编剧写续作的时候 台词悬浮 安排的女主戏份都很降致 所以 明明江可威和夏出雪 饰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江可威演出来的效果 才会那么虚伪 见到网上的那些言论后 明月撰的编剧方云 立即给江可威发了消息 诚心地向他道歉 不好意思啊 未未 这次是我没有打磨好剧本 才会让你遭受这么多的批评 我保证 咱们合作的下一部剧 我一定 为了打造出一个最好的角色 江可威正心烦意乱呢 忽然收到方云的消息 他立即冷笑一声 下一部剧 我拍了你一部剧 口碑就已经被你害成这样了 你还想让我给你拍第二部戏 他不客气地回了消息 方云愣住了 他之所以让导演换掉夏出雪 让江可威当 明月撞二的女主角 就是因为江可威的经纪人说过 很欣赏她 想要让江可威 一直做她剧本的女主角 当初明明说好的 是互相扶持 互相成就 怎么现在一部剧过去 江可威说变卦就变卦呢 未未 你的意思是 不会出言我写的下一部剧了 他颤抖着回了消息 他下一部剧的剧本 都已经写了一半了 连女主的性格 都是按照江可威的外貌 特别设定好的 江可威怎么能在这时候变卦呢 等了几个小时 江可威都没有给她回复 无奈之下 她只能亲自去公司找人 江可威正在化妆间里化妆 见到方云进来 她的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未未 你是认真的吗 你真的不打算和我继续合作了吗 见到江可威的神情 方云的心就已经凉了半截 但为了那个写到一半的新剧本 她还是强撑着问道 你写的剧 评分都那么低 演了就算能红 也是黑红 我为什么要继续和你合作 但我是傻瓜吗 江可威云淡风轻地吃笑道 让我演你写的那种烂剧本 你配吗 方云的脸色顿时差到了极点 江可威 你侮辱我可以 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作品 你是明月撞二的主演 剧评分低 你也脱不开关系 一听这话 江可威立即激动地站了起来 一抬手将桌上的粉底液 砸到了方云的脸上 你一个三流小编剧 还有资格来指点我怎么演戏 你给我滚 几个保安立即冲了进来 架着方云将她丢出了公司 方云站在公司外面 愣了好久才意识到 自己这是失业了 就在她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忽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你好 方云小姐 我是星辰娱乐的负责人 想和你合作一部新剧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星辰娱乐 方云愣了一下 有些难以置信 我才刚刚拍出了一部烂剧 你们真的愿意要我写的剧本 是 您写的剧 我们公司的演员都已经看过了 都很期待和您合作 承诺自然地道 前世 方云被方华娱乐单方面解除合作之后 走投无路之下 给一个小公司投了一个剧本 结果半年之后 这部剧就在全平台爆火 成了一部每年寒暑假 电视台都会重播的国民电视剧 出品这部剧的小娱乐公司 更是靠着这一部剧的版权吃喝不愁 在娱乐圈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之后 方云写的剧本得到了更好的投资 每次出演 都是方云亲自挑选优质演员 她几乎是写一本报一本 这么好的人才 方华娱乐既然不珍惜 承诺肯定不会错过 仿佛是回想起了 她的眼上也浮现出了一抹笑意 很快 方云就和星辰娱乐签好了合同 陈洛提出希望方云 为夏初雪量身打造一个新的剧本 题材不限 预算不限 除了女主角的外貌设定上 要贴合夏初雪以外 我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 并且 这部剧里的所有演员 你都可以亲自挑选 不管你想让谁来演 我们星辰都会全力配合 请来那位演员 听着陈洛的话 方云都愣住了 从前她写剧本 总是要被投资方强加上各种要求 就比如说 明月转二 李女主当众跳舞现役的桥段 就是江可威那边提出来的 说是想要展现江可威的古典舞功底 像星辰娱乐这么宽容的娱乐公司 她还是第一次碰到吗 心里顿时说不出的动容 与此同时 江可威也得到了方云 去了星辰娱乐的消息 第289章 教训一个人 星辰娱乐真是越来越烂了 方云这种烂编剧也要 她一脸鄙夷的 和芳华娱乐的老板吐槽道 听说方云要写的那个新剧本 星辰娱乐准备让夏出雪来演 看来 星辰娱乐 这是想要让夏出雪走 黑红路线了 方华娱乐的老板 也万分比异 虽说黑红也是红 可是这黑点太多的演员录人员惨淡不说 代言也难拿到 那些奢侈品品牌和时尚杂志 更是不会邀请黑红的演员 只有走下坡路的娱乐公司 才会这么压榨自己签约的艺人 方华娱乐的老板 已经在第一时间 为星辰娱乐安排好了热搜 热搜第一条就是 明月传编剧女主在合作 很多吃瓜的网友 看到这条热搜 都以为说的是江可威 纷纷点进去看热闹 结果居然是一个 网红博主发的博文 里面对着明月传的剧情 一顿吹嘘 再放出明月传 编剧要和夏出雪 合作一部新剧的消息 因为吹捧得特别厉害 加上明月传2 早就成了一部 人人喊打的烂剧 不少兴冲冲 准备看热闹的网友 都觉得十分反抗 对着这篇博文 泼起了冷水 还有很多本来就没看过 明月传的吃瓜路人 稀里糊涂的 就以为夏出雪就是 明月传2 那个演技稀烂的女演员 原本夏出雪 还算可以的路人员 瞬间变差了许多 不久之后 就有很多营销后 放出了许多夏出雪 演技差的片段 进一步混淆试听 让很多吃瓜吃不明白的路人 都以为夏出雪 就是网上一直被各大视频 吐槽博主群潮的 明月传2的女主演 察觉到网上的风向不对 正在新陈娱乐里 创作新剧本的方云 也气愤不已 这肯定是芳华娱乐搞的鬼 故意捧杀我们 陈洛却不以为意 所谓捧杀 也是要把那个人 捧到不属于他的高度 再重重地摔下来 这才叫捧杀 只要我们用心做出一部好剧 那就只是捧 不是杀 可是 芳华娱乐的手段也太卑鄙了 现在就往我们身上泼脏水 肯定就没有多少人 期待我们的新剧了 方云依旧忧心忡忡 酒香不怕巷子深 只要我们的剧本足够好 就不怕没有收视率 沉下心来创作吧 陈洛拍了拍他的肩膀 气定神闲地道 相信你自己的才华 前世方云的那部 爆火全网的剧 一开始播出的时候 也无人在意 但没过多久之后 就被各大影视区博主发掘 集体安利 看过的网友 也被其中的剧情 感动得死去活来 在各大平台自发宣传 方华娱乐的公关手段 再厉害 也蒙不住正常观众的眼睛 是 方编剧 我会配合你 一起好好打磨剧本啊 夏出雪望着陈洛 眼神坚定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你笔下的角色 成为一个有血有肉 能让大家都记住的人物 方云十分感动 在两人的配合之下 半个月后 星辰娱乐的官方账号 忽然发布了一个 时长只有30秒的宣传片 宣传片里 只有夏出雪一个人的台词 和面部特写 加上几个一闪而过的大场面 但就是这30秒的时间 居然勾勒出了一个 跌宕起伏的江湖 和全谋交织的宏伟世界 优秀的台词 和夏出雪充满情绪的原声 让这部宣传片的精彩程度的 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网友们瞬间 对这部宣传片充满了好奇 原本还对方云新剧 不抱希望的网友 也变了口风 这台词 真的是方云写的吗 好有深度啊 咱们的国产编剧 还能写出这么有水平的台词吗 哇塞 这台词 夏出雪这眼神 姐姐杀了我吧 终于不是一些傻白天无脑剧了 看样子是大女主呢 得了吧 方云的剧本 你们还不知道吗 明月传 第一部的时候 女主还是大女主王国公主呢 第二部就直接原谅 灭了他国家的 杀了他爸妈的男主 甜甜蜜蜜的在一起了 看得我都要吐了 这辈子在看方云的剧 我就是狗 我觉得不一定呢 夏出雪演的剧 很少有傻白天的 我有点想看 不管剧怎么样 反正我很看好夏出雪 他眼睛好好啊 就说 这特写眼神系 现在的小花们 有多少能抗住这么近的镜头啊 随着这部宣传片的火爆 一些博主也放出了 夏出雪演 明月传第一部的高燃剪辑 各种大女主台词和镜头 直接横扫各大平台 很多根本没看过 明月传一二部的网友 原本还在跟风黑方云 在看了这些剪辑视频后 都有些黑不下去了 许多人都在催促新陈娱乐 赶紧出证据 在看到方云做的宣传片大火之后 江可威极度地直接打翻了 自己化妆间里的所有化妆品 这个方云 是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 为什么就给我的剧本这么辣 威威 你别生气 大不了 我们再请她回来 给你好好写就是了 咱们方华比星辰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她没道理不选择我们 方华娱乐的老板倒是很淡定 但只是片刻之后 她就淡定不下去了 因为助理给了她消息 说方云不仅拒绝了方华的邀请 还阴阳怪气地奚落了一顿江可威 说她这样没演技的演员 配不上好编剧给她写剧本 方云说的是心里话 但更多的是以牙还牙 将那天江可威羞辱她的话还了回去 不知好歹的东西 方华老板从助理口中听了方云的原话 顿时大怒 她不过是个小编剧 哪有这么大的胆子跟您斗 肯定是星辰娱乐那个老板 落成在后面给她撑场子 助理在一旁猜测到 她脸色沉了几分 思虑一番后 拨通了一个电话 建国 是我呀 她对着电话那头寒暄了几句后 才步入正题 我知道你在道上的本事 想请你帮我教训一个人 电话那头 方建国和方华老板是多年的好友了 一听这话 立即答应下来 行啊 没问题 你就说是谁吧 我一定给你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第290章 认识下出血 陈洛好好的坐在训练基地的餐厅里 冷不丁就打了好几个喷嚏 陈总 你这是招小人惦记了 赵阳笑嘻嘻地调侃道 陈洛美好气地 携了他们两人一眼 还能开玩笑 看来你们两个今天的训练任务太少了 两人瞬间闭上了嘴 动作飞速地端着餐盘 去了另一桌 那一桌坐着的几个安保队成员 正在激烈地讨论着 最近火爆全网的 那不半分钟的宣传片 不过他们对网上热议的 下出血的演技并不感兴趣 讨论的都是下出血那火辣的身材 我猜测 下出血的罩杯至少得有C 真不知道摸一下该有多爽 何止有C啊 至少也是D 整个娱乐圈都没几个女明星 比他身材还好了 哪有D那么夸张啊 我上网查了 说D罩杯有哈密瓜那么大呢 下出血的胸虽然大 也没那么夸张吧 你小子真是太好笑了 长这么大连女人的胸都没摸过 还要上网查 去去去 说的好像你摸过一样 老子可是身经百战 什么大小的女人没摸过 下出血肯定没有D 赵阳和于霄 也兴致冲冲地跟着众人一起聊了起来 赵阳简称下出血一定是D 于霄则表示 下出血应该只有C 两人争着争着 差点没打起来 陈洛吃完了饭 走到了他们身边 不由得轻笑出声 你们说的都不对 陈总你这话说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俩说的不对 赵阳身子一仰 抗一倒 陈洛笑得神秘 凑近了他 低声道 我要和你说 下出血自己给我看过他的档案 你相信吗 赵阳挣了片刻 转过头和于霄四目相对 两秒钟后 餐厅里爆发出了一阵惊天爆笑 赵阳和于霄捂着肚子 笑得合不拢嘴 陈总 平时看你挺正经的 没想到 你也会对美女有异想症啊 下出血要是能主动给你看他的档案 那我应该就是世界第一首富流落在外的私生子了 两人笑得垂胸顿足 上气不接下气的 压根没把陈洛的话当真 陈洛无奈地笑了笑 这年头 说个真话 还没人相信了 你们不相信就算了 陈总 你干脆直接说 下出血和睡过 你亲手摸过他的胸好了 是啊是啊 您这个身份 要吹牛 也该往大的吹啊 赵阳和于霄越说越没边 其他人望着陈洛 一副和下出血非常熟的样子 也都抱怀疑态度 陈洛和下出血 分明是两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要说陈洛见过下出血 他们还不奇怪 可要说这两人很熟 怎么想都觉得没可能 一个成员好奇地看向陈洛 笑嘻嘻地道 陈总 你要是和下出血的关系 真的那么好 能不能给我要一张下出血的亲笔签名照 听到这话 另一个成员也凑了过来 我也想要一张 陈总 你也给我弄一张吧 我一定好好珍藏 众人瞬间都来了精神 一个个的都说 自己想要签名照片 陈洛一脸无语地 看着这群大男人 你们都想要 众人立即点头如捣算 连说啥也不相信 陈洛认识下出血的赵阳和于霄 都跟着点了点头 那就慢慢想去吧 梦里什么都有 他又想气又想笑 没好气地呸了一句 切 众人顿时发出一片鄙夷的声音 陈洛也不在意 他说的都是实话 是这群人自己不信的 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餐厅的时候 夏出血的视频电话 忽然打了过来 照样眼尖地看到了 来电显示的最后一个自视血 顿时一个机灵 结结巴巴地道 不会吧陈总 你真认识夏出血 陈洛抬头看了他一眼 顺手接了电话 夏出血似乎是刚刚起床 并没有化妆 但纯素颜的样子 同样十分动人 在忙什么呢 他的声线独特 众人就算没有看到 陈洛手机里的画面 也都听出了夏出血的声音 刚刚还叫唤个不停的众人 瞬间安静如鸡 有个别过于兴奋 想要叫出声的 也被他旁边的人 赶紧堵上了嘴 刚吃完饭 你呢 陈洛自然地反问 看我穿着睡衣 你还能不知道吗 当然是刚起床啊 夏出血笑的温柔 屏幕外的众人 却一个个捂住了嘴巴 眼睛瞪得老大 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用肢体语言议论的火热 生怕让夏出血知道 有人在听他和陈洛说话 你最近有空吗 要不要周末一起出来吃个饭 这周末吗 陈洛故意看了一眼面前的众人 坏笑着道 我得看看时间安排 一听陈洛居然要拒绝 夏出血这样的顶级美女 众人顿时急得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什么声音 洛 夏出血刚有些疑问 想要喊出洛臣的名字 陈洛就直接调转了摄像头 让他看到了激动的 不知所措的一众成员 他会心一笑 忽然改口 洛哥你要是没空 那咱们就下次再院 陈洛点点头 挂掉了电话 憋了半天的众人都沸腾了 要知道 夏出血可是当下最火的女鼎流 陈总 你真的如发出夏出血啊 洛哥 他居然叫你 叫得这么亲密 还约你一起吃饭 那可是多少人的梦中情人啊 赵阳无比兴奋地道 陈洛轻笑一声 故意调侃道 刚刚某人不还说 我要是认识夏出血 他就是世界首富的私生子吗 赵阳愣了愣 不好意思地酣笑了两声 又重新厚着脸皮 缠上了陈洛 陈总 我那都是开玩笑的 你看你和夏出血都这么熟了 你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加个微信也好啊 反邪杠我也想加 就是不说话 看看女神的朋友圈 也不错啊 我也是我也是 这群人之前还在热火朝天的 议论夏出血的罩杯身材 现在为了夏出血的微信 直接就换上了一副舔狗的嘴脸 第291章 容貌恢复 去去去 陈洛挥了挥手 刚要转身离开 一个美女忽然推开餐厅的门 走了进来 刚刚还叫唤着夏出血微信的众 立即齐刷刷的看向了她 这美女富如宁之 谋若灿心 一头黑色长发 乌黑顺直 虽然穿着宽松休闲的衣服 也难掩盖住她那火辣无比的身材 我去 照扬小声开口 这颜值和夏出血比起来也不差吧 何止是不差啊 比娱乐圈里那些女明星都好看好吗 娱乐圈里有长得这么清纯的吗 虽然长得清纯 可她的身材却那么好 于霄几眉弄眼地举着手在胸口比划了一番 这哪是美女啊 活脱脱的一个妖精啊 众人小声议论了几句 才想起来 这女人出现的地方是她们的训练基地 她也是来训练的吗 怎么我没见过啊 你脑子有炮啊 人家一个大美女 怎么可能跟我们一群大老爷们一起训练 肯定是来找陈总的呗 赵阳自信地猜测到 其他几人听了这话 也觉得赵阳说的有道理 想要进他们基地 肯定要经过陈洛的允许 这美女肯定也是陈洛鱼塘里的一条大鱼 陈总 您真是厌服不浅啊 好让人极度啊 于霄哀嚎起来 那美女站在餐厅门口四处看了一圈 找到陈洛之后 才微微一笑 踩着高跟鞋朝着她小跑过来 陈洛 原来你在这里啊 你是 陈洛皱了皱眉 端向着面前 这个女人的脸 这是一张她完全陌生的脸 她可以肯定 自己并不认识她 可是看这个女人的神情 仿佛他们两人是老乡屎一样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仿佛闪着光一般 我应该认识你吗 一时之间 陈洛居然被她过于轻易的语气 给蒙住了眼 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怀疑 难不成她真的在哪里认识过这女人 赵阳见到陈洛这反应 嬉笑着调侃道 陈总 你这是月女无数一招翻车啊 是不是交往的女生太多 把这个妹妹给忘记了啊 于霄赶紧给了赵阳一肘子 瞪了她一眼 你说话过过脑子 随后 她又对着美女 露出了一个抱歉的笑 赵阳喝醉了酒 就爱胡烈烈 我们陈总肯定记得你 就是逗你玩玩的 是吧 陈总 陈洛一时雨色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她哪里来的月女无数啊 于霄本还担心 这美女听到赵阳的话会闹脾气 可没想到 对方像是完全不在意一样 直接挽住了陈洛的胳膊 开开心心地道 陈洛 我没衣服穿了 你陪我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吧 说着 她就拉着陈洛 轻轻热热地走出了餐厅 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赵阳不禁一阵感叹 咱们陈总 真是玉女友方啊 都把抛过的妹子忘了 人家还能一点都不介意 我是自愧不如 众人也是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佩服起了陈洛的女人员 而另一边 陈洛已经被这美女 拉着上了一辆火红色的跑车 咱们去市中心的国际商贸大厦吧 那里的衣服最多了 而且都最好看 还能顺便给你买几件 美女兴致冲冲地道 陈洛好不容易才从 一脸猛逼的状态中抽离出来 扒拉开了女人的人 有些恼火地质问道 不是 你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能出入我的训练基地 美女轻笑一声 身子前倾 把自己的脸贴到了陈洛的眼前 使劲眨了眨眼 俏皮地问道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仔细看看 陈洛一眼仔细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瞪大了眼睛 指着她的脸 难以置信地道 你是 傅琴琴 我还以为你永远都猜不出了 原来还没有那么笨吗 傅琴琴靠回自己的座位上 笑着调侃道 你这 陈洛哭笑不得的上下 打量了一番傅琴琴 她知道白江涛的技术很好 但没想到她居然能这么厉害 傅琴琴毁容之前的样子也很美 但也就是普通美女 要是站在美女堆里 就没有那么惹眼 可现在的傅琴琴 绝对是美女中的美女 就是比娱乐圈里的那些顶级美女 也不遑多让 而且 她的面部特别自然 看不出一丝一毫整过容的样子 这就像是她天生的样子一般 好了好了 你可别一会把眼睛看直了 傅琴琴很享受陈洛震惊的目光 双手环抱在胸前 得意地道 容貌的恢复 也让她心中的自卑 一扫而空 陈洛回过神来 也发觉出了傅琴琴的性格变化 她好像又变回了 从前那个自信张扬的大小剑 不过却是个并不跋扈傲慢 只有自信从容的大小剑 恭喜你重获新生 陈洛也发自内心地 为傅琴琴的转变而感到高兴 想要恭喜我 那就陪我去买几件新衣服首饰 傅琴嬉笑着道 我现在变得这么漂亮 当然也要穿配得上 我这张脸的漂亮衣服才像话 傅琴琴说着 还抬起手 在自己的脸下面 比了个花朵的首饰 显然也是 很为现在的这张脸骄傲 陈洛自然答应 陪着傅琴琴一起去了商场 傅琴琴负责买买买 她则不辞辛劳地 给傅琴琴拿着大包小包的 战利品 两人逛了半天 注意到傅琴琴口渴了 陈洛便主动提议去买喝的 让傅琴琴在商场里的休息座椅上等她 陈洛刚走 傅琴琴正要对着手机 来几张美美的自拍 耳边忽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哎哟 宝贝 今年你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买 她猛然抬起头 正见到方建国楼 这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走了过来 女人小鸟一人地 靠在方建国的怀里 两人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方建国的身边向来女人不断 傅琴琴不用想也知道 那女人就是她的新情人 这大好的日子 怎么正好遇到这出场 她握紧了拳头 刚要低头 方建国却忽然转过了头 看向了她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打了个对撞 第292章 送我男朋友的 方建国的眼中立即浮现出一抹贪婪 这种顶级美女她 可是好久没有碰到过了 傅琴琴的心里一惊 下意识地以为 方建国是认出自己了 立即抓起手包就要离开 哎美女 等一下 方建国哪能让她看上的猎物 就这么轻易地走了 立即三步并坐两步走上前 拦住了傅琴琴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逛街啊 要不要我们一起 听到方建国的话 昔日被她暴打的恐惧感 再次吸上心头 傅琴琴的大脑一片空白 她颤抖着 赶紧给陈洛发消息 陈洛 你快回来 救救我 怎么了 我遇到方建国了 她拦住我了 不让我走 傅琴琴心里都要急哭了 一边给陈洛发消息 一边想要转身跑开 可是方建国一直死死地缠着她 像个臭虫一样 她根本甩不脱 好在陈洛的信息 及时唤醒了她 乱作一团的意识 方建国就是个色令置昏的蠢货 连我都没有认出你 方建国怎么可能认出你 她大概就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见色起义 你镇静一些 不要让她看出马脚 要是甩不掉她 就和她周旋一下 等我回来 一连两条信息 让傅琴琴清醒过来 她鼓足勇气 抬起头 看向方建国 美女 别不理人嘛 我没有恶业 就是想请你一起吃个饭 方建国笑眯眯地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 恍惚之间 傅琴清心里的那点恐惧 一点点地褪去 从前的方建国 对她总是高高在上 怎么会用这么讨好的语气 她已经不是从前的傅琴清了 方建国也根本没有认出她 想到这里 她刻意别了一下病边的碎发 捏着嗓子轻声道 吃饭 可是我现在还要去买东西 没有什么时间呢 我可以陪你一起买 方建国被她的笑容 迷得神魂颠倒 想都没想就达到 她带来的那个新情人 顿时不答应了 上前挽住了她的胳膊 娇滴滴地称怪道 建国 你不是说好 今天陪我一起逛街 给我买东西的吗 怎么能看别的女人呢 难道我还不够好看吗 说着 女人还蹭了蹭方建国 你说好要犒劳人家的 傅琴清趁机道 既然你 已经有女伴了 那我就先走了 方建国生怕面前的极品美女 丢了 立即甩开了情人的手 滚滚滚 老子今天不陪你了 你爱去哪里去哪 方建国 你什么意思啊 情人气得一跺脚 恼怒地道 方建国却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恼怒地瞪了她一眼 别跟过来 否则老子让人做了你 情人气得眼睛都红了 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方建国 追着别人离开 美女 你不是要买东西吗 我可是这里所有设施品店的高级会员 我带你去买 我刷卡 怎么样 方建国追上傅琴 才大气粗地道 福晴清本想拒绝 可方建国却等不及了 直接抓着她的胳膊 拉着她进了一家奢侈品店 把你们这里最新的包都拿出来 让这位小姐选 见到来人是方建国 店里的导购 立即恭恭敬敬地照做 将店里所有好看的包都拿出来 放在了福晴清的面前 福晴清心中冷笑 第一次看清了方建国好色的嘴脸 明明身体就不行 还喜欢美女 怪不得心理变态 平时在家的时候 对她非打即骂 在外面随便遇到个美女 就能这样讨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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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包我都挺喜欢的 她微微一笑 指了几个最贵的包开口道 望着方建国不停地刷卡掏钱 福晴清的心里 莫名地升起几分快意 甚至有些期待起了方建国 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后 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此时的方建国还在傻乐 见到美女笑得开心 她不由地夸赞道 果然 像你这样长得像天仙一样的女人 品位也比一般的女人好 是吗 不过这些东西价值不菲 你真的都愿意送给我 福晴清故作单纯地问道 当然 方建国大方地道 只要这些东西能让你开心 花点钱算什么 那太好了 我还想挑一点别的东西 可以吗 见到方建国上钩 福晴清立即笑着问道 买买买 我都给你买 方建国毫不犹豫地道 只要能把这极品片上床 多花点钱算什么 福晴清立即去了南市区 先生 你看这块表怎么样 她指着柜台里的一只男表 故意询问道 方建国心里一喜 看来这美女是被她打动了 想给她也买点东西了 我们这款表是情侣款 女士款小姐 你要不要也看一下 导购微笑着提议道 是吗 福晴清欣喜地接过了导购 拿出来的一对表 仔细看了看 又转过头问方建国 你觉得呢 你喜欢这块表吗 这是要给她买礼物 方建国顿时心花怒放 笑嘻嘻地道 你想要那就买 买完了这对情侣表后 福晴清又挑了好几只 同样价格不菲的男表 福晴清的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她心神一动 看向奢侈品门外 陈洛正拎着两杯饮品 四处张望着 显然是在找她 恰好这时 导购也打包好了那几款男表 方建国伸手就要接过来 福晴清却抢先一步 先接了过来 谢谢先生 不过只是几块表 就不麻烦 你帮我拿了 方建国愣住了 有些不理解道 什么 这表不是你给我挑的吗 还有那个情侣表呢 福晴清装作惊讶的样子 一脸不解都微笑着道 先生 你不是在逗我开心吗 我们又不是情侣 我怎么会给你买情侣表呢 这几块表是 我想送给我男朋友的 男朋友 方建国彻底傻眼了 心里瞬间升起一团火 恼怒地道 你有男朋友 还让我给你买东西 我没有让你买啊 是你刚刚非要拉着我到这里买的 福晴清心里都快要笑死了 面上却还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谢谢你帮我给我男朋友 一起挑的这几块表 我想着 你们都是男人 你觉得不错的表 我男朋友肯定也会喜欢的 你真是一个大好人 第293章 比吃屎还难受 福晴清一脸单纯无辜 对着方建国一顿吹捧 我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样大方又善良的人 今天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方建国还想要发火 却被福晴清的几句话 捧得下不来台 望着对方漂亮的不像话的脸蛋 方建国的心里 顿时窜起来一阵邪火 这女人这么漂亮 还单纯的很 就算有了男朋友 她想弄到手 也不是没有可能 她搞到手的那些女人中 有好多还是别的男人 为了讨好她 主动把自己女人送过来的 只要这女人的男朋友 不是什么大佬 她有的是办法 让她主动提分手 到时候 这女人失恋伤心 她在趁虚而入 骗她上床 还不是轻而易举 想到这里 她立即收敛了心中的恼怒 用尽全力 装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 能让你这样的大美女喜欢 你男朋友 一定很不简单吧 福晴清看向陈洛 恰好陈洛也找到了她 立即朝着她走了过来 福晴清扬起一个灿烂的微笑 小跑着上前 搂住了陈洛的胳膊 大声地道 亲爱的 你终于来了 人家等了你好久哦 陈洛被她娇滴滴的声音 吓得身上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刚要开口 就又听到她嘀着声 飞速地解释道 我跟方建国说 你是我男朋友 你陪我演戏 咱俩一起气死她 听到这话 陈洛才抬起头 恰好看到了方建国 阴沉到了极点的脸 能让方建国吃瘪 陈洛当然乐意 她当即反手搂住了福晴清 一脸宠密地道 抱歉宝贝 让你等久了 刚给你买的奶茶 你快喝吧 哇塞 亲爱的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福晴清演戏演到底 听得陈洛都有些犯恶心了 方建国死都没想到 福晴清的男朋友会是陈洛 望着福晴清 围着陈洛亲密的样子 她心里简直比吃了几斤屎 还要难受 福晴清心里暗爽 又把方建国掏钱 买的那几块男表 都拿了出来 亲爱的 你快看看这些表 你喜不喜欢 陈洛知道这几个表的价格 抬头看了一眼福晴清 心里有些不愿意收 仿佛是猜出了她心中所想 福晴清笑着指了指方建国 对了 这些表都是那位先生花钱买的哦 咱们今天遇到大好人了呢 一听这话 陈洛立即毫不犹豫地 收下了几块表 还和福晴清 一起带上了那一对情侣表 先生 谢谢你的礼物 我和我男朋友 就先走了 福晴清挽着陈洛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陈洛也不说话 一副今天第一次 见到方建国的样子 只是他嘴角那一抹 微微上扬的弧度 让方建国感受到了 浓烈的嘲讽 他不想在这美女面前 破坏自己的形象 只能忍着一肚子的气 看着陈洛带着他离开 到了晚上 方建国实在忍不了 派人去查了那美女的电话号码 打了过去 你是白天那位 给我买东西的先生吗 今天走得太急了 都没留个电话给你 没想到 居然能找到我 电话那头的女人 声音很雀跃 方建国叹了口气 一副很痛苦的口吻 小姐 实不相瞒 我认识你的男朋友 是吗 那白天 你们怎么不打招呼 傅琴琴握紧了手机 心里冷了几分 他就知道 方建国派人查他的电话 是没安好心 所以故意放出了 自己的联系方式 想看看 他到底想玩什么幺蛾子 这个 说来话长 其实我原来有一位妻子 我们夫妻生活很幸福 是你男朋友 陈洛前不久 破坏了我们的婚姻 方建国说得十分悲伤 我打电话来 只是想提醒你 远离陈洛那个渣男 你这么单纯善良 不应该被他那样的男人糟蹋 傅琴琴浑身冰冷 感觉身上的血液都凝滞了 没想到方建国颠倒黑白的能力 居然这么强 他的心猛烈颤抖 恨不得现在就捏死方建国 生活幸福 他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谬言 他挨的那些打 受到的那些凌辱 和他在一起 每时每刻都能清晰感受到的痛苦 到底都算什么 他凭什么 有什么资格谈论 他们那形同虚设的夫妻生活 方建国等了片刻 见电话那头的女人一直不说话 还以为他是太震惊了 故意温柔地出声安慰道 小姐 我也是想了很久才告诉你实情 越早离开那男人 你受到的伤害才越小 傅琴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顺着方建国的话 哭泣出声 我早就怀疑他是个渣男了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谢谢你 先生 您真是一个大好人 我那么爱他 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方建国心里一喜 立即道 你别哭了小姐 我可以帮你教训他 只要你帮我一点小忙 给我带一份资料就行了 这 好吗 傅琴琴心中冷笑 方建国这是忠于图穷比线了 好好好 只要你愿意给我这份资料 我愿意给你五百万 让你往后余生 都没有后顾之忧 一想到能马上就摧毁陈诺 方建国也是下了血本 傅琴心微微一笑 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 傅琴心和方建国 在一个咖啡厅里见了面 他一脸害怕的 拿出了一个档案袋 先生 你让我找的东西 我已经带来了 方建国伸手就想要接过来 傅琴心却先踏一步 将档案袋抽了回去 谨慎地问道 你答应给我的报酬呢 好好 我现在就给你 一想到马上就能灭了陈诺 方建国立即笑着 往傅琴心给的账户上 汇了五百万 确认收到钱之后 傅琴心才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将档案袋 交到了方建国的手上 方建国迫不及待地拆封 却发现 里面的文件上 只写了一些陈诺的身高体重 外貌特征等等 根本毫无价值的公开信息 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 恼怒地看向傅琴心 你耍我 我要你找的 可是关于陈诺的机密资料 对啊 这些还不机密吗 陈诺脱了鞋的镜身高 可是只有我知道的 傅琴心笑嘻嘻地道 事已至此 他也懒得再和方建国周旋 直接收起了脸上无辜的表情 冷笑一声 方建国 咱们聊了这么久 你还没问过我的名字吧 我叫 傅 琴 第294章 被陈诺绿了 方建国恶然地瞪大了眼睛 犹如见了鬼一样 上下打亮了一番傅琴心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他露出了一个充斥着探究的笑容 你一定是在 和我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 咱们做了那么久的夫妻 我的声音 你不会一点都听不出来吧 我就是傅琴心 傅琴心面上 一片冰冷 从他接到方建国的电话 听到方建国那些虚伪的话之后 他就已经下定决心 不能再躲避下去 方建国迟早有一天 也会查到 他就是傅琴心 不如他主动承认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从前那个 怯懦自卑的傅琴心了 方建国反应了半赏 才确信 眼前的绝色女人 就是傅琴心 他不但不不生气 反而露出了几分兴奋 贪婪地打量着傅琴心 老婆 你现在可真漂亮 谁是你老婆 我们已经离婚了 傅琴心一阵恶寒 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 毫不犹豫地道 话不能这么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就算离了婚 我也是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你的人 再说了 我一开始就不想离婚 方建国大言不惭地道 傅琴心咬着牙 恨恨地道 可我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恨不得你立马去死 你在我的眼里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畜生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会亲手送你下地狱 老婆 别那么凶嘛 我保证 咱俩复婚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地疼你 再也不会打你了 方建国厚着脸皮 靠近了傅琴心 想要拉住她的手 傅琴心控制不住地 高呼了一声 滚开 啪的一声 她一巴掌 甩在了方建国的脸上 方建国捂住了脸 眼底泛起几分心红 她抽了抽嘴角 彻底失去了耐心 冷笑着道 你这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别怪老子 对你不客气 说完 她就凶神恶煞地 扑向了傅琴心 傅琴心惊呼了一声 几个男人忽然冲了进来 挡在了傅琴心的谬面 是你吗 傅琴心惊喜地睁开眼睛 发现这几个人 都是她此前在陈洛的训练基地里 见过的安保队队员 一颗慌乱的心 很快安定下来 原来陈洛一直有安排人 暗中保护她 在这几个安保队员的保护下 傅琴心成功从方建国的手里逃脱 回到了服驾 傅胜见到一个绝色美女 轻车熟路地打开家门 进了自己女儿的房间 一时间惊得说不出话来 片刻之后 她才回过神来 追了过去 你谁啊 怎么能随便进别人家呢 傅琴心翻出自己衣柜里的那些漂亮衣服 笑眯眯看向傅胜 爸 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呀 我是琴琴呀 听到熟悉的声音 傅胜如遭雷击 许久之后才红了眼眶 缓缓走上前确认道 你真是琴琴 你的脸是 好看吗 傅琴心摸着自己的脸 俏皮地眨了眨眼 傅胜瞬间绑不住了 一把抱住了傅琴心 哽咽道 好看 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真想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让大家都知道我傅胜的女儿现在 她按着傅琴心的肩膀 抿着唇半说到一半 就赶了一会 福胜才重新打起精神 决定马上就举办庆祝宴会 邀请各界名流参加 让所有人都知道 福琴心现在惊艳的样貌 几天以后 宴会当晚 许多听说福琴心整容成功的名流 都带着八卦的心思赶来 想要看看福琴心现在的样子 宴会里的众人不少都是来热闹的 聚在一起小声地议论着 听福胜的意思 福琴心现在漂亮的就跟仙女一样呢 且 再漂亮能有多漂亮 她毁容之前不也就那样吗 那么大面积的烧伤 能修复好就不错了 福胜估计是爱与心切 是 哪个爸爸看自己的女儿 不跟看宝贝似的 带了点滤镜很正常 就算整得好看 那也肯定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整容脸 绝对不可能和那些纯天然的美女相比 几人正议论着 宴会厅的大门忽然打开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身着一身水淹蓝色的晚礼服 款款走了进来 一字领的礼服 衬着她的肩头圆润白皙 她鼻梁高挺 眉目温柔 一双默色的瞳孔里 练咽着动人的水光 举手投足间 都散发着一股优雅高洁的气场 全场人的目光 都不由自主地投落到她的身上 一时间 所有人都开始疯狂地议论 这个陌生的女人到底是谁 直到福琴青在众人讶异的目光当中 站在了福胜的身侧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晚宴 琴青 和大家问个好 福胜心里无比得意 福琴青微微一笑 目光在人群当中搜寻到了一圈 却没有找到陈洛的影子 她心中微微一叹 随后宣布了 晚宴正式开始 很多男人听说了 福琴青已经和方建国离婚了 纷纷凑到了福琴青的身边 热情地和福琴青聊着天 就连刚刚嘴上一直鄙夷着 整容脸的男人 也瞬间将刚刚说过的话 忘了个一干二净 跑过来开心地和她聊起了天 福琴青一边和众人聊天周旋 一边也在悄悄看着宴会厅大门的方向 期盼着陈洛什么时候能来 可惜她没等到陈洛 就先等到了一个 她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 方建国 方建国一进宴会厅 就找上了福胜 原本还笑得很开心的福胜 瞬间垮了脸 一脸害怕地看向了她 不用想 福琴青都知道 方建国找她爸爸说了什么 无非就是威逼利诱 想让她爸爸先屈服 她走进方建国和福胜 果然听到了方建国恶心的声音 只要你让琴青乖乖回到我身边 我就不会拿你怎么样 否则 得罪我的代价 你应该清楚 在这里威胁人 福琴青冷着声音怒斥道 我已经给陈洛发了消息 她会来帮我的 她昂着头握紧了手机 手机里面 有陈洛刚刚回复她的四个字 我马上来 第295章 她一定会来 上次被你跑了 是我大意了 这次我可是带足了人手 你想跑也跑不了了 方建国冷笑着道 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走的 福琴青决绝地道 要是陈洛赶不过来 她宁愿今天就死在这里 也不愿意回到方建国的身边 过那种天天被折磨凌辱的日子 福琴青一听这话 赶紧凑到了福琴青的身边 抓住了她的胳膊 小声地道 琴青 你别这样 刚刚建国已经跟我说了 只要你现在回去 她一定会好好地对你的 爸 你别说了 陈洛一会就到了 她会帮我对付方建国的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怂 福琴青红着眼眶 恼怒地道 福琴青浑身一哆嗦 女儿 我这不是怂 我也是为你好 陈洛她跟你也就点头之交 怎么可能为了你白白地得罪建国呢 我看她是不会来了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福琴青眼前一片湿润 她昂起头 提起裙白 转身向外跑去 只想逃离这一片是非之地 方建国哪能看着到手的鸭子 就这么飞了 立即给自己的助理打了个眼色 福琴青刚刚跑出宴会厅 十几个方建国的手下 就忽然出现 将她团团围住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福琴青想要换个方向跑 一个男人就冲了过来 就在福琴青即将被他们按住的时候 几辆黑色面包车停在了宴会厅的门口 赵阳率先从车上冲了下来 一脚踹在了一个 距离福琴青最近的男人身上 陈洛带着整个安保队的队员下了面包车 他三两步冲到福琴青的面前 身上还带着匆匆赶来时沾染的寒气 先上车 他声音沉静 拉着福琴青上了车 顺手关上了车门 方建国也已经冲了出来 眼睁睁地看着陈洛就下了福琴青 他顿时怒不可恶 陈洛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有人想要抢抢名女 我这是见义勇为 陈洛吃笑一声 一点也不客气地反驳道 你要是想打 我就奉陪 方建国脸色一沉 四下里看了一圈 发现陈洛带来的人已经远超他的预估 要真打起来 他估计占不到什么便宜 陈洛 咱们有话好商量 他冷不丁地轻笑一声 换上一副轻松的语气道 再怎么说 福琴青也是我老婆 我喜欢我老婆 想要 哎哎哎 方大老板 话可得说清楚 是前妻 福小姐不是已经跟你离婚了吗 赵阳在一旁见嗖嗖的开口 打断了方建国 方建国咬了咬牙 为了得到福琴青 他只能先忍下这口恶气 和陈洛打起了商量 陈洛 你看这样怎么样 今天只要你把福琴青交给我 我手底下的富胜酒夜 就是你的了 躲在车里的福琴青 听到他的话 心里顿时意紧 富胜酒夜 可是方建国手底下 富得流油的一个制酒厂 多少人都想要花高价 说过这个富胜酒夜 方建国都没有卖 没想到 为了得到他 方建国居然舍得下这样的血本 他只是帮了陈洛一次 要说还人情 陈洛让他成功 和方建国离了婚 还让他有了现在的样子 陈洛的人情早就还完了 况且 他之前还对陈洛 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 他和富胜酒夜比起来 简直一文不值 陈洛 会不会把他交出去呢 他有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 哪怕陈洛真的为了利益出卖了他 他也绝对不会再怪陈洛 要怪 就只能怪他自己命不好 这辈子遇上方建国这个魔鬼 可他的身体还是因为害怕 而止不住地站立 陈洛的声音 隔着车窗疏呼间传来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 为了点钱 就能出卖朋友 浮轻轻浑身一震 睁开了眼睛 看向窗外陈洛的背影 不知为何 陈洛的背影算不上宽厚 可他却觉得 躲在陈洛的背后 是那么的安心 方建国 你可以滚了 陈洛冷笑一声 冰冷地对方建国道 陈洛 老子踏马 真是给你脸给多了 方建国哼笑一声 两方人立马打在了一起 但很快 方建国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带来的人 根本就不是陈洛的安保 对成员们的对手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 他只能仓皇地带着手下 狼狈地离开了福家的宴会厅 陈洛打开车门 对福清清伸出手 身是地道 今天的晚宴 主角是你 你怎么能一个人离开呢 福清清正愣了片刻 才缓缓伸出手 跟着陈洛 一起回到了宴会厅里 众人见到福清清去而复返 都十分更新 纷纷上前邀请福清清一起跳舞 对不起 我今天已经有想要一起跳舞的人了 福清清礼貌地拒绝了所有人 走到了陈洛的面前 伸出了手柔声道 陈洛 谢谢你救了我 可以的话 我想邀请你 和我一起跳舞 可面对着福清清伸出来的手 陈洛只是无奈地轻笑了一声 我很想答应你 可惜我不会跳舞 听到陈洛的回答 众人都有些鄙夷 交际舞这种上层圈子的舞会里 人人都会的舞 陈洛居然都不会 也不知道他到底靠什么 得到了福清清的亲爱 福小姐 既然他不会 那不如我们一起跳吧 一个男人主动上前说道 其他几个来邀请的男人 也不甘示弱 纷纷上前 福清清却态度坚决 依旧看着陈洛 主动提议道 既然你不会跳舞 那和我一起弹一首钢琴曲 总可以吧 弹钢琴可比交际难多了 我就更不会了 陈洛善笑一声 摆了摆手 又要拒绝 福清清勾起唇角 走到陈洛的身边 贴着他的耳朵巧声道 你不要骗我了 我知道你 肯定会弹钢琴 陈洛歪过头 有些不明所以 嗯 福清清咬了咬唇 在他的耳边轻声笑道 我看到过你之前 和苏盼岳同台表演的视频 你明明就会弹钢琴 陈洛 你是在故意拒绝我吗 你嫌弃我 第296章 一个主意 陈洛无奈 他只是不想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招摇罢了 我不管 你要是不答应和我一起弹琴 肯定就是嫌弃我 福清清嘟了嘟嘴 抢在陈洛前面开口 这一下 陈洛也不好推举了 只能跟着福清清 一起坐在了钢琴前 那几个邀请福清清跳舞 被拒绝的青年 见到这一幕 都十分不愤 这小子连交际舞都不会 肯定更不会弹琴了 也不知道福小姐是怎么想的 要我说 这小子就是没有眼力见 福小姐亲自邀请他跳舞 要是换做是我 就是不会跳我也得答应 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什么来头 竟然能让福小姐亲爱有加 他估计连钢琴键都认不全 还要和福小姐四手连弹 肯定会出镜阳相 几个对福清清最热情的男人聚在一起 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陈洛 台上的福清清却不以为然 他选了一首曲调悠长 难度不高的曲子 自从他嫁给方建国之后 就再也没有碰过任何乐器 他根本就不敢在家里发出任何声响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又惹得方建国不快 他自己都没想过 自己还能有重新弹钢琴的一天 而且 还是和陈洛一起 一切嘈杂的声音 福清清的手指按在琴键上 还有几分僵硬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 和他一起弹琴的陈洛 每次都能轻易地掩盖掉 他琴音里的小瑕疵 如果说他的琴音 是一艘跌宕前行的大船 那陈洛的琴音 就是最平稳的海水 最温柔的海风 让他这艘船可以安稳地航行 他只知道陈洛会弹琴 却不知道陈洛的琴技 居然如此厉害 才第一次和他一起弹琴 就能让琴音如此完美 原本还对陈洛万分不屑的众人 也纷纷闭上了嘴 一起看向两人 很快就沉醉在了 优美的琴音当中 和福小姐一起弹琴的男人是谁啊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帅呢 一个女孩悄悄地 拉住了自己的同伴 嘀咕起来 我也没见过 说不定是福小姐的心欢吧 她的同伴有些迷糊地猜测到 女孩冷哼了一声 什么心欢 福小姐不是刚刚才离婚吗 我觉得应该只是朋友 你这么说 不会是对他有意思吧 同伴坏笑着问道 他长得帅 又有才华 谁不想了解一下 女孩大方地承认 又是一自己的同伴 看了一圈四周 同样对着陈洛饭花吃的 其他女人们 一首钢琴曲弹完 陈洛刚刚下台 就有几个女人 丝毫不看福清清的脸色 带着笑脸围了过来 先生 不知道您尊姓大名啊 先生 我是林家的女儿 过两天 我们林家有个晚宴 你有没有来参加 您的钢琴弹得真好 我有个叔叔 就是钢琴大师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啊 每个女孩都热络无比 搭讪的方式五花八门 就连一些年纪大的女人 都悄悄找到了福盛 有意无意地 打听起了陈洛的身份 福清清见到 那么多女孩围着陈洛 心里一阵不舒服 刚要走过去拉走陈洛 身边就围上了 几个现殷勤的男士 拦住了他的路 陈洛也一阵头疼 一下子和这么多异性说话 他都有些应付不来了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笑呵呵地挤过了所有女人 给他递了一杯酒 小伙子 你今天多大了 有没有结婚啊 还没有 陈洛接过酒礼貌地喝了一口 随口道 那有没有时间来我家坐坐 我家的女儿 可是长得如花似玉哦 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大叔搭上了他的肩膀 热络地道 陈洛差点没一口 酒喷出来 一时之间 陈洛就成了宴会的中心 就连那些原本 一直盯着福秦清的男人 也把陈洛当成了 一个强有力的情敌 忽然 有一个男人似是 想起了什么一样 震惊出声 我想起来了 那人不就是陈炳生的儿子陈洛吗 我在陈家的宴会上见过他 什么 陈炳生的儿子 怪不得福小姐 对他那么热情啊 不光是福小姐 咱们在场的这些女人 哪个不希望和陈家交吼 陈炳生现在可正是如日中天呢 就陈炳生的那些资产 他儿子就是一辈子一事无成 我们也追不上 陈洛的身份一泄露 场上的女人们 瞬间更加疯狂 福秦清的心里 更加不识滋味 那些女人的笑颜 犹如一根根的钢针 刺得他心口生疼 眼看着一个过于热情的女孩 即将贴上陈洛的身体了 他再也控制不住 越过身边那些过躁的男人 拉住了陈洛的胳膊 走 他闷着一口气 拽着陈洛的胳膊 不管不顾地 往宴会厅外面走去 福圣察觉到两人的动静 赶紧出声 主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让宴会继续下去 陈洛正想着怎么脱身 福秦清主动过来拉他 他自然求之不得 一走出宴会厅 夜里的冷风扑面来 他瞬间清醒过来 缓缓松开了 抓着陈洛胳膊的手 这下你明白哦 为什么不想和你一起 弹琴了吧 陈洛叹了口气 那些人也真是难缠 我也不好冷脸 还好你把我拉出来了 他一边说 一边整理着 被某个女人 悄悄扯过的衣服边 福秦清心情复杂 他来陈洛一直都知道 只要他稍微 展露出几分自己的才华 就会自动成为焦点 他从前因为那可笑的仇恨 竟然完全没发现 站在他面前的男人 是如此优秀 优秀地让所有女人 都会为之倾倒 今天谢谢你 他转过头 强迫自己 不去看陈洛的那张脸 纤细的手指 紧紧地攒住了裙板 要是再盯着陈洛的那张脸 继续看下去 他真的怕 怕自己会陷进去 陈洛正愣了片刻 才反应过来 福秦清指的是他今晚 帮忙赶走方建国的事 方建国是个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 你不可能一直待在我的训练基地里 我也不可能随时带着人保护你 陈洛皱着眉 沉思了片刻后 再次开口 我有个主意 你看怎么样